在下玉兰刀 欢迎继续收听 雪中汗刀行 第251集 一辆简陋马车 悠悠然南下 先把瓦铸军阵之外的 君子馆 茂龙 李谷 三座军阵都逛了一遍 南朝边境在去年硝烟四起 北梁铁骑一路碾压势如破竹 事后却出人意料 并未占据军阵 以便把边境线往北推移 以此抗拒北蒙 而是把财务和匠人 劫掠一空扬长而去 甚至连边境上珠网一般的异路 都懒得破坏 显然半点都不怕 北蒙一气之下顺畅地举兵压境 这马车逛过了三阵 满目疮痍 马车的主人偶尔掀起帘子 面无表情 然后就横折东去了 赶往龙腰州跟幽州交界处的刘夏城 城墓陶前志在去年清明节上坟时暴毙 已经换了一位耶律姓氏的城 马车没有入城 静止南下 临近两网边关 马车主人似乎心情不错 坐在马夫身后 靠着厚重的棉布帘子 拎了一壶自制糯米浆酒 他喝了几大口 唱了一支熟人至极的高腔信天游 那车夫是个貌不惊人的矮壮男子 只是卧边长臂如猿猴 让他的身材给人一种荒谬的感觉 你们男子有钱有权了 都喜好金屋藏娇 我呢 癖好豢养文豪英雄 养世的本事 比起赵家老皇帝 只强不弱 文 先有北院大王徐淮南 后有帝师太平令 还有南边满朝的以老名士 无有扬援赞刘归在内的十二位大将军 无一不是战功显赫 尽在我手啊 六次敌对双方举国之力的战士 输二在先 胜四在后 如果不是去年被北梁徐瘸子 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黎阳朝野上下 谁不畏惧北盲铁蹄 不过也好 北梁骑军这么一闹 黎阳便小觑了咱们北马 太安城那边 很快就夺了顾剑堂那小子的兵部尚书 碧尔将赋税倾斜北边的举措 终于开始受到扶上台面的重重阻碍 京城中书人心不齐 是好事 我看哪 新任兵部尚书的小人徒 之所以对此不闻不问 甚至有意无意弹压 故弩武将 任由朝廷上闻臣刁难碧眼 未必没有乐得看到北方边境战士四起的深沉心机 好让他一战定春秋还不够 再战 就是定天下 这样的雄心壮志 说难听点 就是狼子野心 白衣冰仙的心思和胃口 实在是比他义父要大得太多 唉 不愧是被骂作狼顾之相的年轻人 要是他在咱们北马 有一个野心勃勃的董胖子 我就已经很头疼了 加上一个他 如何安置你们三人 我还不得丑死 哦 对了 跟太平令同出旗舰岳府的红敬炎 心眼也不小 只不过他跟董卓之间 注定只能有一个在南朝冒头 我已经赏了他柔选老淮武川三镇所有的柔然铁骑 跟着董卓如今手握的兵力差得不多 如果这还输了 也只能怪他只有当江湖高手的福分 没有逐鹿天下的皇子命格 不过说心里话 懂胖子为人处事都还算讨喜 有眼无助的红敬炎呢 一看就让人生艳 拓拔 你肯定比我晚死很久 如果姓红的真敢勾结宗室 想当幕后皇帝 到时候不管你是否退营 都杀了他 董卓也能干出这种谋逆勾当 这倒无妨 谁让我打心眼喜欢这死胖子呢 自我登基称帝以后 吃了雄心抱胆敢称呼我皇帝姐姐的 就他一人而已 死皮赖脸的可爱 况且董卓心眼多得是满肚子坏水 但最不济还有他的底线 底线低一些 但终归有底线 这样的人其实不可怕 怕最怕那些底线飘忽不定的家伙 大将军崇神通 加上慕容保顶 就都是这类奸诈货色 你一辈子都不知道他们会带给你怎样的惊喜 做出怎样恶心人的事 把北莽交到董胖子手里 慕容耶律两性不怕断绝 被紧紧称呼姓氏的拓跋菩萨又沉默起来 老妇人喝完了他亲手酿造的湖中糯米浆酒 捧在怀里感慨出声 年轻时流离失所 去了一趟黎阳两辽 见到了当时还没瘸的徐老瘸子 那会儿也没一见钟情要死要活 只是觉得这男子有趣 后来啊徐霄走出辽东 一步步蹬顶 我总不信是他能做出来的壮举 后来处理朝政的闲暇 经常纳闷 他怎就能出人头地呢 长久以往 当年明明已经放下了 很多年后 反而又拿起了 有些不甘心 不过这种儿女情长啊 也就只能想想而已 要我回头再选 当初还是会选择回到北莽 真要为了一个男子 整辈子柴米油盐家长里短 我会无聊到想杀人的 西磊碧一战过后 我甚至写信给徐霄 劝他顺应大势 自立为地 我在北莽 好与他遥相呼应 承诺将来我南下 他北上 像当初在锦州初见 他分那张大饼一样 一人一半 一起瓜分了黎阳 南北而至 只是他不肯 当然 真的到了那一天 我也会反悔 哪里能真的共治天下呀 女子小人难养已 我女子小人都算 所以这个天下 谁能养得起 她是徐霄啊 也一样 我养她还差不多 三军轻生 才可堪乱 平定时局 你跟那些大将军 做得都不错 百姓重生 方能不乱 才没有揭竿而起的念头 南朝那帮春秋已老 做得也还行 只可惜 大势仍旧不在北莽 不得不 时不待我 只争朝夕 别看北莽 赢了四场大仗 可黎阳从来就只有 伤精远未动骨 有碧尔谋划全局 跟顾剑堂 联手打造边境东线 越往后 北莽的优势就越小 等到黎阳彻底 吃掉春秋 养足了气力 就该往死里 狠揍咱们这个邻居了 因此 在我死前 不管结局如何 趁着太平令付出 都要打上一架 至于是跟黎阳 还是跟北梁 我现在还在犹豫不决 两者利弊参半 赫连五位黄宋 扑几个老家伙 都执意要先打黎阳 还举例说 当年赵家老皇帝 就是听了原本西的话 不惜满口鲜血 也要先咬下西楚 再去吃掉南唐西蜀 就水到渠成 轻而易举了 太平令和董卓 在内一大批青壮将军 却坚持先打下北梁 然后一鼓作气 吞并西蜀南兆 形成东西对质的格局 这才稳妥 只是有了陈之豹 就翻西蜀的苗头后 南北两朝 结果就只剩下 太平令跟董胖子 依旧坚持己见 很多人都觉得 既要面对徐霄的 三十万铁骑 又有陈之豹镇守西蜀 还不如先去跟 顾剑堂一人而已的 东县捞取便宜 我呢 论起后宫征宠的手腕 泰安城里的赵志 都得学我 但对于千禧 王朝生死的大事 说出来可笑至极 其实往往都只是 凭借女子的直觉 当年在锦州 徐瘸子说 他只要遇上 难以抉择的头疼事 有个轻松的法子 抛铜钱猜正反 听老天爷的 该咋咋地 我难道也要 抛个铜钱 拓拔 你这会儿身上有吗 中年汉子 大概是觉得荒诞 这次连摇头都剩了 身板纹丝不动 你这质朴性子 怎就在黄河边上 大动干货 打杀了咱们麒麟真人 装神弄鬼 如果不是急于去北境冰原 什么一切划三千 出去国师 袁青山本人都在了 陛下才省心 老玉一笑置之 喽喽喽身上那件 好不容易让人 从箱底翻出的老旧球子 朝廷应该如何跟江湖打交道 黎阳是跟咱们北莽学的 当初让徐霄马踏江湖 吃力不讨好 朝廷江湖和那个背黑锅背骂名 背习惯了的徐霄 就没有一个得了好 一个手操拳柄的皇帝 亲自去跟五人较劲 既掉价也坏了口碑 不如让江湖人 争着抢着给自己卖命 才是上乘手段 不过 扶持出了几座江湖门阀 也要留心不要让其 形成伟大不调之事 一个人才背出的门阀 无异于自家后院的武器库 假使被矛头对准自己后背 更是遭罪 那在北莽江湖 知牛而者的道德宗 跟齐剑岳府 一个拼了命求那长生 一个拼了命掺和俗事 都有软肋 兴不起疯了 给你拓跋菩萨两万兵吗 还摆不平 拓跋菩萨点了点头 老妇人晃了晃酒壶 那婆娘跟慕容宝鼎 藏在猪王里头的私生子 如果不是这次 在黎阳遭了大劫 被打回原形 我差些被李密 避给蒙混过去 不过这老儿 也有他的难处 我这回就不跟他计较了 怪不得以前 瓜地三尺也寻不着 原来就躲在 我的眼皮子底下 一劫柳 好一个一劫柳 真是插柳就成鹰啊 有斩草难除根的本 拓跋菩萨对于这桩 涉及皇室宗亲的丑闻密室 自是更加不会去平头论足了 他这一生 也就只对习武带兵两世动心 美人也好 官品也罢 都是可有可无的身外物 以前是赵家恨不得 徐家那孩子早死早超生 等到他没能夭折 而且认定了那小子 跟徐瘸子是相同的一根精 不会盼头背毛 如今倒是乐意几处笑脸 等着看北梁三十万铁骑 拼杀的一个不胜的大笑话 反正他们赵家 怎么都是赚的 倘若这孩子奸华一点 流露出一点点 你离阳逼急了 我就敢叛逃北蒙的一心 也就不至于如此 心酸劳苦了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这孩子 是这样聪明的北梁王 北蒙也就没什么威胁了 陈芝豹多半也不会离开北梁 有没有下一任 北梁王在西线撑着 会关系到他陈芝豹能否一战定天下 否则 赵家最擅长卸磨杀驴 他再被当今黎阳天子弃重 也只能老老实实当个手中 不过三四万精兵的阳老鼠王了 北君王不得不倚重 却不为君王信赖 不是姓氏 只会是颇天祸氏 这个赵家天子 什么都好 就是度量太小 还不如我这么个妇人 死心眼的徐瘸子 摊上这么个星主 活该他倒霉 北蒙君神拓跋菩萨 言谈无尽 换成我是徐霄 当初白衣暗后 也就顺水推舟返了 所以你永远成为不了 能让我 吴素 赵智三名女子 都念念不忘的男子 一个男人 偶尔的孩子气 满身的杀气 看似让人敬服的仙佛气 实则都是锦上添花的玩意儿 唯有兄弟义气和人情味 才是雪中送炭的东西 一个男人 连骑马的情意都不讲 我们这些女子 连正眼都不看一下 这个世道 从来不缺聪明人 自己不愿意 活得轻松的傻子才少 徐霄 是人徒 是北梁王 尹是个傻子 可惜啊 这个一直傻呵呵 笑看江山的老傻子 见过了你我后 就要老死了 葫芦口广袤无边 临时搭建起了一座雄伟非凡的教舞台 与教舞台相距三里路的东西方向又各有一座阅兵楼 分别让与北梁功勋老将跟文官世子一文一武形成妙堂大殿辅佐之士 其中文楼六层高处五楼一层 楼内北梁文臣不乏品质超群的封疆大力除了灵州新任刺史徐北之外 优良刺史都已登上顶楼跟随 精略使李功德一同平栏远眺 但离李功德最近的却不是梁州刺史胡魁也不是幽州刺史王培方而是两张新鲜面孔 尚阴学公王继久和原本应该去京城御史台就职的皇商 胡魁早年是北梁军列具齐军统领 其中大马营以满营皆是精锐尤奴手著称于世 在北梁军中战功显赫 只是当年不知何事 胡魁原本按部就班 便有望在五年内将梁州将军收入囊柱 在八年前竟擅自领三百青旗突入龙腰州腹地斩杀北蒙折补军阵一千两百余北蒙铁旗 事后便丢了官职 这才让接手列具齐的陈之暴有了那波天下第一等的百战赤猴力压北蒙董卓的乌鸦篮子一头 不过胡魁丢官之后众叛亲离竟是干脆弃武从文了 从梁州文官造立做起短短七年的时间竟然又给他当上了刺史 幽州刺史王培芳则是纯粹的世子出身 跟有过二十年戎马生涯的胡魁一向不对付 几乎每年往清凉山觐见北梁王千篇一律都是诉苦 胡魁这老兵痞是如何的目无法计 如何放纵部下大四七五他幽州官员 王培芳既然进不了经略史大人与两位清玉满朝野的老者 就跟一些声名在外的学公纪下先生们客套寒暄 说些去国淮乡的抚慰言语 聊一聊当下文坛最快智人口的游仙怀骨诗作奇乐融融 虎魁灯楼以后跟谁都没有大招站在栏杆边上举目远望 北梁一直之虎奔之师临河列阵 虎魁眼神恍惚 若不是当年那庄护士我该身处其中 甚至是有资格站在那里阅兵教舞可惜啊 虎魁移了一视线望向教舞台 一只手握住栏杆轻叹了一声 一名被上阴学公王大先生亲自引荐到李功德面前混脸熟的年轻书生姓玉 名鸾刀阴阳御士长房长孙周岁抓究时一手抓了一部春秋一手扯住了一柄世代珍藏的绝世鸣刀大鸾 四岁作诗鸣动天下 十四岁便独身腹疾配刀求学于上阴学公举世侧墓 他也是此次世子傅良中最让黎阳朝廷心疼并且恼火的一位青年俊业 为此御士被赵家天子迁怒在广陵道上被打压得十分凄惨 闻楼在无数马蹄踩踏之下给人摇晃的感觉 许多外地狮子看到北凉铁骑的森寒军容都面无血色 玉鸾刀始终是神情自辱 趁着皇上在跟精略士磋商可否容许创建书院以及世子结社粮食 玉鸾刀默默走到了胡魁身边 也未出生 两人并肩远眺沙场 无言良久 胡魁率先开口 你就是那阴阳玉士的敌掌孙吧 在上阴学宫求学第一日便一鸣惊人 接连破解了黄三甲留下的九问里的天地六问 宋家二夫子曾坐月淡平 也评点你玉鸾刀 言中待禅 鱼可解禅 入朝可平步青云 再也可继承文脉 便是咱们那雄才无二的二郡主也对你的诗文颇为推崇 只是我胡魁之所以注意你 不他 因为你曾做梁州大马哥 四十八字祭奠大马鹰 我替两百六十名死去的兄弟谢你一句 轻轻惶惶 狭沙野羊 梁州大马 死在他乡 好 真是好 便是我这等粗无野夫赌起来 也不拗口 仅凭这两句 哪怕你玉鸾刀 开口跟我要一个四品官 明天就要上任 我也会心甘情愿 许了 马踏青草黄沙 策马杀羊吃肉 回首仍不见故乡 这些浅显东西 可能很多文人都写得出来 只是他们不愿洗而已 胡将军 我这趟来北梁可不是跟你求官来的 只是想亲眼见一见世子殿下 便此生无憾了 我看不惯骄纵王法的豪俗豪乏 看不惯装模作样的国子剑 看不惯兔死狗碰的朝廷 唯独看殿下顺眼 我也想亲口问一问殿下 若是有朝一日 北梁敌不过北芒百万铁七 他徐凤年敢不敢战死沙场 敢不敢真的为中原镇守西北大门 若是徐凤年肯点头 那将来的死人堆里 就多我一个御卵刀 我为书生太平盛世求功名 乱世读书 以死为百姓唤太平而已 怕只怕你们读书人眼高手低 纸上弹的一手好兵 纸下就是草包一个 我也怕这个呀 所以阅兵教武之后 便要去投军做一名卒子 试骡子试马拉出来溜一溜便知 只是一路行来 见多了不思静那女子挽约的北地家人 高大其长 性格豪迈 很对胃口 死前总要娶个这般高挑的媳妇 才不负此生 方才不负北梁行 玉卵捞在这儿 没有什么长辈 跟女子家里投铁石 还望胡大人代劳 我胡魁没有别的大本事 就是收的一手好诗 你玉卵刀要是哪天死了 我替你收尸便是 雪花稀稀疏疏落下 又渐长去世 北梁苦寒 只要下了雪 就彻底杀不住了 注定就是一场 不眠不休的鹅毛大雪 玉卵刀伸出一只手 去接住雪花 胡魁嗅了嗅 心里暗想 还有半个时辰 就该教股大跃了 他本就是一等一的游弩手出身 有许多匪夷所思的博杂记忆傍身 其中就有文器断食的本事 比起凭借经验观测天色来判定时辰还来的精准 胡魁突然伸手指向那教舞台 玉卵到半个时辰以后不妨睁大眼睛看一看 那儿会有谁 你便知道北梁三十万铁骑是否扛得住北盲百万骑 西边的五楼低了闻楼一层 这让一大帮子被黎阳朝廷骂作北梁老匹夫的年迈五人都不约而同的聚在一起跳脚骂娘 刘元济 林斗坊 玉铁山 韩退支 四位老将一起并肩走到五楼门口 大雪纷飞呀 虽然不复见黄沙裹铁甲的景象 但是举目望去 那条河水本就结冰未曾解冻 冰河再往北 尽是白雪压黑架 十万步骑北梁军 东西方向分成两个巨型战阵 中间流出了一线路径 白羽旗统领袁南亭得以临近冰河附近高坐马上 此外还有莲子营 大马营 浙姑营 仙登营 这些老营 新营总计三十六 西数一字排开 气焰尤为雄壮 小雪营游弩手标掌李汉林 位置稍稍靠后 配刀 妇弩 摒弃 摒弃宁神 身边是崇童子陆斗 两人一同望向那座教舞台 眼神炽热 教舞台上空无一人 除了一架巨大战鼓 也算是空无一物 战鼓 魏雷对北梁甲氏而言 最是熟悉不过的号角此时已是尚未吹响 南北向都有十阶的教舞台 一时走上教舞台 主刀而战 春秋九国 只有燕文鸾的步军能跟叶白魁的大脊军打个平手 后送 后送西蜂蜘蛇 以及紧随其后的梁州将军 平寒老山十人主刀一字排开 八百凤子营 白马白甲 去吧 这一棋在两军战阵中 率领身后八百凤子青旗 在漫天飞雪中纵马飞奔而去 老人望向那一棋的背影 双手插袖 笑得合不拢嘴呀 徐龙象开始雷鼓 鼓响如雷 滚走北梁 那一棋并为马蹄踩踏在结冰河面上 而是连人带马勾勾跃起 铁马跃冰河 伴随鼓声过河之时 男子手中斜体铁毛猛然插入冰河 整条冰河碎裂不开 身后八百七停马后 刚好填满了门戏 只配有一柄北梁刀的蟒袍男子 在教舞台前下马 沿着石阶走上站在最中央 然后握住刀猛然喝道 北梁 抽刀 北梁督户楚禄山不再主刀 抽刀 烟门鸾 袁左宗 陈云锤等九人 也几乎同时抽出北梁刀 十万飞雪鸭甲仍是闻丝不动的北梁军 也抽到 乱雪更乱 抖落了满山积雪的铁甲 欲发气势惊人 北梁铁骑甲天下 北梁古响天下文 北梁有新王 徐凤年 这次北梁大跃 恐怕是二十年来徐家入主北梁后最简洁最短暂的一次 但也是最为群将晦翠 人才鼎盛的一次 五楼一干功勋老将都看得几乎是老泪纵横 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 军心凝聚之难 军心就如人之魂魄 一旦没了就再难招魂而返 所以当身穿天下独此一家玉白莽袍的世子殿下 马月冰河到了教舞台喊出抽刀两字之后 北梁十万甲氏共同拔刀出窍 所有人其实都心智肚明 徐凤年将会是那名正言顺的北梁王了 于是那这些老人也就心安了 甚至会想大将军没能一举北上踏破北马 那么在那个年轻北梁王手上 有没有这个可能 五楼还算没有太大拨折 毕竟大都是见惯了战阵厮杀的老家伙 文楼那边的外地世子们可就真是战战兢兢了 以前也就是听说什么北梁铁骑战力冠绝黎阳 至于怎么个强大 心里没谱 若是那些出身烟斥广陵两道的读书人 或多或少见识过两位繁忙带兵的手腕 更是不太信北梁战力就真能超出一大截 可当亲眼看到黑压压一望无际的铁甲结阵 哪怕是登楼远望那种森冷气息也足以让人窒息 尤其是十万甲氏一同两刀出窍时仿佛天地风雪都不得不为之停止 楼内大半人物都身体剧烈颤抖了一下 而且先前有好事者一一道出了教务台上的将领 各个名字如雷贯耳 当那时人并肩主刀而立 让人再不相信什么北梁青黄不接的鬼话 教务台上那份无言的威严 让文楼众人不禁自问 辞去兵部尚书的顾建堂打得过北梁铁骑 分王之中仅次于徐霄的烟尺王果真能够抗衡 就算那一骑突出的莽袍男子 此生都站不到他父亲的那种高度 可只要他徐凤年坐拥三十万精锐 当真是谁都能欺负的 羽卵刀没有这些乱造造的思绪 他只看到了那一袭与众不同的莽袍 看到了他越马智毛冰河中 看到他十阶登台之时的缓慢步伐 手指在明刀大栏刀柄上划抹的玉卵刀 突然觉得似乎没有必要再去询问什么了 一个时辰的阅兵之后 人人两刀归翘 莽袍男子就随之消失了 五楼那边由大将军燕文鸾去打招呼 品质相当的袁左宗 虽然既是大将军义子又是齐军统帅 不过仍是走在燕文鸾半个身位之后 仅是跟春秋南唐名将顾大祖并肩而行 资历人望巨势不足的黄府平则是落在最后 显得有些形单影致 跟不远处的老幽州将军 紧浙姑周康更是没有任何的言语视线交集 不过既然此人已经在教务台占据一席之地 就再没有谁敢存心跟黄府平在台面上较劲了 文楼则是由北梁督户楚禄山登楼 当那些外地世子看到楚胖子在楼外翻身下马都吓得半死了 也就王大先生可以做到神色如常 皇商这种出自黎阳的骨梗门事则干脆眼不见心不烦避而不见 替身重甲的楚禄山登楼时 这一栋新楼也是歌之作响的厉害 让人忧心这阶梯是否承受得住这一人一甲的重量 好在这个壮硕如山的肥猪登上五楼就懒得再浪费气力上楼了 见过了吓到了第五层的胡魁相互点头致意 瞥见了梁州刺史身边的玉兰刀 这位北梁督户就大道回府了 楚禄山回去途中召来了游奴手李汉林和陆斗两人 一人是世子殿下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兄弟 一人沾光那马上要与徐家结为殷亲的青州陆家 都不能算作寻常的北梁家事 楚禄山挥散了身后十几旗的心腹护从 只带着李路二人走到冰河畔 冰块已是碎裂 楚禄山扯了扯甲州内的棉布衣领望向河中 久久没有出生 当徐凤年穿上藩王蟒袍登台 意味着北梁就已经在今日换王了 这当然严重不和黎阳宗藩理智 可靠着徐家才坐享江山的肇事敢说一个步子 被骗去南朝又差点被绑去冀州的李汉林蹲下身 捧着头盔在怀里 楚禄山想了想看着李汉林终于开口 有些事啊 还是让北梁王亲口跟你说好了 大致情况 大约前默将的老爹被逼问得支支吾吾 默将不蠢 已经猜出嘻嘻巴巴了 年哥那些这话呀 我不爱听 别以为当上北梁王 就不是没出息李汉林的兄弟了 没这样的好事 反正这辈子我打定主意 就跟着年哥混吃混喝 万一被我混出了名堂 他敢不给一顶天大的官帽子 看我不跟他撒破打滚 当游挪手是好事 可没死啊 否则就是殿下拿我这个北梁都户出气了 阿林啊 你我是自家兄弟 我就把丑话说钱多了啊 你小子敢死在你老爹前头 我就敢拿你爹出气 楚禄山伸出一只手掌 揉了揉李汉林的脑袋 李汉林站起身 呸呸呸 都户大人 别仗着官大说晦气话呀 这四小子 管你的 李汉林很不客气的一溜烟跑走 天生异象重同子的路斗 不忘行礼告辞 楚禄山看了眼东方 一路东去 就是那座天下守善的泰安城了 好大一块肥肉啊 楚禄山低头走向战马时 发出一阵节节笑声 吃肉什么的 咱们胖子最喜欢了 在下御轮刀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汉刀行 第252集 边关风雪中 两架马车终于碰头 马夫分别是才成为北梁王的年轻人 与那北莽君神的拓跋菩萨 乘车男女可想而知 是何等人间至尊的身份 北莽慕容女帝 旧梁王徐霄 马车同时停下马蹄 徐霄连北梁当之无愧的五道第一人徐衍兵都没有烧上 只是带上换了一身普通衣室的敌长子 徐霄弯腰掀起帘子 跳下马车 对面马车内的老玉很默契地同时下车 徐霄斜眼瞥了一下五平第二的男子 望向那姗姗而来的老妇人嘖嘖讥笑 慕容当年那么惨 一个没脸没臊哭着喊着跟我要饼吃的女子 如今可真是气派了啊 都让拓跋菩萨给你当马夫了 瞧瞧我啊 也就带了自己儿子 可比不上你的架子 老妇人披了那件老旧球子 没戴雕帽 任由风雪打在沧桑脸庞上 听着徐霄的挖苦 也不反驳笑意阴阴 有屁块发 老子没心情跟你喝风吃雪 老瘸子 可你说多少遍了 我姓慕容 不叫慕容 老子哪知道一个人的姓 还能有两个字 以前不知道 以后还是不知道 你们中原春秋 有十大豪乏 其中两个负姓 如果我没有记错 可都是栽在你徐霄手上 不记得了 他们都给你吃了 徐霄啊徐霄 你真是老了 好在你这辈子 就没有俊过 年轻时候是如此 年老啊 就更难看 我一个爷们跟女子 比什么姿色 再说了 你以为在辽东那会儿 你就好看了 你跟我媳妇比 差了十万八千里 也就北马 那老色胚 当年猪油蒙心 家上瞎了狗眼 才瞧得上 你这种身段的臭娘们 我年轻时候 好看不好看 那是各花入各眼 不好说 可真的是不算丑的 何况女子年老色衰 有可金钗鞋力小蜻蜓 只是谁姓 人间上少年呢 徐霄 你说是不是 酸 真酸 咱们都老了 我难看了 你也脱背了 就别非要 争出个高低了 我呢 这辈子 就独独输在 胜负心太重 输给了自己而已 是不好 你太念情 也不好 就算早已未及人臣 也照样活得不痛快 否则肯低我一头 来北莽 哪里需要看谁的脸色 你应该知道 就算是我 也不会给你脸色看的 呸 也没什么大事 要跟你商量 当年在辽东啊 想说的话都说清楚了 这趟南下 就是想趁着你没死 见一见还活着的徐霄 想说的 就一件小事 我才下定决心 等你死后 先打财你们北梁 再顺势南下 最后将泰安城复制一去 就当啊 给你上坟烧香了 啊 这就是你说的小事 那北梁等着你们就是了 可别到时候反过来 被北梁铁骑一路砍瓜切菜 杀到你的老窝呀 辽东分别 身上这件球子是你用二十两银子买下的 我当时两次回头 都只看到你徐霄的背影 事不过三 就不愿意再转头了 有些时候就想 是不是再回头一次 就看到 你转头做鬼脸了 啊 不会 徐霄转身静止离去 一架马车先行掉头远去 南下消失于北地沉重飞雪 老妇人驻足原地 沉默不语 当那马夫正要开口劝说之际 只听到这位北盲女帝怒喊 闭嘴 老妇人双手捧面 看不清她表情 风雪乌夜 如女子气宿 老妇人松开手 抬起纤细臂 李勒李两边双白鬓角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 小春风 小他呀 小只丧家犬 男下马车 徐凤年缓缓驾马 闲来无事 往嘴里塞了一块血 身后徐霄跟他讨要 徐凤年没搭理他 徐霄揉了揉脸颊 带着儿子来见一个四目老爹的老娘们 是不太像话呀 徐凤年没有作声 徐霄伸出手 轻轻放在徐凤年肩膀上 也没有说话 许久过后 徐凤年语气坚定道 我扛了下 成功世袭网替 就意味着 黎阳王朝出现了一位新藩王 除了策立太子 以及新帝登基这两件 就再没有什么大事 比得上这个了 何况这位藩王 还是北梁王 不光是梁州 幽灵梁州也都张灯节彩 激进疯狂 气势由盛元宵佳节的灯士 以此来讨好新王 清凉山王府倒没有如何可劲闹腾 灯笼是临时天挂了些 却比往年过节都要简陋许多 不过府上管事 仆役都满面春风 走路都轻快了几分 徐家父子从边关大越返回梁州城后 可以经常看到 得改口称梁王的年轻家主 带着大将军在府上散步 眼尖心细的人就偷偷搬手指头 算着两位未来的王妃 谁陪伴那父子二人的次数更多 后来就干脆不去计较了 因为青州陆姓女子的次数 屈指可数 输给那位女文豪的王东湘太多了 倒是时不时撞见 陆家千金会帮忙二郡主推动轮椅 只是两者相比 孰轻孰重 府上众人怎会拎不清呢 从边境回府小半旬时光 今天徐家两辈人 除去练兵演武的黄蛮儿 都聚在厅朝湖上的梁亭里休憩 比以往也多了王初冬 陆承燕这两位即将嫁入 徐家的准儿媳 离京叛道 擅自卸去梁王身份的徐霄 懒洋洋的靠着亭子红七郎柱 听着徐凤年跟王大家的一问一答 俏皮斜去 让老人笑声不断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缺钱买那绿衣酒 误然回首 纳斯在爬树 衣带见宽终不悔 去给寡妇挑钢水 而那位安静坐在轮椅上 比王初冬还要更文豪一大劫的女子 嘴角也有了些不易察觉的温暖笑意 毫发家事精心浸润出的龟秀 陆承燕 则是笑不露齿 实在忍不住时就抬手遮拦 只是眼力再不好的人也能分辨出王初冬的位置 很自然而然的靠近徐霄徐凤年父子二人 而陆承燕呢却只能有意无意 偏向掌管一院子披红女汉林的二郡主 女儿 你送一送承燕 我再跟你姐还有初冬唠叨唠唠 嗯 起身跟陆承燕一起走出亭子 只是一路行去院子两相无言 陆承燕嘴唇抿起 跟在他身后 等到在院门口转身时 他已是笑颜相向 徐凤年 欲言又止 犹豫了片刻 你记得多出门散心 总闷在家里不好 北梁不比江南风景疑你 不过 咱们北地也有北地的独到景致 不亲自骑马去看一看 就可惜了 我本该来陪你 只是如今事物缠身 背懒不得 而且很快就要出门一趟 去西北那边 收拾二十来万代罪流民的烂摊子 要是回来的时候 你还有心情 我带你去武当山走一走 陆承燕由衷开怀后 眉眼泛起妩媚 才脱口说出凤子 就赶忙把那个李当紧随其后的年子 硬生生咽回了肚子 北梁王不用这么客气 嗯 你凭良心说 谁更客气 徐凤年屈指做了个要敲打他额头的手势 一脸无奈 陆承燕敲了笑嘴角 徐凤年笑着转身 再转身 果然看到他双指拧袖 站在门口 没有挪布 朝他挥了挥手 这才离去 徐凤年没有在听潮湖看到徐霄 就走向了一只冷冷清清的王飞墓 尽头有一位驼背老人 协作墓碑之间 陵墓内古术极少 北梁都传闻 是由于女子剑仙的娘亲剑气太盛 便是他去世了 仍留有女子剑仙的雄魂气象 所以原本古树苍苍的王飞凌 没能剩下脊柱 徐霄听到脚步声笑着说了句 来了呀 此时此地的一家三口 他站着 徐霄坐着 北梁王妃躺着 徐凤年没有流露出什么悲痛神色 仅是漠然站在背前 初春时分 古树枝头有了嫩黄浅绿 徐凤年走去树下 伸手摘下一片树叶 吹了那只小时候娘亲教她的春神窑 若是哼唱出言辞的话 那么大概意思是说 有个乡野女子离家下山 见着了一位心仪男子 以起白首 勾搂老人闭上眼睛 听着再熟悉不过的小曲子 一只手悠悠然在膝盖上打着拍子 一曲小摇完毕 父子又是默然走出陵墓 徐霄突然开口 娘儿 你可以让黄男儿回家了 徐凤年咬住嘴唇 停下脚步 又迅速跟上 点了点头 这一夜 习惯了老梁王难掩皮态的清凉山王府 并没有什么异样 还觉着说不定明天一起床 就能在府上某时某地 遥遥望见老人跟年轻梁王一起散步散心的情景 徐霄所住小院的内屋 徐卫雄的轮椅靠近门口 他的双手搁在腿上死死钻紧 匆忙赶回家里的徐龙相 脑袋低垂 红着眼睛站在床头 从门外望去 只能看到一个坐在床边的背影 躺在床上的老人竭力压下咳嗽 爹知道你不喜欢现在这个 只知道叙叙叨叨讲大道理的许笑 是啊 你这个爹动刀动枪在行得很 确实不是个擅长讲道理的人 爹也不怎么喜欢 这么多年来爹就是个谁骂我 我就打谁的粗人 是个在金鸾殿上配刀 站左站右看心情的老匹夫 可娘啊 爹不说这些 不把话说完就不放心你 记住 你既然坐上了北梁王这个位置 就要能听得进去不想听的话 要容得下自己不喜欢的人 一样迷扬百样人 各有各自的难处 也就有了各自的爱憎和脾气 尤其是那些不记得别人好的家伙 很多时候你也得忍着 谁让你是北梁王 不是输给哪个人 而是得照顾大局 爹当了这么多年的大将军和北梁王 也有许多的憋屈 跟谁都说不出口 这是没法子的事情 记得当年 我带着一帮老兄弟出锦州下两辽 被黎阳一位实权校尉害惨了 死了好些兄弟 一气之下就带着四十几个没死的兄弟 杀到了他家 自然不是去蹭吃蹭喝 而是要杀他全家 把人给捆成粽子拖到了院子里 你知道然后怎么样了 那家伙叫蔡清禾 如今肯定已经没人记得他了 蔡清禾在官场上的攀爬不择手段 这家伙阴人的时候冷血无情 说好两只兵马共进退 结果眼睁睁看着我的八百人死扛两千敌人 都没有带着他的千余人投入战场 事后还带话给我 说他宁愿不要军功 也不想让我徐霄赏位 这么一个霄雄啊 临死前就跪在地上 给我磕头 说只要放过他妻儿 他愿意临死自尽千刀万挂也不怕 最后我当然没答应他 满门三十几口老小都当着他的面一刀毙命 因为我徐霄身后还站着四十几个兄弟 而且不这么做 以后注定还会有第二个王清禾 第三个宋清禾跳出来坑害我 我徐霄可以不怕死 但把兄弟为了我而死 大江山 大江山要死人啊 死很多人啊 只要我徐霄一日不死 都是欠了那一个个早早走了的老兄弟 爹 什么时候开始怕死的 是娶了你娘之后 在爹所处的那个死了比活着容易太多的世道 怕死 未必能不死 但不怕死的肯定死 爹见识过太多这样的死人了 而且很多人就是死在爹手上 可爹年纪越大就越不敢杀人了 爹告诉自己 不顾自己 也总得给你们子女四人积德攒复了 是不是这个铃 爹再大老醋 也晓得天底下做父母的 能给子女十分好 万万没有自己留下一分好的道理 爹呢 少时不懂事 比你小时候不懂事太多太多了 就只知道混日子 成天想着外边 恨不得离家万里 哪里会想什么家呀 梁老走了之后 就更没觉得自己有家了 出梁辽的时候 就告诉自己 要死也得风风光光死在外头 打死也不回那个小地方 后来遇上了 后来遇上了你娘 把你娘骗进家门后 就觉得她在哪儿 我的家就在哪儿 再后来 有了你们 她走了 就觉得你们在哪儿 家就是哪儿了 咱家跟很多人家不太一样 咱家呀 倒过来了 都是你娘亲唱红脸 半恶人 爹呢 就护着你们几个 你娘很少生气 有一次爹记得很清楚 爹小时候就跟你说 爹娘不在身边的时候 谁欺负你啊 你就打回去 打不过 就用石子砸 拎得起刀就拿刀砍 你娘啊 就发了大火 一开始爹还觉得战灵 我儿子这么心善的一个孩子 谁还敢欺负儿子 不让他去床上躺着怎么行 我儿子让别人家的儿子躺着 徐霄这个做爹的 就让他们老子一块躺着去 这就是老徐家的道理 你娘发火之后 就心平气和跟我说 她不是舍得别人欺负小年 而是小年以后注定不是寻常人家的孩子 若是养成了太凶煞的乖张性格 从不知道与人为善 半点不懂得吃亏是福 那到头来吃大亏的 肯定是自家孩子 你娘还说 你徐霄总有老死的一天 到时候没人护着小年了 怎么办 你娘走得早 爹这么罪不讲规矩的家伙 啥都不能教你 就牢牢记住了你娘讲的一句话 灌字入沙字 女儿啊 那几次对你发火 不是爹怪你啊 是爹在怪自己没能尽好一个当爹的本分 以前你总不愿意喊我爹 爹是真的不生气 每次被你拿扫帚撵着打 每次挨在身上越来越疼 就知道哎哟 爹老了 你呢 也长大了 这 就是天大的好事 老人的言语断断续续 总是被大口喘气和艰难咳嗽声打断 那个年轻的背影没有言语 只是双手握住床榻上老人的手 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子女面前流过眼泪的老人 这个被朝野上下骂作人徒的老武夫 终于在今天泪流不止 老人便是想要擦拭 精气神早已如灯油枯竭 也没有那抬手的气力了 而那个连姐姐弟弟都看不到神情的年轻人 甚至不敢抽出一只手去帮老人擦去泪水 怕一松手 老人真的就走了 当了皇帝被称为孤家寡人 那是君臣有别 况且做皇帝做久了 就真的不怕人当人看了 真以为是什么狗屁天子 咱们徐家靠自己打拼出来的 这个北梁王跟皇帝也差不离 妮儿 别的不说啊 孤家寡人的滋味不好受 爹尝过 就更不想你走这条老路 所以当初放走颜洁西一家子 让他们去京城当皇庆国契 爹从不后悔 徐晓连老首府都敢骂得他气得半死 怎么会将一个迂腐文人放在眼中 也只是不想让你跟炎池及兄弟反目成仇罢了 即便你们注定当不成兄弟 让你们余下一份不坏的念想也好 爹这些年 最开心的事情 一个是从边境上回家 看到你们几个都好 再呢 就是偶尔梦到你们娘亲 我徐晓从你娘答应嫁给我之后 这辈子就一直在亏欠他 爹唯一埋怨他的地方 就是走得早 夫妻两人 其实是谁厚走谁更苦 这问苦 不是说什么为了家业劳心劳力 这都是咱们大老爷们应该做的 只是很多时候有好事情了 身边都没人能说上两句 要么是很想他了 也见不着他不是 天下很大 爹走了很多地方 见过很多人 可在爹眼里 就始终只有你娘一个女子 门口徐伟雄握拳挡住嘴唇 仍是气不成声 徐凤年仰起头 他只是张大嘴巴 哭 却无声 生怕吵到了闭上眼睛的老人 园子里那棵琵琵琶树 是你娘到这儿后亲手种下的 以后有了琵琶 恰巧又想爹和你娘亲了 记得摘下一些放在分道 娘啊 爹把你二姐和黄蛮二都交给你照顾 还有咱们徐家 咱们徐家的三十万铁琴 以后就都得你一个人扛着了 你会很累的 别怪爹 让你接下这份担子啊 好 好 黄蛮而不哭 爹 累了 只是睡一会儿 爹 睡一会儿 爹 爹 爹 徐霄离世的消息通过烽火传遍北梁 各地北梁老族闻讯皆悲痛不已 不同地点却在同一时间向天叩拜 声音此起彼伏绵延千里不绝 鞭子银 爹子银灵斗坊 幽州周康 末将元南亭 十八 老营登城营聚安 齐军老族贺推人 王如意 俗军敢 左僧家 赵原书 左德本 武虚吕 孙法明 吞渔施 杨盖 白福敬 赵弘杰 张玄太 任勇人 王神威 恭送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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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伏元年的雨水时节 北梁王府摘取了所有大红灯 西青的鲜红春莲也在这一日凌晨 换上了白底帘子 雨点敲在零零千万片蜿粗的瓦上 由远而近 青青 重重青青 裹出一股股纤细水流 沿瓦槽与屋檐缠缠细细 当青凉山府门外换了人人可见的帘子 整座梁州城 懂蒙 一传十十传百 许多老人都壮起胆来到山脚王府外到 亲眼见到了那幅惨白底子的春莲 然后一个时辰后 满城不再能闻一声暴竹 一声猪鼓 禁悬白灯笼 静万白底 梁州城主道直达北梁王府街上满高速 然后梁州刺使胡魁身披由最粗生麻布制成的斩衰丧府 率领所有梁州府官一同赶到一门外 胡魁不曾步上台阶 而是站在石阶底面向城中主道上数万梁州百姓 沉默片刻转过身极力嘶喊 一败 风雨如晦 街上白蒙蒙跪了一大片 一败三叩首 三叩之响生生重如春雷 再败三败 一败三叩首 三败九叩首 泰安城 京折 今日朝会 朝臣们十之八九都早早簇拥在宫门外 雨道上呈现出一种云波诡诀的喜庆氛围 按照黎阳王朝的宗藩法力 藩王身死 需由世子八百里加急禀报京师内的朝廷和宗人府 徐瘸子是一位异姓王 宗人府就罢了 但照理说也得快马加鞭告知赵氏 只是泰安城这边礼部苦等不得呀 赵家天子也大度的不去计较 只是定下张城在今日早朝上平定北梁王嗜好 执掌礼部祭祀的清丽丝蒋永乐就跟死了媳妇般的整天哭丧着脸 这三天也不知是掉了多少根头发 尤其是京折早朝前几个时辰的挑灯枯作几乎翻烂了那本《诗节》 仍是迟迟不能下笔 趁是连死的心都有了呀 尚未扶晓 蒋永乐一掌拍掉茶盏和那本《诗节》摔落在地上 这位清丽丝猛然起身 激进疯癫手指颤抖 指向窗外的雾蒙蒙漆漆黑景象 徐老儿 你死了也要让讲我不安生吗 蒋永乐哀叹一声 蹲下身捡起世界 书籍已被茶水浸染 蒋永乐抬起袖口擦去茶字 正今微作 将文武踪击四十二美式与十五恶式拆散了随意写在一张蓝亭熟轩上 戈壁之后 砖头对屋外侍女吩咐了一句 让他去拿来一枚铜钱 一头雾水的貌美侍女进屋之后 只见老爷指了指一张字迹隐约透过纸背的淑轩 让他将铜钱搁在纸上 侍女照做之后 被蒋永乐挥一手赤退 蒋永乐一手按住铜钱 一手翻过熟轩 于是有意要听天由命的清丽丝大人 看见了那枚铜钱所靠之字 立世界为有功于国 徒鹿无辜 蒋永乐犹豫了一下 喃喃自语 天意如此 东方天空泛起鱼杜白 大殿之上英才寂寂 太监一声高唱后 礼部清丽丝蒋永乐 映着头皮走出班列 缓缓跪下 臣蒋永乐有事禀奏 当蒋永乐咬牙说出对北梁王的嗜好提议 朝堂之上一片喧哗 那帮功勋武将更是发出不加掩饰的讥讽吃笑 文臣们则是一个个神情鬼 张巨鹿皱了皱眉头 谈谈翁又开始对着电梁发呆了 李扬武臣里头 除了顾建堂跟两位同为大将军的老家伙 手握京畿军防的杨慎姓说话 没谁敢不老老实实的竖起耳朵 老儿迷奸的杨慎姓 见殿上无人接话就大大咧咧走出 先对龙椅那边抱拳行礼 然后就望向蒋永乐 徐霄遭孽深重 生前当了北梁王 还得过大祝国头衔 天意是皇恩浩荡 如今死了吗 哪里配得上五十八 从恶意里随便挑个靠前的字 朝廷就算很对的起他徐霄了 老将军此言一出 蒋永乐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头低的几乎要扣到地面上 后背四品云雀官补则有明显的汗水浸透 赵家天子向后靠了靠龙椅似笑非笑 兵部侍郎卢生相出列 平静出声 臣以为徐霄当是抗字满朝哗然 这个嗜好 那可是恶事里很后边的了 被尊而忤逆上 几乎等同于将徐霄定义成黎阳王朝的乱臣贼子啊 很多人都望向比卢生相更前头的那席莽袍兵部尚书 臣之报 可惜一个稳如泰山的挺拔背影瞧不出半点端倪 然后昔日的北凉旧臣如今的皇亲国戚严杰西走出 去年霍峰洞渊阁大学室的严大人抖秀跪下 微臣以为安国大将军的说法更为妥当 这让许多希望这家伙不知死活 执意要给徐霄一个美式的臣子都大失所望 只是很快就让失望的文臣武将们会心一笑 国则剑又祭酒进兰庭悠哉悠哉的走出班列 陛下 臣赞同卢侍郎的提应 徐霄此人窃居北凉 大逆不道之举 庆竹难书 将其恶势武抗 才能安抚天下民心 赵家天子嘴角翘了翘仍是没有出生 当朝礼学宗师左祭酒 姚白风冷哼一声 不但初恋 沧桑老人还有意无意用尖头挤了晋三郎 一个量枪 这才开口 大将军徐霄与本朝功不可没无人能及 与之军功相扶的嗜好一列两字皆可 若是用上以武正定服远的还罪妥 如此一来更是喧嚣四起了 定力再好 氧气功夫再深沉的臣子也开始跟身边同僚 怯怯怯思语 徐霄军功事业 却都是朝廷赏赐给他的机会 大势所去而已 得恩不知感恩 这等贫富 如何配得上还以列三世可笑至极 姚大人 你就不怕此事一出天下寒心吗 有了晋三郎做了第一个撕破脸皮的大恶人 很快就有早已商量好的三位电阁大学士 连妹初恋 附和卢生相跟进兰庭的士康 一时间群情汹汹 许多挖苦的刺耳言语都冒出来了 熊州聚入姚白风气得是脸色发白 从头到尾在众人心目中最该给徐瘸子正言的兵部上书没有开口 最该火上浇油的张首府意识默不作声 期间 力部赵又龄跟户部王雄贵心有灵犀 几乎同时想要出列 结果被坦坦帮转头一个瞪眼都苦笑缩回了脚步 最终皇帝站起身后 面无表情俯瞰满朝文武 轻轻撂下一句就退朝了 功过乡邸 徐霄嗜好武力 在下御卵刀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 第253集 在那道圣旨约莫该到了北梁道边界的时候 有义骑与卿尘悄然出城 这位白衣男子携帖一杆梅子酒沿着玉道静止离京 这一天早朝在殿外沉闷春雷声中 司礼间掌印太监宋唐禄宣读了三道圣旨 礼部尚书卢道林辞去官职 告老还乡 由公部侍郎元国地补 陈之报辞去官职 封王旧藩西蜀 兵部尚书由侍郎卢白杰升任 京城震动 传闻有数位骨羹老臣 两将出列跪地 继部成生当庭直见天子 言语顾不得半点含蓄 直接了当诉说 莫不可将那陈之报放虎归山 还说北梁便是那牵车之鉴 养护为患一次也就罢了 怎可再让陈之报得势啊 皇帝陛下以无事退朝四字作答 如此一来 各自官圣一级的元国 卢白杰两位新任尚书都没有太多道贺声呢 一支百人精锐清奇护驾的车队已经看见那块幽州戒备 再往前没几步就是北梁道挂明黄色帘子的马车内坐着一位印寿间的大太监 捧着一只睡觉都不敢离手的金漆盒子 河内便是那黎阳朝廷四班北梁的告斥圣旨 老太监越是临近北梁 眼皮子就跳得越是厉害 不断告诉自己只要踏足北梁道辖境就心满意足 哪怕暴毙途中好歹也算把圣旨携带到了北梁道的土地上 不过他终究是心存侥幸 思来想去还是不认为那位年轻新藩王胆敢派人行刺或是拒收圣旨 然后马车突然停下 印寿间老宦官感受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掀起帘子 一看心一下子沉下去 幽州戒杯附近有不计其数的铁骑 一直蔓延到了视野中的一路尽头 降服元年春分后清明前护送圣旨的车队尚未进入北梁 便被两千北梁铁骑逐出三百里 同时有一支八千骑军兵临河州 珠楼军阵 还有六千兵马矛头直指河州铁霜城 圣旨不得入北梁寸步 塞外荒漠上有一起西行 腰间 配有双刀 男子穿了一身粗布麻衣 梁州 再往西 古有凤翔 林瑶 清仓 三座军阵 空厄中原上游 同时与铁门关 互为鸡脚 一起前置 广袤西域地带 只是如今三镇早已荒弃 沦为十数万流民的绝佳窝藏点 这些戴罪之深的亡命之徒 尤为骁勇善战 别说轻壮男子 便是富人与七八岁的孩子 只要给他们一杆木毛 就敢跟北梁假释拼命 梁州边军历来就有拿流民 阎武练兵的习惯 这些罪民的血性大半也是北梁铁骑逼出来的 不得不狗急跳枪 北梁游弩手的筛选 第一件事就是丢进这里 只给一匹马一张弩一柄良刀 然后自求多福 能活下一个月 才算跨过了第一道门槛 死了的话 连收尸都是奢望 早给那帮恨北梁入骨的罪民 边施边到碎烂了 这一骑西去两百里时 就遇上了刚刚投入此地的一伙未来游弩手 双方一触即发 根本没有任何言语 匹粗麻衣的男子轻描淡写 挡下了短弩传射和两拨冲锋 不曾伤人 这些精锐假释 无功而返 就不再奢望啃下这块硬骨头了 十数万鱼龙混杂的流民并不分散 主要集中在游东 往西 青苍 林瑶 凤翔 这三座从黎阳地图上除名的弃城 因为一旦分散开去 肯定就沦为北梁假释的刀下鬼了 流民少有兵器傍身 这样的散兵游勇 遇上有望成为北梁精锐赤猴的成队 假释 再不怕死 也得死啊 至于为何北梁不一股作气攻下三城 能活着就属万幸的流民懒得去计较这个 巴不得北梁王老人家把他当作一个屁给放了 不过听说这位人徒已经死了 他们半信半疑 一开始或多或少松了口气 然后三城都传言 新王上位要拿他们开刀立威 很快就要大兵压境 立即让人提心吊胆起来 一起临近青苍城 暮色中依稀可见几处村庄的炊烟鸟鸟 徐凤年牵马而行 跟村口一户泥污人家讨要了一瓢水 以下四口 一对肤色有黑的健壮夫妇和一对没斜穿的子女 眼神异常生冷 大概是被访客的腰间双痘给震慑住 才压下了杀人越货夺取马匹的冲动 当家的汉子忍着肉疼 从水缸底艰难咬起一瓢浊水递了出去 那人不是自己喝水解渴 而是抱舔天物的用作洗刷马鼻 这户人家的两个孩子 都远远地看着一人一马 眼神炽热 在这儿有把铁刀就容易活下去 至于有匹好马骑成 纯粹是件很奢侈的事情 有靠山还好说 否则就等同于在脸上写有贵求一死四个大字 徐凤年地环葫芦瓢的时候 邪眼瞥了下两个孩子 同样是看到 倒马关那儿有个志同 是为了心目中那个干干净净的江湖梦 可这里的孩子是想着被人杀时 如何杀人 两者有天壤之别 但没有对错之分 前马离去前 他从古囊囊的钱袋子 掏出一块分量很足的银子丢出去 那汉子接住了银子狠狠咬下一口 朝他咧嘴一笑 眼神中谈不上什么感激 没多久 汉子喊上了村子里二十几号青壮男子 提着家家户户可以少了暖辈娘们 独独不能少了的木质长矛 还有些壮士妇人和稍大的孩子也不甘落后 气势汹汹 挤住了那不小心露了黄白武的外乡游子 说是拦截并不准确 因为那家伙出了村子没多远就停下马 好似一直在等他们 那玄刀单骑 将钱袋子往身前空地上轻轻一扔 用地道的北梁枪说了一句 不怕死有本事就拿走 如此一来 反倒是没有谁敢率先轻举妄动 那一袋子银子当然有人啊 只是这人瞧着 不像是容易被截杀的短命货色 徐凤年见他们没动静 一家马赴 马蹄轻轻踩地前往那袋子银前 就在此时 一根木毛急速掠出 被削尖锐的长毛 直刺游侠胸膛出毛之人 市民高大皆是的少年 毛术是少年用刺杀无数只尖华杀鼠喂养出来的 自然是指哪刺哪准头没话说 只是木毛邻里 可惜徐凤年不知如何动作就调转了毛尖 轻巧握住了木毛 除了不知所措的狠辣少年 其余的汉子妇人都提毛后撤 以此跟少年撇清界限 徐凤年用毛尖刺透前囊 策马缓缓朝少年而去 前囊真知严密 滑落木毛中段便停下 马蹄不中 却是生生都敲在流民的心口之上 那剑材起义的少年没有束手待臂 不退反进面朝一人一马撒脚狂奔 不抛直线如蛇扭曲滑沙 身形灵活的少年稍稍掠过马头半丈处 脚尖一拧狠狠转折撞杀向马腹侧面 徐凤年随意伸手握住了少年的头颅 勾勾抛弃 毛尖直指少年父母 这时候那些汉子妇人身后传来了一声哀吼 一个骨瘦如柴的女童 两枪着冲出人墙 徐凤年皱了皱眉头 长毛在空中倒滑出半个圆弧 那少年重重坠地 躲过了被自家木毛穿透而死的命运 他摔得不轻 但是晃了晃脑袋竭力站起身后 将那面黄激瘦的小女孩护在了身后 死死盯住马背上席提木毛的徐凤年 徐凤年丢置出木毛 倾斜钉入少年和女童身前几步的黄沙中 他的目光越过少年头顶 望了一眼那帮流民汉子妇人 这才乐乐乐马将转身扬长而去 徐凤年赶在门禁之前 进入了城墙破败的青苍城 这里没有官碟一说 能活着就是最大的官碟了 谁管你的姓氏你的户籍呀 在这座城里你是张居禄张首府都没用 是皇帝的儿子也一样 恐怕只有是北梁那姓徐的才能说话作数 进城以后 徐凤年高坐马背打量四方 跟北梁辖境内的城池的确不像 跟是富饶还是贫苦没什么关系 倒马官也穷 只是倒马官内的路上行人活得安稳自在 青苍城内大街上其实不乏有锦衣绸缎的阔绰 不过汉子抛头露灭 不过人人自危相互打量都借心深沉 徐凤年轻轻抬头 看见了那栋城内最为高耸的狼烟剑楼 十数万流民将近二十年 只有四个人杀出一条血路自封为王 其中三人分别占了凤翔 灵瑶 青苍 割据自雄 最后一个藩王在灵瑶 凤翔两座旧军阵之间 成立了养活近万人之巨的门牌 手握青苍的这一位 因常年被北梁油骑炖刀子割肉 势力最为疲弱 不过性子吧 也是最为暴力 本名蔡俊臣 从今是位黎阳江湖上不入流的剑客 后来在这边侥幸出人头地 就给自己取了个不伦不类的绰号 又酸又长 就什么千双万雪梨花剑 一有成名剑客利林 就会被这位青苍之主请去切磋剑术 然后那些剑客就没有然后 那些配件都成了蔡俊臣的珍藏玩物 后面的北梁最近蔡俊臣弃城跑路的时候能更快一些 西夏龙王口口声声 总说有一天要带兵打到那座清凉山谁信 恐怕蔡俊臣他自己第一个不信 青苍城内的龙王府囊括了整座西城 按照京城形制也分出内宫城外皇城 所谓的皇城城墙也不过是高两丈有余的红漆城堡 不过城内一些电阁倒还真是花大血本 贴满了明黄色的琉璃瓦 好不容易有了那么点帝王人家的气感 都给高低不一的剑楼毁得一干二净 徐凤年在距离皇城大门还有一百丈 就给拦路关卡的一对皮甲不足结下 持有难得一见的鲜亮铁毛 为首的是为校尉模样的配刀壮汉 穿有一件旧南唐样式的铁甲 他瞥见那胆肥家伙的两柄配刀后 就再挪不开滚汤尸仙了 哈哈 有贼子擅闯皇城 而郎们就地格杀 二十余 持毛不俗呼喇一下就冲杀过去 没有任何的阵形可言 胆生在身形矫健汉勇无比 那校尉突然厉声大喊 等等 不足们硬生生止住了步伐 唐甲汉子抽刀指了指那名游侠 嘿嘿 小子 刀是好刀啊 此前给爷说一说你配刀的名字 抢铭刀不比抢娘们 后者可以不用管姓名的 也不懂联系娘们 却是爱惜好刀的汉子 哼 一柄秀东 一柄过河足 这都什么名字也忒没讲究了 不过听着倒是挺唬人的 有些失望的校尉提起刀尖指了指徐凤年 二十余持毛部族一轰而上 徐凤年神情自若 右手食指轻轻扣机紧握马将的右手手背 就在部族即将出谋将一人一马戳成刺猬的时候 有一骑突出皇城 一声雷鸣大鹤试图阻止部族的冲杀 不过仍有两名矫健部族收手不及 迅猛递出了铁毛 然后这两名守成卒子就怦然一声 连人带毛往后倒飞出去 好似胸口被一根巨利语剑穿透 炸出一大滩血水来坠地死绝 唐甲校尉有些眼力劲还算石火 我的个乖乖 这一手杀人无形的技艺 若不是一名武道小宗师 我就把自己的眼珠子挖出来 他拨转马头 对那名皇城大门策马奔出的将领 恭敬低头抱拳 末将见过征东大将军 被尊称为征东大将军的中年将领 有意无意瞥了眼徐凤年的脸色 察觉到那人嘴角有一丝生冷鸡翘 这位粗粒汉子竟是老脸一红 他的这个大将军自然是也的不能再也的路数 清仓之主蔡俊臣给封的官职 封赏功臣给些什么二品三品的官职头衔 反正不要他蔡俊臣半颗铜钱 除了他这个征东大将军还有安西 马士族不占半数 贺大杰神情凝重 朝粗马男子一抱拳 竭力的平静出生 我王想请公子入宫一叙 公子意下如何 好 他好像依旧没有已是涉足龙坛虎穴的觉悟 双手握住江省望向城门 青桥马蹄踩踏在青玉石板上以尝清脆 贺大杰跟在这一骑身后神情复杂 此人才进城时就有密信传入龙王府 把他们那位夜夜生歌不早朝的清仓王是吓得不轻 赶忙召开朝会 城里除了贺大杰 还有一位巡南大将军蒋恒 加上王后和猫狗三两只的文武百官 对着一幅画像是争执不休 蒋恒执意要将这位昔日的北梁世子殿下先宰了再谈其他 这等机会千宰难逢 过了这村就没这地儿 反正北梁新王本就有意要拿十几万流民陪葬老王 横竖都是一个死字 杀了画像上那丝退一万不说 即便是惹恼了北梁铁骑 大不了带着这颗头颅和数千精锐逃往北莽南朝啊 蔡俊臣特地问过了清仓掌管碟子的心腹 询问北梁是否大举沉冰边境啊 得到的答案是否定 画中男子是单枪匹马出梁州 只身一人进入了清仓城 这让胆小谨慎的蔡俊臣就有些愈发吃不准了 难道这叫我活腻歪了 真以为靠着北梁王的身份就可以在流民之地以得服人 要我脱了财穿上没几年的龙袍 那头变败 蔡俊臣禁不住大多数文武臣子的怂恿叫嚣 一咬牙决心见他一面 且听他有何打算再做相应权衡 百利而无一害 过了城门还有一道宫门徐凤年突然笑了笑 贺大姐听说你还有方才那个守门校尾杨润玉 他爹杨游学 以前在南唐都是北梁部军副统领顾大祖的部下 陈年往事不值一提 古老将军当上了北梁的大官自是好事 却也轮不到本将去道贺 哼 北梁的部军副统帅不过是从二品而已 只有阴文鸾跟袁左宗才跟你的征东大将军品质相同 说到庆贺 该是顾大祖来给你庆贺才对 被挖苦至极的贺大姐冷哼一声 宫门大开走出十几号人 居中的竟然不是蔡俊臣 而是位凤冠侠配的贵妇人 宫墙内建有两栋箭楼 很快就有人弯弓射箭给徐凤年来了一记下马威 是诗传多年的西蜀莲珠箭 母子莲心箭 两箭长短不易击射徐凤年的面门 徐凤年拂袖先后接下两根羽箭横在胸前 一寸一寸折断 随手丢在地上 看见号称清仓第一号高手的巡南大将军蒋恒抽出刀走下台阶往自己这边大摇大摆走来 徐凤年转头对贺大杰笑了笑 哈哈哈哈 这就是你们清仓的代客之礼吗 是敬酒是罚酒 得看本事而定 徐凤年笑了笑翻山下马 蒋恒如同一匹脱疆野马滚刀直撞而来 气势不可谓不灵人 只是当他相聚年轻北梁王三丈之时众人就见着了匪夷所思的阴 蒋大将军刀法如虹 分明是先生夺人占了上风 可这还没把刀子往那粗麻客人身上招呼呢 咋就身上开始冒出了一条条涌泉式的星红血柱子了 这可是形如战马撞入磨刀阵的凄惨场景啊 旁人觉着莫名其妙 巡南大将军自己醉势如坠云雾 脚苦不跌 赶忙杀住了无异于自杀的刀士 就要果断后撤 臂气锋芒芒 身上被无影无踪的尖锐利器戳出了六个窟窿 他都不知道跟谁喊冤诉苦去 莫非眼前双手插秀 分明离腰间双刀还有两尺距离的年轻人 是一位精通秀礼乾坤的暗器高手 蒋恒本来想着给龙王府争取一些颜面光彩 清仓才好跟那北梁讨价还价呀 这一下绝了这份念头就想着先退回去止血那才是头等大事 不过眼前一画腐黑 巡南大将军这辈子就彻底没下玩了 徐凤年一手提着讲横滴血地面的脑袋 一手扯住无头尸体的衣领 斜向上重重一抛砸向了射箭之人所在的箭楼 顿时围栏碎月徐凤年丢出的头颅屋恰好一路滚到了台阶底 敬酒不吃偏偏喜欢吃法酒 贺大姐脸色难看 抹然下马徐凤年提了提嗓音 缓缓向前走去 让蔡俊臣滚出来 本王这趟入城 已算是给足你们清仓面子 给脸不要脸的话 想横就是下场 做一国皇后装束的狐媚妇人抬起手臂 身后宫门甲氏涌出了不下两百 在台阶下急阵而战 宫墙之上 几乎同时冒出了密密麻麻的弓箭手 也有十几位江湖气味很浓的老者 汉子守在那妇人身旁 龙王府精锐清朝尽处 徐凤年环视一周 皇城城门已经关闭 城门外也有数百甲氏迟茫蜂拥入城 看来是打定主意 摆好阵仗来一出兴师动众的关门打狗了 那妇人推开一名小心 护在身前的高手护从 瞥了眼抵在台阶底部的头颅 抬起头娇媚笑道 北梁王清仓的待客之理不算小了吧 你要是还能接下 奴家最敬重英雄豪杰 亲自伺候你沐浴更衣又何妨 徐凤年勾了勾手是以龙王府尽管出招 头一批三十几名甲氏为啥而来 徐凤年双手还胸无动于衷哗啦一下只见头一个圆圈的三十几颗头颅就高高抛起了第二波甲氏来不及停顿又是头颅腾空飞起了这两波人就像是被顽童打旋挥刀割骨刀般都给从肩膀上割下了 那瞧着如青楼花魁的美艳妇人也当真是心狠手辣 翘脸上没有半点京剧 法号施令 继续冲杀 所有校尉各自抽刀督阵 擅自后退者 格杀勿论 事后灭族 今日摘得手工之人 可得寻南大将军讲衡一半家产 徐凤年闭目凝神三波假释悉数失手分离后也学聪明了些 围杀之阵越来越悉数只是仍逃不掉掉脑袋的命 好在阵亡的人数很快就被工程内的假释补上 工程皇城之间的广场目前还是假释越来越多的趋势 一名续了山羊胡须的老剑客凑进了妇人轻声禀告 王后应该是江湖上极为罕见的飞剑术 老朽若是没有看错与那无家剑种有几分形似神似 不管什么飞剑不飞剑的 本宫只想知道这样的宋司何时是个尽头 此次内力修为比之上成飞剑术并不算如何惊世骇俗 老朽猜测战死个两三百人也就是这丝的强弩之末了 届时王后娘娘让外加高手一顿蛮横冲杀 约莫就能见功了 仅是外加高手未必够看吧 本宫觉着还得你毛老爷子这样的剑术明家帮忙掠阵才行 嘿嘿 王后所言甚是为王后排忧解难 毛毕山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有一名背负常见的魁梧男子跨过宫门门槛走到妇人身边 跟同辈龙王府一位重用的毛毕山一左一右 王后娘娘 吴家剑种的飞剑术通神入旋之后 无需太多内力支撑 心念一起飞剑便知 如此送死 并不明知 哟 顾飞青 何时对内密不外传的吴家飞剑术都如此之根之底了 莫不是这些年你藏了桌 我其实不姓顾姓吴 与桃花剑神 身世相同 是剑种某位剑仙的私生子 顾某只是传达宫中唐大供奉的原话 一听到唐大供奉这个称呼 毛毕山立即尽若寒蝉 清仓当下掌权的都清楚 蔡俊臣能够小人得志 归功于那位善于自建枕席的王后于柔柔 蔡俊臣这二十年里从一名无依无靠的流民做起 先后给四任豪强当过手下 靠着于柔柔的夫人帮交 每次都是身受其中 然后每一次在雨衣丰满后果断的反骨背叛 传闻他多年以前遇上了一位贵人姓唐所学博杂 武道境界更是深不可测 原先的清仓城主阮山东 如果不是姓唐的汉人出手 在最后关头将其擒拿 蔡俊臣差点就反叛不成反被宰了 这尊大菩萨被这对夫妇尊为老供奉 最近几年已经不再出手了 除此之外 龙王府还有另外两尊供奉 修为深不见底 例如毛毕山已经是临近二品小宗师 每次见着三尊年岁相差悬殊的供奉都要心生敬畏 徐凤年睁开眼睛 伸手一探 玉器抓过一根铁毛 他已经没有耐心要闯宫了 当徐凤年持毛走向宫门 台阶下假释的呼吸显然急促了许多 呵呵 既然北梁王要入宫 那奴家就先给北梁王让到了 呵呵 毛毕山在内十几位江湖英犬都小心翼翼护着王后 主动让出了一条入宫道路 徐凤年走上台阶静直跨过门槛 鱼柔柔望向这个英俊男子的背影 怨然一笑 宫内广场以乌青巨石扑九 墙角跟下种植了两排低矮桃树 依稀可见 桃树上参差高低挂了许多把剑桥 等徐凤年走入广场 那位母仪清仓的王后娘娘就坐在那道门槛上 斜靠书筑长裙拖曳在地 侧头笑咪咪的望向这个堪称是愣头青的新凉王 徐凤年走到广场中央一块巨石上用铁毛底端敲了敲砖石 敲击声响铆腔有力 从金鸾殿中 仅仅走出了一名羊球狼帽的高大老者 徐凤年仍然没能看到蔡俊臣的身影 抬头看着那双手空空的老人 唐华馆 黎阳教告名列前茅的老碟子 精通练气和剑阵 听说阮东山就死在你手里 阮山东不过是北梁木寮李一山安插在青苍的尖细 私有余辜 一层绚烂桃花剧烈摇晃的下 一人从树上重重跌落 这位不修蝙蝠的魁梧汉汉子席地而坐 然后用半生不熟的流民方言骂骂咧咧 唐花馆吵什么吵 最烦你们这种杀人这些唠唠叨叨的 搞得跟老乡好似的 要打就赶紧的 徐凤年瞥了眼那中年汉子皱了皱眉头 那人认得他徐凤年不难 可北梁谍报上一直没能得手此人的确切消息 但徐凤年仍是猜出了他的身份 这让徐凤年感到有些棘手 北莽之行 拓跋春笋让徐凤年吃足苦头 但是印象最为深刻的还不是拓跋菩萨的小儿子 而是一个叫崇潭的世家子 他当时身边有公主坟出身的女子假扮贴身侍女 徐凤年领教过他那大开大合的血杯手 崇潭的父亲正是北莽十二位大将军中的崇神通 叔叔则是北莽十大魔头中实力仅次于洛阳的崇良 崇神通不可能放着大将军不作来清仓城小打小闹 那就只能是北莽江湖里头排名忽高忽低 看自己心情的崇良了 洛阳曾经亲口说过 他身后的九个魔头也就仅有崇良能入他的眼 徐凤年转过身望向那絮絮茂密的魁梧男子 崇良 诶 你怎么认得我 哦 崇贵其实是被你上回去北莽赤手杀的 难怪我上回瞅着那尚未过门的女子就不对劲 在下玉卵刀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254集 徐凤年则陷入沉思 崇良出生打断了徐凤年的思绪 姓徐的 小心些 唐老儿静身肉搏 是个废物 只不过跟他相聚十丈外 有着踏实出天花乱坠的御剑术 不说只玄境高手 便是我应付起来 也有些吃力 之所以跟你说这个呀 不过是怕你不小心早早死了 我没脸皮拿你的头颅回去跟女帝陛下讨要打赏 崇良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不花费一文钱在那里装好人 可徐凤年不敢掉以轻心 御榜相争渔翁得利 崇家大魔头只能在青苍城杀了他 不管是如何手段 对北莽都是大功一件 所以既要留心唐华馆的玉器剑阵 更得注意地方崇良的趁人之位 况且龙王府的供奉老爷 还有一尊迟迟不敢露面 唐华馆单手按住地面 缓缓拔起 随之而来的是 桃树挂剑开始摇摇欲坠 树枝所悬似是鱼柄无翘剑的剑尖无一例外都对准了身处广场中央的不速之客 唐华馆空闲的那只手开始掐剑绝 幻觉如波空喉 眼花缭乱 徐凤年自打在幽艳山庄亲身领教过南海观音宗那批人间仙士的身手对练气意图就上了心 唐华馆此时宁气赤轨的手法应当是地废山一脉 古老道门绝学无声雷舞 唐华馆五指尖紫电缭绕 不过比起柳浩诗当初孕育出来的雷池自然是差了许多气候 但仅凭这一手在青苍城当个供奉 已然绰绰有余 徐凤年泰然自若的提毛架势 门槛那边的鱼柔柔等人有些富肥冷笑 这黄毛小儿练气势就是一架工程的投石车 远攻威势可谓不可匹敌 得找机会跟他们贴身肉搏才是正法 以为挨打的话只能疲于应付 想必这小子也就是个空有修为 却不知江湖深浅的虫儿 那小子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大供奉蓄势到巅峰 如此拖大是有所依仗还是懵懂无知啊 这位藩王恶名在外 可既然能让那小人徒自己主动离开北梁 他则顺利嗜血网替 我想怎么都不会是外界所传的浮潜之徒 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些 唐大供奉守法玄妙势不假 北梁王未必就没有一战之力 甚至连胜负都不好说 确实只要脑子没被驴踢 谁都不会跑来清仓送磕大好人头 想来姓徐要么暗中有高手照应 要么是真的修为艰深 不只是先前欲见术 牙香本领还在后头 真没想到仁徒自己不过是二品五夫的小宗师竞技 倒是两个清除于蓝而胜于蓝的好儿子 要我说呀 既然有了这份天赋 加之听朝阁这座武库做什么吃力不讨好的北梁王啊 去江湖上闯荡多好 还能让赵家皇帝放心 说不定一高兴就赐下天下第一的金子招牌了 王老怪不是喜欢自称第二吗 如此一来两人都名正言顺 渐渐直指提毛年轻人的无翘剑 终于挣脱束缚离开桃树 由东西双向压向广场中央挂剑纷纷离枝 搁起许多淡金贩子的花瓣 四十余剑身光华与唐华馆手掌雷光营绕 有异曲同工之妙 徐凤年甚至不用铁毛就可以窥然不动 以剑阵防剑阵 必定是他的顿更为坚固 照够老碟子的毛无功而返 其实十二柄灵溪剑种飞剑的精髓不在飞剑本身 而在每一柄剑所蕴藏的剑意秘术 别看徐凤年这几年只练刀养衣顺带偷师练剑 可身边除了有枪仙王秀的女儿 有刹那枪 还有徐彦兵跟韩劳山这两位枪法可拍天下前三甲的高手 耳濡目染 一根铁毛在手 那也是呼啸成风雷霆万军之时 每一次出毛都直接砸碎一柄尽身力剑 四十余柄赤雷伏剑在铁毛一击之下竟是孱弱的如纸壶一般 唐花馆眼神凝重不说王后鱼柔柔跟毛骨两位客亲都是大开眼界重量又是老神 在在身边桃花被剑气牵扯撕裂的满天飞舞 然后重大魔头看见一剑被铁毛挑向自己头颅 满嘴桃花的北莽高手含糊吃笑一声任由沾染浮露气息的飞剑直直刺向头颅 不曾想在剑间即将抵住重量眉心之际 他分明不但没有任何动静 甚至都没有半点气机流转 飞剑竟是滴溜溜一转 欢快如飞燕环巢 在重量双肩肩头附近不断回旋 直到剑上灵气消散才颓然坠地 这一点不说鱼柔柔 以及毛毕山顾飞清两位用剑高手 恐怕连练气是唐华馆都不能理解其中的玄妙 只有徐凤年心知肚明 江湖上曾经有个传言 南海有龙女剑术以通神 风高浪快一剑万里行 那绰号卖探妞的赤脚年轻女子 就曾经在幽艳山庄显露了这么一手跟重量雷同的记忆 当时连徐凤年剑胎圆满的飞剑都对其是温顺异常 差点就要临阵倒戈 归功于那卖探妞是百年一遇的剑佩 天生能让明见亲近如见故人 徐凤年本意是略微试探虚实 大致确认虫魔头的金粮 不曾想虫梁还真是实诚 就这么大大方方的露底了 毫不掩饰他的剑佩天赋 唐花馆嘴唇微动默默念咒 双手往下一样龙王府深处略出了第二波飞剑 也就是五十几柄而已 当重量瞧见被飞剑压顶的徐凤年那一手胡枪术 惊讶一了一声 双手揉了揉眼皮子 嘿 还真是王秀的胡子爵 好小子 学什么像是吗 有我的风采吗 重量目不转睛看了会儿功夫 转头对门槛那边的王后娘娘 做了个索要一根铁毛的手势 三胡成事 三室成小园 三小园成就一大园 生生不息 当初王秀便是以胡子爵跟同为四大宗师之一的伏将假人 足足厮杀了三天三亿 传闻王秀最后一个胡囊括了方圆三里 飞鸟死爵寸草不剩 胡枪不胡时我便死 一直在流民之地隐姓埋名的重量破天荒的有些手痒啊 胡枪之中有些有崩雷和拖枪两句 唐华馆的横竖两剑阵很快就支撑不住 徐凤年最后一壶已经涵盖了整座广场 出毛之后徐凤年眯起眼睛有些匪夷所思 这位老供奉的狗急跳墙也太仓促了些 别人狗急跳墙那都是为了逃命 照够老蝶子竟是不要命的提剑一柄 直接任由铁毛穿透腹部 强弩之末的月身提剑刺向徐凤年 徐凤年侧身躲过那一剑 轻轻伸出一只隐隐约约绕绕红缠的手臂 按住唐华馆的头颅往下一压 逼迫及下跪在身前 临死之前蹊跷流血的唐华馆艰难动了动嘴唇 眼中并无记痕 反而有种解脱的豁然 赵志的密令 可赵志哪里会是菩萨心肠的妇人 徐赵两家的情谊 其实分为两份 一份是徐霄跟先帝 一份是母亲跟赵志 可这两份都已经在上次入侵时 在九九馆外边烟消云散了 何况流明之地跟黎安王赵氏之间 还隔着一个兵马雄壮的北梁 哪里轮得到赵志来指着花脚 徐凤年木然心头一惊 他连天子的圣旨都敢拒收 虽然也无所谓赵志的心机 但是也许算错了一件事 这让徐凤年感到一丝不安 不过此时也容不得他临时改变既定计划 大不了就用上最笨的法子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就看到头来谁是螳螂 谁是黄雀了 门口顾飞轻抛了一杆铁锚给门内的崇良 崇摩头掂量了一下 贤熟耍出一记枪块 毛身颤出一阵赏心悦目的微妙糊涂 崇良一毛在手脱毛而走 毛尖在青砖地面上哗啦啦滑行 崇良的脚步并无规律 时急时缓 看似随心所欲 几个眨眼就一言不发杀到了徐凤年身前 手握铁锚底端笔直轮出一个大壶 便砸向徐凤年的脑门头 徐凤年手中与崇良同等制式的铁锚 斜溜画壶横竖 两毛一撞之下徐凤年第一时间便将铁锚脱手而出 不去接下撞击给铁锚带来的冲劲 却也没有离手太久 不等铁锚被虫摸头击落在地 转瞬之后 便握住了仅剩气机余韵的铁锚 在外行看来徐凤年是始终握紧铁锚硬碰硬 跟崇良来了一次交锋 徐凤年虽然是耍了心眼 躲过了第一波在铁锚上做洪水 轻泻状的凶险气机可是重量赋予铁锚的雄魂 内力竟是出人意料的巨大 徐凤年握住铁锚之后 不得不抖腕使出崩子绝震散了毛上的残留气机 只是高手过招 少有枪先王秀跟福将假人这样 没日没夜的纠缠厮杀 往往都是一步错 步步错 胜负力盼 徐凤年崩子绝后才卸去自己铁锚上的劲道 崇良就继续以王秀授护之势 咄咄逼人 迫使没有回旋余地的徐凤年 只得继续保持横毛的防御姿态 再次硬扛下这一胡 徐凤年身形道华的同时 双膝未屈 以此卸去崇良 狐毛卸下的磅礴气机 崇良手持铁锚如影随形 始终将毛尖搁在离徐凤年眉眼一尺的地方 甚至没有立即使出立竿见影的崩子绝 刚气欲吟欲献 肆意地嘲弄徐凤年 徐凤年从两棵桃树中退过 即将背靠攻墙时便不再后退 挽出了一个小幅度的狐枪 似乎是要拼死 拦腰狐杀了那崇良 崇良云淡风轻得很啊 没有收毛 毛尖趁此缓缓往前推出半尺 竟然是与徐凤年一命换一命的亡命图座的 徐凤年没有任何的犹豫 胡枪照旧去世不减 不过与此同时 左手握住了左腰所配的秀东刀 这柄白狐脸割爱的赠刀 可以算是徐凤年最为亲密熟人的拼头了 陪他一路走完了 离阳北盲两趟江湖 当走仰异意图的徐凤年握住了秀东 那就是一番截然不同的气象 如同手无寸铁的龙王斧二供奉 变成了卧毛的虫魔头 崇良的眼神凉了几分 体内气机流转 语发迅猛 随之犯起了心念万千 到了换命的景妖关头 这小子仍旧不是想着靠旁门走到逃命 而是生怕狐毛拦腰扫死自己 得临死再补上一道才能放心 这小子莫不是真不把北梁王当什么藩王了 还真有玉石俱焚的决心 崇良视线瞬间转为炽热 毛间钢器 撕那被抛出炉子的熊熊炭火 在徐凤年铁毛扫中崇良的同时 虫魔头的毛尖连同钢器 一起轰砸在徐凤年眉心一袋 电光火石之后 饶是武力蛮横无匹的崇良 也横掠出去三掌 仍是没能全身而退 尖头被撕出了一条生可见骨的血槽 崇良望向那个撞塌弓腔的年轻男子 比他自是更为下场凄惨 已经丢弃铁毛 刀却也归强 眉心一点星红不说 双眼之间血肉模糊 不过有红丝如纤细赤蛇 从双袖攀附双臂 再由脖子向上 从两鬓爬上眉眼 让人瞧着就倍感胜任 崇良显然有些恼火 嘀咕了一句 刀法有点像是顾剑堂半吊子的方寸雷 这附龙术 难不成是人猫的指悬 嘿 早知道就再多出几分戏里 说不定你还能做得更好一些 哎 可惜接下来呀 没我啥事了 宫中广场上的变故 让人应接不暇 先是唐大供奉 空有扶阵傍身 直接了当 死在了姓徐的手上 然后二供奉梁忠 出奇的强大无匹 仅以一根普通铁毛 就打得那年轻藩王 眉眼绽放鲜血 接下来的态势 就愈发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出身南疆的三供奉露面以后 没有急于跟二供奉联手 只是轻描淡写 用深紫色的五指 从袖中拎出了一只锦囊 然后就扶袖卷起漫天桃花 席卷了二供奉 以至于宫墙下两排桃树 都成了乌花枯树 那会儿毛顾两位客星 才知道扶阵的精髓啊 根本不再气势汹汹的两拨福建 而是不起眼的 粘独桃花 毛毕山已经脚底抹油了 一只忠于龙王府的顾飞青 也顾不得礼仪尊卑 摒弃宁神 一把按住王后娘娘尖头 往外一丢 冒死关上宫门后 才走出几步路 就鸡翘躺出黑血 倒地身盲 南疆有神仙谷 砖杀神仙 这个神仙自然不是逍遥天地的陆地神仙 而是那之下的一品三镜 三供奉的桃花神仙谷虽然已经很不俗气 却也没能夺去重磨头的性命 而是被重量一毛钉挂在弓墙之上 匪夷所思的是老人竟能发出集结音效 双手按住铁毛一寸一寸地将自己的身体拔出承蒙 坠地之后嗓音沙哑 坐着跟一直袖手旁观的年轻人笑脸说了句 封住人里缘因之命 共赢北两王 这才瞪大眼睛死绝 要去这位死尸性命的不是那根毛 而是桃花谷本身 不过重量也没能毫发无损 用手指抹去从耳孔流淌到鬓角的黑血 性命无余 道行修为毕竟还是受到了影响 慕容宝鼎跟红敬炎就在此时出殿 满脸落腮胡子的重量在默默疗伤 徐凤年蹲在北凉年迈死尸身 前替老人合上双眼 宫墙之上大殿内缓缓走出一行人 徐凤年在厅朝阁秘荡上曾经见过慕容宝顶的画册图像 站起身后听到这位半面佛持节令笑问 本王身边是天下第六的钢瘤子 不知徐远兵身在何处 徐凤年笑了笑没有说话 你小子真是一个人来的青藏场 这是要以自己做鱼儿钓鸡尾大鱼 钓鱼不假 不过是自驾的谈不上钓什么大鱼 徐远兵来是肯定来了 不过本王不知道在何地 更不知道他在何时出现而已 慕容宝顶看着在墙下那边泰然自处的年轻人 有些由衷的欣赏 有些理解当今赵家天子为何独独钟情于臣之报了 以后等到自己坐北朝南 君临天下 有这般气态的风流臣子站在庙堂上 不说其他 光是看着他们站在那里 实在为自己效命 就很能赏心悦目了 哈哈哈哈 徐凤年 你可能不知道 一截柳才是本王真正的第一章子 你与他的恩怨 本王可以既往不救 徐凤年摘下腰间过河族横放眼前 轻轻喝出一口气 一颗颗紫雷滚落在刀鞘之上 轻轻弹跳 刀上有九雷连珠 这些都是当初他与柳浩市一战得到 可以称之为价值连城的遗产 徐凤年望向并肩而立的慕容宝鼎跟洪敬炎说了句连这两位当时最顶尖高手都听不太懂的言语 王先知的心态我八百年前就有慕容宝鼎瞥了眼翘上滚雷有些意外 虽说武学浩瀚有不计其数的旁门左道 不过只要是能跟练气室沾边的都算上乘身后那对年少兄妹更是对此再熟悉不过了 北莽就有练气室宗师经鱼采鞋雷电 财迷少年跟吃货少女聚在一起死死盯住那九颗货真价实的紫色天雷眼馋得很 只要被他吞入腹中瘟养个几年到时候就可以肯定把身边这碍眼的死胖子揍成猪头了 红敬炎始终神情刻板武道境界到了他这种高度无非就是以不变影万变 徐凤年左手过河足刹那出窍刀速之快以至于脱离手心的刀鞘逆向撞入攻墙 徐凤年手臂循着王秀的胡自爵一抡一刀劈下酒雷萦绕紫瞎耀眼 崇良很不客气地遇回了被徐凤年舍弃的那杆铁毛 一只单手持毛这回总算是双手握毛了拿出足够的重视应对那柄出窍刀 长毛横弯趁着雪亮刀锋还未临练 五顶毛肩已经指向了徐凤年的腰间徐凤年没有刻意收拾转弓为首 只是轻轻松松人随刀刀尖骤然一拧愈发急速下坠身体也就被强行向前拨前了数尺距离 滚刀数还是滚刀数 只是比起寻常刀客的滚刀多了太多的玄机 一毛无缘无故落了空 崇良是眼前一亮 借着狐毛静道 毛虎深意走虎 在旁人看来就是一个人跟刀走另外一个不甘落后 那就人随毛走 起先慕容宝鼎眼中含笑 对那小子的滚刀并不看好 只是当之后徐凤年刀是看似杂乱无章却能恰到好处到刀正面披向崇良的面门四指外 这就有些让半面佛皆是惊讶到 不断闪避着崇良皱了皱眉头 这两种质子胡乱挥刀的光塘滚刀数还真是前所未闻啊 徐凤年每一次滚刀纸面便悬停一颗紫雷 九次之后空闲右手猛然紧默 九雷藏有九柄飞剑凝聚城镇将崇良围溃其中 徐凤年根本不去看崇摩头如何应对一手虚空胡乱拍下 一直敲在过河族之上 广场上许多先前残留下的废弃福建都从地面上灵溪跳起 轨迹扭矩的朝崇良灵力刺掠而去 跟霸气无匹的雷池飞剑以及不可猜测的胡家拍子一同成就那辉弘气象 胡自觉三胡城市徐凤年此时这三胡 分别偷试于宋念卿 薛宋关跟南海炼气室 看似是风马牛不相及 却被荣于一炉隐约有了气吞万里如虎的大宗师境界 哈哈哈哈 好看也挺实用 就是太乱了点 距离返谱归真的天象境界还是有段路长 崇良在阵中疲于应付三胡 哥在往常以他的罕见天赋躲都不用躲 但是怕就怕在他不躲就掉入了陷阱 何况果有子雷座衣裳的剑种飞剑不再亲近于他这个天生剑配 九种剑气各有杀技 这才是真正的杀手剑 崇良双手紧握的铁毛已经被子雷削去矛头 从那家伙左手刀出窍到现在为止 崇良竟然没能有一次的还手之力 崇良先前之所以故意手下留情 除了有折辱年轻繁忙的念头 还有就是看不惯那小子练刀配刀却偏偏刀不出窍的作态 敢摆架子摆到他崇良头上 此时才知这位年纪轻轻的北梁王索学博杂 丝毫不输他崇良出刀之后更是气势如虹 崇良这才不得不收敛了轻视 把他当作了可以轻力一战的对手 崇良当然知道 眼前站在武藏外的年轻人花样叠出 杀招除了果雷飞剑 肯定还留有一手更为压相抵的绝技 崇良猜想定然是那右边腰间余下的第二柄刀 徐凤年出招 崇良接招看似是繁复漫长 其实不过是短暂几次眨眼的功夫 福建已是全部折断落地 崇良的铁毛也已经被削去大半 长毛成了长刀 索性崇良天资太高啊 不管学什么都轻而易举 比许多成名高手一辈子钻眼都要走得更远 断毛在他手上敲击子雷飞剑 声响红亮如撞击数千斤重重 龙王府外是清晰可闻 每一次以毛撞剑崇良对于每一柄雷中飞剑就多一分感知 当他面无表情的持刀年轻人右手终于按捺不住 悄悄一动 崇良 瞳孔畏剑 直到那几右手刀马上就要出窍现世了 局外人慕容宝鼎跟红敬炎几乎是同时轻轻叹息一声 徐凤年的的确确握住了右手秀东刀柄 可出手的不是秀东而是手中无翘的过河足 徐凤年虎口战略鲜血四剑 足见过河足去世之快快到连握刀的徐凤年都无法完全掌控 徐凤年这一次还刀则是还给了过河足的刀鞘 这一趟刀柜翘直接穿透了这尊北莽魔头的胸膛 只是没能死在当场 三供奉之前是把身体向前拔出铁帽 崇良则是直接了当 透过过河足的刀鞘撞到宫墙逃离顿走 徐凤年没有追杀 他只是看了眼坐地而死的北梁蝶子 算是被老人报了那一毛之仇 唉 本来以崇良的本事 一开始就全力应付 哪里会这般狼狈不堪 他的天资真的很高 在洛阳之前 曾是北莽游金刚进入止玄境最快的一个 甚至要快过当年黎阳的李纯刚 这是天大的好事 但也是不晓得坏事 就万万躲不过提了刹那枪而来的徐掩兵喽 洪敬炎犹豫了一下刚要踏步 哼哼哼哼 想好了 朕要从徐掩兵手上救下崇良好去跟本王的姐姐恃好 别后悔啊 洪敬炎能跟陛下隐瞒持杰令的南下密室 持杰令就不能等洪敬炎的谋而后动 慕容宝鼎没有说话 摇了摇头 两人就此分道扬镳 等红敬炎 一掠出了龙王府的皇宫 慕容宝鼎喃喃自语 不敢豪赌 如何豪去 这位耕漏子 别看他武道修为高 其实在本王眼中 比你差远了 方才本王还许诺他 与你分战南北院带王 现在看来 真是在羞辱你呀 徐凤年 徐凤年一口吸气 吸掉了那九颗子雷 在玉器拿回安静再翘的过河族 随即抖落了刀鞘上 那些重量的鲜血 要是你慕容宝鼎 面对这一刀 结果会是 两人之间 没有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 慕容宝鼎懒洋洋坐在台阶上 哈哈哈哈 本王可以预料到那一刀 但是多半躲不过 不过呢 就算你的刀敲中本王心口 这也辞不穿 不是本王小觑你 实则天底下能有这份本事的 王先知跟拓跋菩萨徒手就可做到 当太鹅的剑也行 至于其他人嘛 难度不小 啊对了 还有金刚怒目的李当心 所以就算洪敬炎失心疯了 掉头来杀本王 本王也不太当回事 慢悠悠跑回北芒便是了 说不定还能跟你们几位 唠唠家常 连徐远兵的刹那枪也做不到 这个 本王依赖不知他的真正深浅 二来若是说他做不到的话 你也只觉得是吹牛皮 徐远兵不跟你打 自然有人跟你打 美的商量 非要倒打杀杀 徐潇生前一直懒得理睬你们 我这辈子 也不会跟北芒谈生意做买卖 原来你比本王想象的 要愚蠢很多 这句话也还你 在下御卵刀 欢迎继续收听 雪中汗刀行 第255集 清仓的蝶子头目 其实是北芒安插的棋子 在跟蔡俊臣谎报军情后 早已不知所踪 他说徐凤年是只身一人进入流民之地 北梁并无大队兵马压境 其实只说对了一大半 入境的除了这位本该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的年轻北梁王 还有浩浩荡荡千人齐队 只是披甲之人不足护驾百骑 其余八九百皆是身披袈裟 一颗颗光头 很是扎眼 竟然是大队僧人悉行的画面 马车就一辆 附近有一头体型巨大的黑虎四处奔走 时不时驻足转头等待马车 两旁百骑尽是重马重甲 正是去年撕碎北蒙南朝三座重镇的龙象军是北梁精锐铁骑中的精锐 北梁历来亲佛 尤其是黎阳朝廷灭佛之后 无数的僧人和尚都逃难到了北梁道 这块好似世间仅存的无忧净土 然后新任北梁王在近期突然一指令下 要梁州境内所有僧侣进入流民之地宣扬佛法 并且承诺有铁骑甲士保驾护航 大多数外地僧人都生怕裁入狼窝变入虎穴 一时间都持有观望态度 好在那位北梁王也没有为难 仅是让梁州本地的六百僧人集结西行 不得抗拒 在折服青荣冠多年的北莽大碟子青淮道人 被北梁英损绞杀后 本是江南道明僧的黄灯禅师 当时亲眼见到了老道士的身死盗宵 老禅师就成为了青荣寺的新住持 此次新梁王下旨僧人西行流民之地 年迈禅师是第一批主动赴梁州的僧人 也是其中名气最大的一个 因此黄灯禅师被北梁特许乘坐马车 殊荣卓然 不过老禅师这一路上都显得有些坐立不安 老禅师之所以不得自在 源于马车内坐着那位新梁王的弟弟 是那个去年在边境上血腥屠城 加上坑沙降族的徐龙像 如果仅是如此 高僧还不至于太过拘束 主要是这位殿下不像以往那样赤俗黑衣 而是披了一件极为诡诀至极的鲜红甲昼包裹身躯 只露出了双木杀气 冲颖车厢 可怜了被誉为满身佛气的黄灯禅师啊 离青苍城还有些路程有一只油损在低空盘旋 听到声响的福甲猛然起身离开了马车 披甲少年开始疯狂奔跑 这一句红甲在进入位于最西位置的龙王府之前 已经用一条直线撞裂了整座青苍城 大金刚径对敌大金刚径 此时崇良才破墙而出立即就有人破墙而来 何况这家伙还是一身鲜红 关键瞧着像是相当值钱的家当 这让财迷少年瞪大了眼珠子很是羡慕 比起哥哥还要更天赋异禀一些的吃货少女 也不例外躲在了慕容宝顶的身后 探出一颗脑袋目不转睛 慕容宝顶此时心中的荒谬多过于震怒 脸色阴沉妄向徐凤年 听说当初黎阳四大宗室里有个福将假人 是被人猫剥皮抽筋的废物 感情姓徐的就这么用一句假人打发我这个橘子周持接令了 红敬炎拒绝了本王一次 本王的耐心已经所剩不多 徐凤年奉劝你别得了便宜寒买乖啊 小心成为第二个蔡敬臣 徐凤年心情似乎不错 慕容宝顶啊 你还真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一口一口本王吓唬谁呢 啊 这又不是橘子周 你也没当上北莽皇帝 我呢 占我爹的光 黎阳天子见过 北莽女帝也见过 至于黎阳几大藩王 更都是见了一遍 在五平上比你高的天下识人也见了不少 好像都没你架子大呀 啊 所以你有多大本事 就说多大口气的话 慕容宝顶皮笑肉不笑扯了扯嘴皮子流露出浓语杀迹 辅甲徐龙相看了眼哥哥 后者点了点头 嗯 去玩吧 一节柳既然是慕容宝顶的私生子 那就当作是子债复还了 徐龙相转过身面对慕容宝顶 不知是那扶甲严密遮掩的缘故 还是纯粹的虚张声势 慕容宝顶没有察觉到何种充沛的契机流淌 徐凤年哪里鼓道出这么一个笑话 就不怕丢人现眼 徐龙相五指伸缩了一下 握出拳头身形移动 瞬间就一拳砸在了慕容宝顶 气机浩荡广广场震荡 慕容宝顶虽然身躯仅有不易察觉的一个小幅度晃动 看上去是纹丝不动 可是徐龙相跟持杰令之间竖起的内道无形镜面 剪起剧烈涟漪 镜面边缘的两面工墙被撕裂开去 就更别提墙角附近的桃树 刹那间是碾为积分 慕容宝顶伸出一手揉了揉身后的慕容 采阳的小脑袋 少女知道轻重 马上跟耶律采音往金鸾殿那边后退 徐龙相一拳砸出之后身形后略回到了原住 双臂还凶 这一架势摆明着是要让那慕容老儿还他一拳 他也是不躲 哦 原来是天生神力的徐家黄蛮儿 难怪难怪 徐凤年一巴掌轻轻拍在了黄蛮儿的脑袋上 我哎呀 人家是天下低巴的慕容半面佛 你跟他客气个啥呀 一人一拳你当过家家呀 放开手脚去揍他啊 这家伙排名在识人中不高 就是挨打的功夫很出众 杀伤力不行 比邓太阿韩生轩都要差很多 换成任何一个其他天下识人 我还真不放心 既然是他慕容保底就无所谓了啊 哥刚好验证一下 墨家巨子精心打造出来的伏甲有何披露啊 徐凤年 看着黄蛮儿的眼神 嗯 不许谢家 你们哥俩还真是不把本王当回事啊 慕容保顶没有走完台阶 脚尖一点踩出一坑轻描淡写 一掌推在徐龙象身披伏甲脑袋上 徐龙象轰然倒撞出去 不但撞碎了宫门 城门那边也传来一阵振脱耳膜的碎裂声 慕容保顶的身躯在空中凝制玄庭了片刻飘然而落 踩落脚一抹赤红长红便去而复 这一次轮到慕容保顶往后倒飞石柱杖 再一眨眼慕容保顶从一步踏出左拳挥出徐龙象是右拳与之对撞 刚起扑面而来徐凤年不得不伸出手臂护在身边北凉老蝶子的跟前 然后两位大金刚径的武夫分别以左拳右拳针锋相对如两头蛮牛绝力 慕容保顶怒吓一声整张脸庞金光翼翼把徐龙象蛮横推出去数尺的距离一脚踢他 瞧不清神情的徐龙象弯腰双手裹住半面佛的那条腿 咬之一扭拔萝卜似的就把慕容保顶强行的拔离地面旋转一圈之后丢置出去砸倒塌了半面弓墙 徐龙象一跃随行朝慕容保顶的头颅是一脚踩下后者单手一拍身形龙卷而起一记鞭腿就把徐龙象砸到徐凤年这边的弓墙上 两道弓墙就这么各自毁去了一半 徐龙象从尘土中站起身一掌拍在伏甲胸口位置气机层层递进 驱散了积压在伏甲上的灰尘 红甲依旧鲜亮 没有丝毫的破损瑕疵 徐凤年咧嘴笑得很开心 哎呀 哈哈哈哈 看来这半年的功夫没白费呀 机造局的那帮老头子就只差没被逼到悬梁自尽了就连以前很好说话的两位墨家巨子都没半点好脸色 好在这架涉及材质到门服录服教秘咒等浩瀚难题的伏甲终于如期完工了 其实到后来反倒是老人们自己钻研上瘾了 前些日子说要拿出去溜一溜 两大墨家巨匠的眼神就跟抢了他们媳妇一样有远 扬言要是磕碰到半点还要跟我拼命了 如今看来呀 耗费这么大财力打造的福甲 嗯 值得了 徐凤年举目望去 金鸾殿还算好 可攻墙已经是荡然无存了 是黄蛮二不知怎的 双手还住了那慕容宝顶的脑袋夹在了夜下 俩人就这么撞来撞去 撞完了 攻墙就去找皇城城墙的麻烦慕容宝顶也还以颜色 这你来我往 黄蛮二还好 有福甲在身 不显得如何狼狈 可慕容宝顶早已是衣衫蓝绿跟个老企儿差不多了 没能剩下半点北忙持节令的气 不知是打得太过酣畅淋漓了 还是彻底恼羞成 慕容宝顶随手抄起了广场上一根遗落的铁毛 一毛炸在伏甲腰间 伏甲无事可铁毛从头到尾皆粉碎 地上还有许多的铁毛都被慕容宝顶抓起 期间有两根铁毛分别刺向了黄蛮二的双目都没能得逞 该碎照样得碎 没了弓墙遮蔽 徐凤年的视线还算是开枯 看到这一幕难免还是有点胆战心惊 嗯 先前言辞有意轻视慕容宝顶这个天下第八了 可半面佛的手段是不如其他九人那般 崔城汉山惊涛骇浪 可那也只是跟王先知拓跋菩萨邓太阿相比 并不意味着慕容宝顶就是只会挨打兽气的缩头乌龟 半面佛的拳打脚踢 仅是在黄蛮二身上险些不出滔天威力 换成寻常的金刚镜武夫 如此契机累加 早就给打得不成人形了 半面佛攻势精妙在于一拳过后 仍旧留有余韵在黄蛮二身上 慕容宝顶不下百拳过后 不断递增累积在黄蛮二扶甲身上的契机 该有多沉重啊 黄蛮二被慕容宝顶一拳推到城墙 扶甲还不曾触及墙壁 墙面就已被红甲蕴藏的疯狂契机 炸出了一个大窟窿 慕容宝顶看了眼 从倒塌废墟中站起身的红甲 悠悠呼出一口啄气 他们家族有崇佛的习俗 慕容宝顶年幼时就喜欢跟随长辈一同去寺庙 敬佛礼佛 成年后 一有空闲 就是在游历拜访明寺大庙 去抬头看佛 慕容宝顶在两国战事中擅长以少量精锐骑兵 长途奔袭掠杀敌军 成名很早 在武道上则要慢上许多 直到那场兵拜之后 慕容宝顶独自出门远行散心 观一尊大佛才有大悟 悟出了一门做佛的金刚不败 从那之后是一窍开窍窍开 又悟出了丽佛卧佛两大悟 这才成就了慕容宝顶 大宝平金刚身的超凡境界 慕容宝顶此刻缓缓竖起左掌在胸口 右手就要贴上座僧人双手合十状 丽佛于天地间 徐龙向转头看了眼远处蹲着的徐凤年 双手摘下了扶甲头盔丢在脚下 他本想按照哥哥要他死记硬背的手法 手指敲下几处阵眼 就可以一气呵成脱下那红甲 不过徐龙向犹豫了一下 仅是摘去头甲 却没有完全卸降 徐凤年看到这一幕叹息一声 没有出声 徐龙向扭了扭脖子 右手一拳砸在左手掌心 然后膝盖微微弯曲几分 徐龙向眼睛望着那尊满身金光流逸的半面佛 扯了扯嘴角 以徐龙向为原心 不光是慕容宝顶留在斧甲上的权势 木然荡然一空 天地之间的气象放佛都被少年汲取殆尽 少年如同是一只上古凶手掏剃 神当杀神佛当杀佛 徐龙向开始奔跑 一步一步踏在地面上有千奇奔雷之势 然后轻轻跃起 双手十指交错合成一拳 朝内尊力 脏头砸下 慕容宝顶的不败金身 在被洒入地下之时 双手紧密合十 已然露出了一丝缝隙 徐凤年站起身 知道青苍城大局一定 徐凤年没有阻拦 那对少年少女的悄然离去慕容宝顶虽说被黄蛮二一拳破去了力佛宝平身 可真要双方往死里玩命的话 徐凤年未必能赚到什么 徐凤年望向黄蛮二的背影 大概是觉得摘了扶甲头盔 怕他这个哥哥骂他 往坑里瞅了半天 没等到慕容宝顶露面就跑去蹲着戴上了头甲 始终背对着徐凤年就这么蹲着面壁思过 徐凤年有点哭笑不得 也没有理会 只是轻轻背起了老蝶子的尸体 走入那座很小家子气的金卵店 一身龙袍的蔡俊臣使劲弯着腰 口呼北梁王 说了一大通 怎么肉麻怎么来的阿谀言辞 徐凤年把老人尸体放在雕龙梁柱旁边 只是瞥了蔡俊臣一眼 后者很快就拾去地闭嘴 蔡俊臣在心中哀叹 半个时辰以前 我还等着手下把这家伙五花大绑 到金卵店 希望能享受一回 堂堂黎羊一姓王的跪拜境界 这会儿外辈已是打得天翻地覆 不但柔然山主洪敬炎出手 连慕容宝鼎都不得不亲自献阵 蔡俊臣想到这里弯腰更深了 本来是想着还能靠北梁王的身份 跟你喝着酒聊正事 不过你这位清仓城主架子 真算不小啊 也好 咱们可以心账旧账一起算 阮山东是北梁人 你的三供奉也是 都因你蔡俊臣而死 你的脑袋值不了几个钱 赔不起 我进来的时候估算了一下 你得用两万忠心耿耿的刘明来陪 讲横耕贺大捷的清兵大概有三千 不在城中的沈从武手上 还有一千六 加上龙王府一千多龙陵位 这些人都不算在那两万人里头 就当是你的见面礼了 蔡俊臣近乎哀嚎 王爷 小的也没有撒到成兵的本事呢 笼络起两万流敏 比登天还难 更别提还要他们忠心了 小的不是不想给王爷鞠躬尽脆 为师事心有余而立不足 徐凤年一手猛然掐住蔡俊臣的脖子 将他摔砸在一根洞梁上 蔡俊臣双脚离地 背靠柱子喘不过气来 徐凤年手臂赤蛇营绕扶摇 哼 那你就去死好了 看来你的脑袋掉了以后 拿出去震上清仓流民 比刘子肩上会更有用 蔡俊臣双手竭力扯住徐凤年的手臂 做垂死挣扎 原本还想着代价而顾 别太借买给北凉 本想到弄脚成拙了 这个新北凉王 好像不太喜欢聪明人呢 徐凤年伸手抽出那柄过河足 侧过刀身 刀尖轻轻抵住蔡俊臣的额头 横着刀锋扎入你的头颅 大概就能把你钉死在柱子上 皇帝 我确实一直想杀 先拿你试试手也不错 不要 不知过了多久 缓缓恢复知觉的蔡俊臣 艰难撑开眼皮子 神情恍惚 视线模糊 难道我这是到了阴草地府 还是仍然走在黄泉路 尚会过那奈何桥 蔡俊臣下意识摸了摸额头 好像没有留下刀口子 蔡俊臣想要破口大骂那姓徐的心狠手辣 可喉咙跟塞入一块灼烧火炭般难受 伸手抚摸了一下 疼得身躯湛立冷汗直流 木然睁大眼睛 抬起头看到了那些雪白蚂蚁 再往上 就是那张让蔡俊臣畏惧到骨子里的年轻面孔了 蔡俊臣 你又欠了我一条命 你收拾看 现在得拿多少数目的流明来还债啊 蔡俊臣一把抱住北梁王的大腿 声音沙哑 王爷 你说几碗就是几碗 小的都听王爷的 小的敢说半个步子 王爷就赏小的一柄刀 都不用王爷你动手 徐凤年一脚踢开蔡俊臣走向殿外 黄王二还在那里蹲着 个子不高的少年身披红甲如高楼 北梁北莽之间有红楼 要杀梁王先过此楼 徐掩兵还没有回来 大难不死的蔡俊臣 不敢用大鱼大肉摆阔 让御膳房精心筹备了一席素颜 王后鱼柔柔从旁作陪 负责持平道米酒招待北梁王 蔡俊臣已经拾去的脱去那龙袍 换上了一身寻常富贵人家的锦衣 鱼柔柔自然也是夫唱妇随 黄蛮儿一通狼吞虎咽 就拎着青苍城的一名十权将领 去安置西行僧人的住处 蔡俊臣小心地瞥了眼 细脚蔓延的北梁王 打定主意 陪吃陪喝陪笑脸 徐凤年没有理会鱼柔柔的魅眼秋波 让蔡俊臣说些凤翔林瑶两位藩王的近况 北梁蝶子不是神仙 不可能做到事无巨细面面俱到 蔡俊臣身为流民之地的四位头领之一 他嘴里说出来的消息 可信度不低 凤翔王马六可 曾是一名积极无名的扬州金工 先是给别的豪强势力卖命 做了个出谋划策的幕僚先生 后来救主死于一场袭杀 名义上的凤翔之主年月无知 就给马六可携天子以令诸侯 一点点积攒出了英氏家底 不过 此人跟西域烂陀山有些机缘 从去年开始窝藏有数百僧病 极为骁勇善战 嗯 北梁谍报上显示 北梁氏族出身的林瑶王蔡安山 刻薄寡 是个共患难 却不能同富贵的人物 不过在蔡俊臣嘴里 竟然给说成了颇有豪气的老头子 能让真小人的蔡俊臣都心服口服 徐凤年觉得多半有些能耐 你继续 至于林瑶凤翔之间的那个帮派 都是靠劫略为生的马匪 黑吃黑是一把好手 这么多年 三座军阵 没少吃苦头 而且这伙马贼经常胆肥到 越境去北蒙南朝 搜刮油水的地步 有次惊动了北蒙大将军之一的刘归 亲自领兵剿匪不说 还专程嘱咐一个姓董的胖子盯着这一块 顾塞州的边境马换 这之后才清见许多 这个无法无天的帮派驻扎在石刻山 而且那帮主是名风华正茂的妖艳女子 您别看这股马匪跟北蒙不对付 但是我觉得不过是苦肉计 实则是北蒙安插在流明之地的奸细 否则那么多数码如何来 徐凤年把蔡俊臣的言语 一点一点梳理过去 没有找出太大漏洞 三座旧军阵 加上那股马贼 总计十七八万罪名 轻壮岁数的大致占到半数 上马可战下马可更 是一只北梁北莽都很眼馋的病人 我不奢望一口气楼到手里 要你看 凤翔 灵瑶跟石刻山 在三地掌权的也就是二十几人 有几个愿意被安抚招降 蔡俊臣犹豫了一下 小的貌似说句实话 不要万不得已 就以流明跟北梁的仇恨 只要不是真的饿死 那都是宁愿更恶 也不乐意去吃北梁施舍的 参羹冷制 就说小的这座青苍城 用屁股想都猜得到 沈从武跟他一千六百人 趁着这个机会 要么大摇大摆自立门户 要么干脆跑去 依附林瑶城的采安山了 是打死都不会跑回青苍城 甭管王爷你封他多大的官 都没用 那家伙六岁的时候 亲眼见到全组长辈 被一颗颗砍下脑袋 然后被驱赶到这 鸟不拉屎的流民之地 做梦都在想 如何杀回北梁报仇 凤翔林瑶有不少这样 与北梁不共戴天的 壮严家伙手握兵权 小的一来不是当初 覆灭的北梁豪祖 跟北梁没仇 二来打心眼里 钦佩王爷的本事 这才愿意 为北梁做牛做马 万死不辞 徐凤年放下了筷子 如果你坐在我的位置上 该怎么收拢流民 事情再难办 可还得办不是 你要是能说出个 子丑隐谋来 祭你大功一件 清仓仍然是你的囊中物 咱们流民都是 没家没根的孤魂野鬼 就是那种清明世界 都不知道去哪里 上坟祭祖的可怜处 都信奉 此处不留爷 此有留爷处 咱们这儿也不兴长远买卖 没有谁有那放长线 钓大鱼的耐性 只讲究你这会儿兜里 能掏出来啥 给银子给粮食 那从头到脚 都是你的人了 每天好酒好肉打赏着 老子就肯为你拼命 当然 北梁这个外人除外 韦石市这么多年 吃了太多苦头 王爷家里的游弄手 三天两头来这儿杀人 咱们是又怕又恨啊 恨跟怕都到骨子里了 所以 流民这锅粥 下筷子太快 容易烫着嘴 得慢慢来 听说王爷领着千余僧人 进入了流民之地 这可是小的想破脑袋 也想不出的妙术 厉害 整个流民之地 就没有几本典籍 所以儒家学说 在这儿就是个笑话 至于道教的艺人得道 鸡犬升天 更是没有人有兴趣 饭都吃不饱了 还去修道 只有突驴的那套说法 很多人乐意去信 反正这辈子 就是投胎来吃苦的 见命 大不了破罐子破摔 怎么着了吧 可不就只能眼巴巴 盯着又来世 这人呢 我算是看透了 只要有盯点念想留下 就开始怕死了 就说我蔡俊臣 小的刚才一听说 王爷要留我性命 继续留在清仓 心也难免就活泛了 这僧人一来 给流民们日复一日地 说法祈福 不说让流民感恩戴德 好歹有了念想 没有那么自暴自弃了 不会只想着这辈子 能杀一个北梁假事 就算回本 杀两个是赚到了 但是呢 蔡俊臣切以为 光有僧人 给咱们捣鼓出个念想 还是不太顶用 得来些实在的 尤其是能填饱肚子的 咱们清仓城以往 是龙王府的捉襟建筑 实在是没那个本钱 去招来人心 可有了王爷的北梁承遥 不要多 只要每天能在三座城门口 各自摆上十来口大锅 我就不信没人上钩 一天没人来 十天半个月 总该有一个吧 只要有人牵头 那就拦不住流民 蜂蜂而至了 鼓起这玩意 也许人人都算有些 不过嘛 也分轻重 有人重 不乏有人要中过性命 可更多人 还是轻的 鱼柔柔轻声打断蔡俊臣 若真是无人敢来 可以让身子骨孱弱的 清仓甲氏去假扮流民 妇人闭嘴 徐凤年摆了摆手 无妨 你继续 蔡俊臣红光满面 光是用北梁铁锡碾压三阵 流民打是肯定打不过 可以躲 去西域是躲 甚至去北芒也是躲 哗啦啦一个鸟兽散 也就误了王爷的千秋大计 迟劫令 不 那慕容老儿 先前曾说过 流民夹于两芒之间 得失是按照双分来算的 可见对王爷来说 用处不小 真给北梁铁锡逼齐了 必然有人一气之下 就投了北芒南朝 小子听说 南朝西京的庙堂上 确实有大人物 想要收流民为启用 不过许多安民政策 都是雷声大 雨点小 想来是受到了西京内部的阻拦 再说了 流民穷归穷 也不傻 就怕北芒不安好心 一旦上了南朝的贼船 就要驱使自己 去跟北梁假天下的铁骑死磕 南朝那些春秋移民 一肚子坏水比起蔡俊臣 只多不少 窝里斗 自己人祸害自己的本事 这帮子投靠了北芒的两性家奴 那都是揣着几百上千年 一代代老祖宗们 慢慢积攒下来的经验 一步步史书 可不就是在滋滋不倦 传授后背读书人 如何不见血的杀人吗 哼 别感慨了 说正解释 我有一侧 四个字 分而置之 这个分 分为两种 一种是地域上的 刨除小的这种狗屁金仓王 那王爷可以许诺 其他三只兵马 继续当那土皇帝 但是名义上 得归顺北梁 王爷将流民之地 增添为一个新州 这就有了刺史跟将军 两顶不小的官帽子 向蔡安山 肯定要嗤之以鼻 但不打紧啊 只顾自己享福 不太管别人死活的马六克 就有可能会心动 何况蔡安山 不识趣 不领情 保护其他的部下 就要蠢蠢欲动 如此一来 两阵流民的兵老爷们 或多或少 就得各怀鬼胎 反正投成了北梁 到时候万一 真要去沙场上 拼死拼活 也是那些手底下 当兵做足的 不是他们当官老爷的 不过这件事 还得王爷 你亲口跟他们讲一讲 第二个分而置之 则是 针对戴罪之身的 流民本身 一些是在北梁军中 犯了重罪的弃阻 这伙人 免罪 还有一些人 是近十来年 北梁境内的豪横家族 被赶到了咱们这里 王爷可以恢复 他们在北梁的家产 有官身的 还给他们即可 这要是他瞧得起他们 可以 家产减半 官帽子缩水些 王少了小了去安抚 至于那些 最早一波的 流民本地人 围在他们身边的家伙 死性不改 人数也最多 但未必就是 真的油盐不尽 他们的祖业祖坟 不都是在北梁境内吗 准许他们 还乡祭祖便是 见识过了 北梁家乡的繁华四季 总归会有人 愿意落叶归根的 还剩下些 无处可逃 只能到流民之地 避难的亡命之途 有中原江湖人士 也有对黎阳朝廷 恨之入骨的 官宦后代 就更好打发了 王爷一指令下 为其打开北梁门户 他们将是最乐意 离开流民之地的 那拨人 小的还有一事 对斗胆说上一说 王爷志向远大 兵风所指 自是无所匹敌 所以北梁市 肯定可以吃下 十数万流民 这块肥肉的 可吃下 还得好一些才行 怎么个好法呢 一旦招安了三阵罪名 比如 不急于将他们编入边军 而是送往相对安稳的灵州 但俸禄可以很低 比起边境军武 甚至是灵州军 都要低出一大截 等他们融入了北梁 本就是彪悍血性 耐不住寂寞的人物 大多又没有牵挂 届时大概自己就开始 想要去边境 捞取军功了 说远了 王爷没有怪罪 小的这就说近一点的 小要让芬儿置之成功 不外乎 古往今来 所有上位者 都喜欢用的恩威病师 恩惠小的已经说过了 给本舅当官的官帽子 给饿肚子的一口饭吃 给戴罪之身的摘掉罪名 都是王爷的大恩大德 立威仪式 不一定是王爷 像今天这般亲自出马 小王爷带着几千 龙象铁骑便足矣 小王爷早已打出了赫赫威名 那可是打杀北莽精兵 如歌倒鼓的无敌猛将 有王爷诗恩在前 小王爷铁骑游业在后 骨头硬 却没有那么硬的流米 也就顺水推舟降了 反正输给这样的英雄好汉 也不丢人不是 剩下冥完不化的那些人 想死的话就去死呗 从老王爷交到王爷手上的 北梁三十万铁骑 杀谁含糊了 你跟某人治理流明的策略 有点不谋而合的意思 有他五六分的功力 不过人家从没到过流明之地 跟你不一样 小的那都是胡周的 可不敢跟王爷身边的高人比较 有十之一二的相似 就都是踩了狗屎 徐凤年站起身 蔡俊臣赶紧跟着起身 蔡俊臣 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留在青苍城给那人打下手 要么去灵州境内 当个肥缺俊手 不过我觉得你还是选后边的文童 就你的那点骨气 日后遇上生死抉择 时成时得当北梁叛徒 到时候我肯定要你死 你这种人啊 当个太平官 勉强能算是一员能力 北梁缺官 但独独不要什么 失位素餐的清官 你到时候贪归贪 我不介意 但千万记得别耽误了 给北梁 给百姓做事 贪官 贪多贪少 就一张嘴两只手 能吃多少拿多少 何况真正值钱的 也都带不到棺材 丰厚家产 都在那里摆着呢 真要拿这个说事 拿这个开刀 北梁边境的军力 还能上一个台阶 不过徐家 还没山穷水尽 到这一步罢了 在下玉卵刀 欢迎继续收听 雪中汗刀行 第256集 跪下谢恩的蔡俊臣 跟鱼柔柔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眼中 看到一些发自肺腑的忌惮 都起来吧 你们大概还能在清仓 逗留个把月 蔡俊臣跟鱼柔柔起身后 并肩而立 徐凤年突然对鱼柔柔笑了笑 我给蔡俊臣一个俊手 也没什么送你的 你的事情 北梁谍报上都有写 起码只要你不愿意的话 那以后 就没人能让你脱衣服了 如果有 蔡俊臣又不要脸的答应下来 你来清凉山 我帮你拦着 徐凤年走后 身后传来一记响亮的耳光 然后是一阵嚎啕大哭 有鱼柔柔的 也有蔡俊臣的 徐凤年静止走出龙王府北门 也就等于出了城 城北有座水浅才集西的小湖 他蹲在湖边地上 抓起一把沙土 轻轻抛入湖中 正正出身 其实按照陈亮熙原本的计策 头一见立威之事 就是用两万铁骑血洗清仓城杀的清仓周边寸草不生 再去谈施恩仪式 那马六可的僧兵其实是徐凤年跟烂陀山那位六珠菩萨的一桩买卖 马六可当然不清楚内幕 密教的女子法王要做那烂陀山之主 就得跟手握铁骑的北梁徐家联手 徐凤年则以此掌控西域广袤地带 当然还有解燃眉之急 那就是形成东西前置十数万流民的军事态势 在前以数万青旗在南北边境虎视眈眈 阻止十数万流民四处流窜 事实上在这只大口袋里的流民要么想要么死 北莽南朝故意散布留言说徐霄死前遗言要流民陪葬 其实误打误撞不小心说对了一半 李一山死前留下了一只眼瞼一该的锦囊 陈亮兮的狠毒策略与其不谋而合 可是徐凤年知道 师父对于这些因为自己而流离失所的流民是怀有愧疚的 只是从未付诸于口 却付诸于了彼端 死而无焚的师父的骨灰就洒在了边境 生有所养 老有所医 死有所葬 撰写了流民二十年历史知秋路的李一山 牧年自号水虎山鬼 水虎在爷爷 水边野鬼 也许是因为在师父看来 他跟那个携带数千奴仆浩浩浩荡荡投身 徐家的世家子赵长陵不一样 跟那个已志在平天下的春秋阳才不一样 他李一山从没有走进过庙堂 从没跪过谁 归根结底 他跟这些无家可归无焚可忌的流民一样 始终仅是在听朝湖边的游魂清凉山上的野鬼 徐凤年向后仰去闭上眼睛 躺在黄沙地上 双手搁在后脑勺下 吃了柳浩师的子雷 后边又吃了麒麟真人原青山的那只包子 有些宝啊 龙王府差不多算是翻天覆地 可青苍城倒是没有如何大动干戈 对于城内流民而言 也就是多了些几百颗亮闪闪的光头 消息灵通一些的 知晓有一只八百人的骑队 兴夜入城束手龙王府 这只精锐骑军一律白马白甲 外带配刀邪弩气势雄壮 北梁掌控清仓城 没有屠城 反而不断有物资涌入城中 许多平日里有驾无事的稀罕物件 一夜之间就在清仓雨后春笋的扎堆帽头 大多数流民也就顺水推舟的得过且过了 也不是没有出城逃难的百姓 不过门禁宽松 没有任何阻拦 又过了些日子 这些有点家底的清仓权贵默默冷眼旁观 建成那一副太平盛世的景象 又兴兴然返回城中清仓除了城门百国宋州 还在大街小巷张贴榜门告示 一个姓陈的北梁年轻世子 暂任清仓城墓龙王府摇身一变 成了新州墓的官邸 北梁不再对清仓禁运掩帖 而且城墓大人开始着手制定互蝶 听说只要是通过审查的清仓百姓 将被允许进入到北梁道三州最富饶的灵州来做生意 有心人都咋嘛出了春雨润雾戏无声的感觉 蔡俊臣也很是欣喜 北梁王做事就是爽力 北梁督户楚炉山 以及经略使李公德两人的首批官文 已经下达整个灵州 他若非还要帮着陈城墓收拾青仓城的烂摊子 原本都可以脱家带口 赶赴灵州粮仓的黄南郡担任军手了 这个军手那可是实打实的肥缺呀 夜幕将落未落 赶在门禁之前 一名书生模样的年轻人在一对白马青旗的护送之下 单独走上了破败不堪的城北围墙 看到树发城武当黄庭道观样式的家伙就蹲在城头上 新任的青仓城墓年轻人走上前去 见过北梁王 亮西来了 这半群见你实在是忙得焦头烂额 都没好意思找你喝酒 陈亮西笑了笑 没有如何复合 当时徐晨两位世子殿下的心腹幕僚分道扬镳 徐北指外方龙京郡 陈亮西则在清凉山王府深居简出 住到了厅朝阁顶楼的片屋 遍揽群书 所捧的书籍都是李一山遗留下的藏书和笔杂 如今北梁的治军方略 尤其是重新划分武臣官职以及按照地理布置下十四位未来北梁最为炙手可热的十全校位便是出自陈亮西的手臂 只不过陈亮西出阁之后被授予全权处置 曹梁入梁跟掩帖官营两事都不尽人意 前者是黎阳朝廷门下省主官坦坦翁环温亲自出面之招刻意的刁难北梁 陈亮西输的并不冤枉 可之后在幽州即便可以使唤手握幽州军权的皇甫平仍是被势力盘根交错的吃颜豪横 联手排挤 至今几大延迟的归属仍是悬而未决 这让许多北梁高官都嗤之以鼻呀 私下里很是笑话这个跟北莽氏族徐卑纸年龄相仿有一同出山的读书人 丢下一句果然寒门无贵子啊 然后出师未竭的陈亮西就被新凉王紧急召回了 丢到了鸟不拉屎的流民之地自生自灭 清仓成目比得上灵州随便一个郡守吗 这不是明摆着贬折是什么呀 再回头看看徐北纸都已是北梁文官仅次于经略史的一周主官了 徐凤年换了个坐姿 把双腿挂在墙外双手轻拍过河足跟春雷的刀柄 曹梁那边已经交付金律史大人亲自去跟黎阳关友子打交道了 至于延迟公司一事 我知道你的打算 想着闻归闻武归武 给北梁立下新规矩 所以宁愿碰墙 也不要黄府平插手 一心想要闻火慢动 许久建功 这才没有半点后患 其实原本嘛 就算你到了清仓 也可以摇领此事 不过我仍是让你不再插手 一方面是你可能不知道 北梁已经决意先打西线 硬是要搬走北梁这块毛坑里的臭石头啊 北梁拖不起 时间耗不起 不是你的策略宝 而是大势所趋 你的人和输给了天时啊 再有就是清仓之重 对于整个北梁来说 重要到许多北梁将军都没有想到的地步 像李央在几次吃过大亏的战事之后 当今天子那会儿被朝野上下骂成了天下头一号的败家子 国库告捷 前个十年 朝廷在许多名臣俱青的瞎谋画下 把整条战线南移了两百里 裁撤了许多军阵赛跑 这当然啊 不是全错的 甚至确实让黎阳朝廷得以喘口气 慢慢休养生息 南移的战线呢 也得以愈发巩固 但是为何顾建堂执意要冒着巨大政治风险 被御史台以及兵部以外五颗几十中 扣上穷兵独武的帽子 也一定要战线北推 按照顾建堂的本意 朝廷这条已经吃掉帝国将近一半赋税的漫长东线 不是集体北上 而是有选择的恢复十六个巡观军阵 只是哪怕有碧眼儿竭力支持 以及顾建堂得到总领北地军政的告明之后 也不过是建成了六座 再后边 你也清楚 新兵部尚书陈之报 这么一个被赵家天子欣赏的宠儿 也只能去跟各有小算盘的满朝文武 虎口夺食 加上不知如何跟碧眼儿顾建堂达成一致 明面上退了万步 暗地里前进了一大步 才撤掉新东线一些有重叠嫌疑的次要军阵 这才好不容易从朝廷嘴里 在旧东线上恢复了六后右三阵 陈之报离任时啊 加在一起 不过才让顾建堂心中完美的东线大局 玩了堪堪过半 这九大吞掉金银无数的新阵 他们的用处不是什么一口气就让北蒙铁骑拦在北边 而是死守 不要脸不要命的死守 试图做到当初跟王阳明困手相反成一个德行 他们的真正用意 是让抱有速战速决心思的北蒙 知道硬攻不下 一旦绕道而行 他们的补给线就得受到这些军阵惊奇的骚扰 不说切断 但罪不计会疲于应付 黎昂就算前期败落 一败涂地 把整个新东线双手奉上 任由北蒙兵临城下 一路打到了太安城那也无妨 只要各地藩王秦王建功 到时候 有着九座军阵遥乡呼应 很有希望让北蒙有来无回啊 当然了 很多人觉得 北蒙大不了 就一口一口吃掉旧东线的新军阵 可北蒙这些年 虽然学到了不少中原的攻城战术 可骨子里还是游掠的性格 真要下马攻城 死伤代价太大了 赢了一时一地的战役 就输了问鼎天下的大局 北蒙根本上无非就是一个 疆域更大的北梁 同样耗不起时间的 等到西楚复国失败 李扬收拾了这帮春秋最后的遗臣贼子 不光是中原财力尽在赵氏之手 连明星也都一并拿拳了 那时候的李扬 才真正走到了巅峰 嗯 差不多大致跟八百年前的大秦 勉强有一战之力了 陈亮西嘴唇紧紧敏起没有作声 我知道你心里头还有怨言 觉得两手抓两不悟 不过你说归说 我不会全听你的 反正我马上就要离开清仓 你说什么我都会假装听不见 你做完了清仓城墓 不出意外 接下来就要做 刘州刺史了 我正人眼高手低 自知金良 治理清仓事物就已经很吃力了 所以我不会当什么刘州刺史 而且北梁王你也说过 清仓对于北梁战线至关重要 更别提囊括清仓的刘州了 我就只会动动嘴皮子 打仗更是外行 而且我很怕死人 因我谋划而流血 只要我没看见 还算可以心安理的 可亲眼见着视线里的硝烟四起 身边有人去死 陈亮兮万万做不到 哎呀 这家伙认定主意 石头牛也拉不回来的死将性子 跟橘子倒是如出一辙 哎呀 不做就不做 我也不为难你 何况我还多了个大鱼儿 一周刺史 可是有无数人眼红的高位啊 这次整顿北梁军 北梁到原有三周 都让文官上了位 文人治政 五人统兵 不奢望很快就可以相得益彰 起码井水不犯河水吧 双方吃相都别太难看 多出你这个不要的刺史 我可以让给吃了亏的五副将军 不光是刺史 上上下下都交由他们去占位置 就当做是安抚他们一下 否则你别看初穿笑舞之后 边境上一个个安分守己得很 不乏有大量实权人物 都在偷偷戳我的脊梁骨 都在那儿借酒消愁呢 听说绿衣酒 可是比往年卖得好多了 这个北梁王的确不好当 也是该用刘州的一大堆官职 去安抚人心了 现在北梁有大局 慎用世子为官的迹象 又是鼓励世子结社 又是出资创办各大书院 还让上阴学公大先生 以及皇商这些个文坛 清流巨博点评文章 每年从北梁到三周 各自评出三篇魁文 优良灵夺魁者 不论出身寒数 可以直接积身流品为官 最低都是正八品 这简直 足以让那些自认 怀才不育的保学之士癫狂了 反观五官集团 这批既得利者少了钱财尽象 当权者失去了权柄 何止是心情失落 想必杀人的心都有了吧 北梁王身为北梁家主 是时候打一棒子给一颗草了 嗯 你说的是 陈亮西不再说话 这两人相逢于江南道豹国寺那场驱水流伤 徐凤年错过了名声大噪的瞎子陆许 好歹没有再错过这名被李一山称之为只需宏阔其格局的江南寒室 陈亮西站在墙头 双手按在粗利不平的泥墙上 脸色柔和了许多 当年陈亮西不过是个痴心妄想 要死是文正的疯子 却连鲍国寺的大门都进不去 别说寺内那些席地而坐的风流雅士 就是在寺外游荡的顽固子弟也能白眼死我 成天都只能用木炭画龙姐们 哪能想到突然有一天就阔气得不行了 有人给我当一周刺史 我都不乐意做 这人生际遇 真是连我这个疯子都觉得荒唐 有些时候清晨醒来很想扇自己两耳光 只有疼了才能相信不是做梦 这不就正在跟一位手握着三十万铁器的镖饼藩王 聊着闲话 顺带指点江山 一个满肚子不合时宜的落魄寒室 都能变成满腹豪气的大人物 希望咱们俩能有个好聚好散 千万别让你陈亮兮生出欲人不输这种感慨的那一天了 希望能跟北梁王善始善终 我呢名义上已经有两个媳妇了 不像你还没成家呢 如今又到了清仓当头面人物 大可以天高任鸟飞了啊 陈亮兮一头雾水 徐凤年坏笑着指了指自己的裤裆 陈亮兮嘴角抽搐了一下 无言以对 徐凤年起身跳下墙头 拍了拍陈亮兮的肩头 江湖好汉都说 人死卵朝天 活着的时候 得对得住自己的鸟啊 陈亮兮一笑置之 没有跟徐凤年一起走下城头 而是难得偷闲地站在原地 借着余辉正正出神 北跳黄沙万里 人们都说 梧桐树能引来凤凰气息 其实喜阳光不耐阴寒 萌芽尤其孱弱 不过既然是生在清凉山 先前世子殿下的私宅院落 就等于是投了个好胎 不但活了下来 还异常地枝繁叶茂 只是这梧桐院里的梧桐树 长势喜人 这栋院子里 却有了几分阴郁的 淒淒淒淒淒淒 梧桐院里的二等丫鬟 黄瓜 悄无声息地死了 黄瓜死在了新凉王 恰巧不在清凉山的空档 让许多人都措手不及 梧桐院以外的王府 倾客仆役 根本不敢碎嘴 就算是院子里头也都浸若寒蝉 掌管梧桐院大小军机事务的徐卫雄 没有作声 丧葬从简 草草了事 徐凤年轻车简从从流民之地回到王府 依旧没有去那座越来越少去的梧桐院 坐在轮椅上的徐卫雄 在厅朝湖的凉亭上找到了他 交给他一封黄瓜自尽前亲笔手书的遗书 徐凤年接过后看都没看一眼就丢到了湖中 黄瓜写完信后 在屋里用一双筷子刺透脖子拂案而亡 很古怪的思法 第二天拂晓时分才被白酒发现 他在信上说 他自幼便是朝廷安插在北梁的赵公秘笛 这辈子有过两次背叛 一次是这回你去孤身涉嫌闯入流民之地 上一次是泄露了北莽的行踪路线 信得末尾 说他希望你能活着回来看到他的遗书 还说下辈子还想服侍你 再不会如此人不人鬼不鬼了 徐凤年神情平静 看不清悲喜 徐卫雄亦是淡然 北梁英损分家 梧桐院跟楚庐山的谍报有了内外之分 我当时就知道你已经察觉到梧桐院有内鬼 希望他们可以收敛一点见好就收 当时给了他们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只不过你该知道一点 既然走上了这条路 根本就没法子回头 谈不上什么新命不新命 女子命薄 何况还是个女蝶子 她毕竟还能自己决定何时死 怎么个死法 死之前也没遭罪 以前那场春秋不易战 被从战火消烟背后挖出来的女蝶子 没谁有她的福分 还有个跟北蒙有牵连的蝶子隐藏的更深 是谁 没有她的泄密 别说惊动橘子舟直接令慕容保顶的大驾 连洪靖炎都不可能跑去清仓城劫杀我 这两个人踩点踩的恰到好处 显然是经过北蒙智囊精密推演的 貌似她比黄瓜那丫头要脸皮厚瀚多呀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傻 吴童院有这份隐忍和心机的能有几个 嗯 我这就去见一见她 姐 你帮我准备两杯酒 徐卫雄犹豫了一下 终于还是没有作声 吴童院二等丫鬟都有自己的私物 各有各的韵味 又以王府小国手绿椅的屋子最为杂玩众多 屋内摆放了许多稀奇古怪的物件 绿椅精于一起 却没有齐墩 不见一颗棋子 要下棋 他都是跟当年的世子殿下直接在主院里手谈 总能杀的徐凤年丢窥谢家 便是对上神乎其神首创十九道的二郡主 心有灵犀之时 偶尔也能斗上个旗鼓相当 大概是会及必伤的缘故 绿椅也是吴童院丫鬟里身子骨最弱的一个 好在徐凤年是个对身边人物都大手大脚的败家子 便是武当山老真人宋之命送来王府的真品丹药 也长年定期送给绿椅拿去瘟养身体 今天 吴童院不是绿椅当职披红 屋门没有眼上 他独坐在窗口 看着窗外饭绿的梧桐树 当他听到敲门声 转头看到一手提了一杯酒的世子殿下笑意盈盈地站起身 徐凤年走到窗口搁下两杯酒 顺着他先前的视线望向绿沙窗外 绿椅轻轻坐回椅子 手肘抵在椅子把手上身躯倾斜 抬头看着他 皇冠是个傻瓜 殿下 你说是不是 这个院子里 他一直是最笨的那个 字写得最丑 下棋最臭 古争也谈得没甚灵气 每次都被你们怂恿去触眉头 去赐于又微 去赐裴南伟 去赐陆成宴 四面出击四面树敌 背了黑锅还觉得自个儿一泊云天 是顶天立地的女侠 我每次都是想骂她几句 又不知如何开口 拐弯抹角地骂 她保准还当成是夸她呢 骂得直白了 那还不得哭死 唉 最笨的一个成了碟子 到头来真的是笨死了 所以我不怪她 因为她就是个傻丫头 何况在黎阳阳州那边 她还有爹娘见赛 是迫不得已 那你呢 从来都是院子里最聪明的一个 我姐说了 你在北马无亲无故的 为什么还乐意给蛮子卖命笑死 好玩吗 你要是早些倒戈 安安心心地做你的北梁女子绿意 谁能来梧桐月杀你 崇良 慕容宝廷 还是洪敬言 后头两个天下十大高手 一起被你喊去青苍城 不一样没能杀掉我 哼 我实在想不明白 殿下 要不咱们喝着酒聊天 哪杯是殿下的 哪杯才是奴婢的 就当给奴婢践行了 奴婢比黄瓜胆子大 城府更深 心底一样念着殿下能活着回家 不过奴婢更想着 能跟殿下再说上话 黄瓜他就不敢 不但笨 还是个胆小鬼 真的已经是鬼了 赶在清明前 挺好 绿意摇了摇徐凤年的袖口 眼神迷离 跟他对视 喃喃自语 大家都是女子 我凭什么是丫鬟 凭什么见着殿下就得自称奴婢 凭什么一辈子只能远远看着你 我不笨 我也敢杀人 更能笔下杀人 指上害人 我也有名字 我也想嫁人 我更想相复教子 我有太多的想法 最大的一个想法 殿下知道是什么吗 记得殿下从京城回来 跟我喝酒 说了很多醉话 说了有关梦想的很多闲话 说丧家犬的梦想 就是有个家 说过河足子的梦想 就是过了河能回头 说剑客的梦想 就是进江湖有剑 出江湖还有剑 还说过 你不想有人应你而死 不想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人 一个接着一个 需要你去清明上坟 所以我的梦想 就是想让你多看我一眼 真真正正地看着我 就像现在这样 我死了 你才能记住我 活多久 就恨我多久 徐凤年抖回袖子 不让他钻住 绿意呼出一口气 奄然笑了笑 奴婢收完了 也可以死了 殿下可以走了 别窝了眼睛 我不想临死 还让殿下 多出一桩愧疚 徐凤年 静止转身离去 徐凤年离开屋子 没多久 屋外传了一阵 轻微的轮椅支支声 绿意没有转头去看那个比自己更冷漠 也更聪明的女子 弯腰伸手握住一杯酒 十二郡主准备的绿衣酒吧 绿衣没有去看轮椅上坐着的女子 后者同样没有看向绿衣 神情寡淡 那就没两样了 如果是殿下亲手准备的两杯绿衣酒 一杯是镇酒 但另外一杯 自然是法外开恩的寻常绿衣酒 绿衣是死是活 得看天命 可如果 是二郡主赐下的两杯酒 注定只会是背着狮子殿下 送来的两杯毒酒 因此喝下哪一杯 都一样吧 绿衣随手拿起一杯绿衣酒 一饮而尽 快到还没有尝出滋味 就又拎起了第二杯酒 还是仰头一口灌入腹中 绿衣坐回椅子 静静等死 我的确帮你准备了两杯毒酒 我也猜到他会又给你换掉两杯 他想着让你引进一杯酒 觉得自己侥幸偷生 然后离开北梁 寻个山清水修的地方躲起来 可以心安理得活下去 可我不会让你这么舒舒服服 离开这座院子 我就是要来逼着你喝光两杯酒 让你这头养不熟的白眼狼 清楚知道到底是谁亏欠谁 他不想你死 又想让你舒服活着 我没那么好的心肠 除了老死你就别想死了 我会让几只精锐有损 跟着你一辈子 行了 姐 徐凤年折返回来 推着轮椅离开 徐凤年推他去了清凉山上 二人一起俯瞰梁州城 我最后那一点耐心也磨光了 所以姐你别放在心上 以后 我不会还这么菩萨心肠 娘以前说过 谁都不是生来就该遭罪的 一个男人就算不能善待女子 也不可以去随意祸害 得把他们真的当人看 如今梧桐院清净了 我也没了后顾之忧 这回你就当我做了自了断 最后跟你任性一次 姐 咋样 你怎么这么讲理了 我不太适应啊 我是借你当上北梁王之后 去后山基造局的次数超出了我的预估 才破例准你任性一次 北梁基造局就建在清凉山后山的山底 正是这个不起眼的机构给北梁铁骑制造了天下最好的战刀最好的铁毛最好的弓弩最好的铁甲 每一柄战刀 每一根铁毛 每一张弓弩 每一具铁甲 只要比别人好上一点点 但加上一个三十万铁骑累积出来的隐性优势是何等的巨大而惊人呢 北梁最吃金银的地方除了养兵的军费就是机造局出炉的大规模军械之上 镇守帝国西北门户的第二任北梁王对此的重视程度由胜就往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病态地步 徐凤年眼神坚毅伸手做了一个弓箭抛射的手势 我要跟北莽黎阳讲一个学校当年定下的老道理 天底下最大的道理就是在北梁弓弩的射程之内 在下玉鸾刀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旱刀行第257集 清凉山的后山又被称作贝阴山一直是禁地 北梁百姓只知道清凉山北面住着一帮山后之人 是做什么的又是什么身份都无从知晓 一辆轮椅车缓缓下山 徐卫雄裹了件厚实的黑色球子 双指轻轻拢住领口 山脚有一片藏青色建筑并不起眼 真正的北梁机造局就建在这地面之下 常年灯火通明如白昼 当初黎阳吞食春秋 墨家将子为了赵氏出了死力 大忌苍生后本想着可以攻城身退 不过以赵家的尿性 加上黎阳老首府对墨家一直贬低为春秋流氓 第十国散布于朝廷上下的数千墨子被屠戮殆尽 尤其是顾建堂和几位大将军航武中的墨子 几乎都是一夜之间就从人间蒸发连尸体都找不到 只余下不足百人 在徐家的羽翼庇护下苟且偷生 其中以巨匠宋长岁跟阳光斗两位老人为尊 宋长岁经于兵器锻造 阳光斗常于攻守推演 都曾是老巨子左麒莲的得意门声 在守校期间身后推车的徐凤年去机造局 除了追魂索命 死皮赖脸向宋长岁师徒督促福甲的加紧打造 还有跟阳光斗讨叫西线推演 当初跟江湖仇家玩钓鱼把戏 故意从王府流露出去的那幅 巫人子弟的清凉山地理图治 就是出自于徐凤年跟巨匠宋长岁的 徒弟曹伟两人之首靠着这幅地图想要进入清凉山 然后靠近梧桐院 不难 可要是想找出确切地点就甭想了 可以说 世子殿下跟曹伟这两个人都是祸害 少年时代 徐凤年没少被曹伟仗着身手打得鼻青脸肿 徐霄要是想去机造局帮儿子找回场子 送阳两位老头子一个抬起头挖鼻孔一个斜着眼掏耳屎是一问三不知 不过后来徐凤年学聪明了收买了许多机造局的同龄人合伙打压曹伟一起拦路堵截套麻袋 这才算是搬回了几句 徐卫雄到了机造局门口 却没有进去 让徐凤年独自走入 他则绕道而行 车轮沿着幽静的青石板小径折回了清凉山的向阳面 徐凤年熟门熟路走入机造局 畅通无阻 墙壁嵌有灯火的地道不断向下延伸 好似没有尽头机造局号称能填下一座道寇的清凉山规模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徐凤年曲曲折折走了小半个时辰 穿过七座密室十二条密道才终于走到了底层的某处 事业开阔有一座两楼高的炼气炉 炉子四周架有十几架梯子 距离炉子十几张摆有一张书案堆满了字迹潦草的图纸 桌底下也是散乱无数 几个面红耳赤的古稀老人在那里争执不休 偶尔还对着炉子指指点点 徐凤年没有打搅这帮老头子的骂斩 走在炉子前被火光映照的红光满面 这只炉子名顶器 来历非凡 已经做古的唐锡剑炉还在铸剑的冬月剑池风雪炉 比起这个那都是小屋见大屋 据说大秦得天下收缴天下铁器柱有九顶用以镇压两城三合四山 就是用这种莫家前辈打造的炉子 徐凤年正在遐想之时被人跳起来一拍脑袋 徐凤年懒得转身 一巴掌就把那不懂礼数的家伙轻轻拍飞了 背后立马传来了一阵骂骂咧咧 哼 听说崇孙被你折腾出来了 比起最锋利的老祖宗锋利程度就差了一分 比起最结实的孙子牢固程度差了半分 比起最轻巧的老爹 不过中了小半两 这一下子你知道我厉害了吧 都是差上一点 就没有哪样是历代北梁刀里最好的 老祖宗也好 孙子重孙也罢 都是徐凤年跟曹伟两人给北梁刀取的绰号昵称 别看徐凤年嘴上挖苦曹伟练出的重孙听上去不咋地 实则不用亲眼看刀亲手摸刀就已经可以从只言片语中确定 这一代新出炉徐刀的霸道 他不是最锋利的最坚固的 却肯定是最能发挥出持久杀伤力的杀人力气 果不其然曹伟跳脚骂徐凤年 你这个门外汉 有本事这辈子都别碰下你重孙 徐凤年懒得跟他斤斤计较 伸出手很快就有曹伟的师兄弟跑来双手奉上了三柄心刀 这一代徐刀同为重孙 只是按照常例 齐军步军以及镇守后防的灵州将族 三者配刀有各有微妙偏重 一般而言 北梁铁骑尤其是几只精锐重骑所配良刀肯定是最为崭新和出众的 只要新刀现世几乎是第一时间可以换上而灵州境内寻常的守军 例如那些并非同关险爱的阵军则要迟钝缓慢许多 徐凤年接过一柄战旗配刀 左手握住刀柄横刀在胸 右手手指抹过刀锋 对于食指渗出的血丝是视而不见 密其眼在刀身上敲了十几下 竖起耳朵听着常人辨识不出的轻微回响 满意地点了点头 温存笑意在那张轻易脸庞上慢慢地洋溢开去 被曹魏当作叛徒的几名年轻莫子都如释重负 相识一笑 徐凤年正要说话 就听到了一声巨吼 有个老头子直呼 像徐的 徐凤年把刀递还给莫子走向了书岸 莫家巨匠宋长岁 双手赴后 满身酒气撇了撇头 跟我走 满脸胡须如杂草丛生的老人 静止走向一间新辟出的密室 阳光斗不像宋长岁这般不修蝙蝠 以袭青山干净清爽 走在徐凤年身边 老宋按王爷的意思 用了两寻时间才弄好 每天得喝六七胡酒提神才行 杨某看过以后觉得还不错 对了王爷 小王爷那件伏甲如何 扛下了慕容宝顶几成空室 换成金粮 有没有超出咱们初步预设的一万六千斤 福甲自己生长出的韧性又有多少 何处需要改良完善 天结紫雷若是以八八之数或者九九之数衡量 具体该有多重 王爷你该给咱们一个确切数目了吧 积造局也好做到有地放食 总不能让咱们耗费心血 到头来搭建一座海市蜃楼 这不合我墨家的规矩 王爷想必也知道宋老头的脾气就他那刨根问底的性子 哼 徐凤年从怀里掏出了一封早已准备好的手杂 这些事情我都写在密闸上了 杨老接下来按部就搬即可 阳光斗收入袖中笑着点头 宋长岁推开那密室大门 事业豁然开朗 脚下有山河呀 这恐怕是史上最宏大最精细的一座沙盘了 囊括了北梁三州 流民之地 西域 西蜀跟南兆 以及全部的北蒙王朝十三州 确切来说 这便是一整条贯穿天下的西线 宋长岁没有半点成就感 盯着浩大沙盘 语气凝重 二十条主要河流 六十七座山 以及一百四十座城池君阵 近在其中 按照谍报所说的几方兵力配置 也以棋子数目一颗 代替千人 多一放其上 勉强做到了一目了然 之所以没日没夜帮你做这个 一则 我莫门寄人篱下 徐家帮我们这帮贼子余孽保命二十多年 该处理十分 于情于礼都要处理十分 二来你的谋划很符合我的胃口 对我宋长岁来说 天底下万事万物都没有一样是没法子去精确计算的 小到一家家底多寡 大到一国国力 陆地神仙的境界都可以拿来计算计算 徐凤年 你跟我交个底 北蒙真要先大西先 啊 是北蒙女帝亲口说的 现在就看是什么时候开打 在什么地方开打 咱们北梁已经不用奢望北蒙会两只脚都先闯进黎阳东县那座大泥潭 杨老跟上阴学宫王大先生 预期推演的一脚踩东 一脚踩西 也得全盘推倒重来 是杨某学矣不精策划失当误导了大将军跟王爷当年二郡主不是没有提醒杨某要做最坏的打算可杨某数次推演都不觉得北蒙太平令的东县直下有何胜算 无妨 杨老先不用自责书州上的得失说到底还得让步于一场场硬仗的胜负 杨老头 你听听这话说的啊 这小子打星眼就瞧不起你们这帮纸上谈兵的谋事呢 跟徐瘸子还真是一脉相承 啥都不信 鬼根结底只信自己手里的刀 徐凤年跟阳光斗皆是一笑致志 曹伟不知何时偷溜到了沙盘中 走出一道弧线蹲在一处念念不休 曹伟啊是又怕死又怕见血 却偏偏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带兵打仗 做梦都想着亲自去金戈铁马 别的人袭击着封侯拜相 都是奔着锦绣前程和手握拳柄去的 曹矮子呢 则是奔着好玩去的 徐凤年还没世袭往替北梁王的时候 曹伟还算是消停 见面也无非是伴嘴吵架 这段时日 徐凤年成了北梁王 曹伟就跟打了鸡血一般 嚷着要跟徐凤年要个几千青旗 然后跑去西域躲起来 最后呢 来上一场鬼鬼祟祟的长途奔袭 用他的话说 就是他要直接往北莽屁眼那里狠狠来一刀 徐凤年一开始没搭理他 这小子就扬言 拿第六代徐刀来换取几千骑兵的统兵权 结果还真给他把崇孙捣鼓出来了 曹伟的兵法是野鹿子出身 徐凤年也不确定深浅 就像是下棋 曹伟不愿意坐下来入局 只会冷眼旁观对弈两人 也会观其不语 只不过当双方总算要收官时 他就要胡乱拿出 本不该落在棋盘上的棋子 往下一敲 美其名曰 大局已定 给他说成是老子一两颗棋子 就能解决掉两百颗的官子局 这种无赖家伙 哥谁 谁不想往死里抽他呀 不过吊儿郎当的曹伟 只怕一个人 就是徐卫雄 论打架 论下棋 论兵法 论吵架 他曹伟都没胜算 曹伟的个子矮 口头禅呢 是等老子当上定国安邦的大将军后 敢看不起我就砍下你脑袋 到时候再来看谁个子高 结果被徐卫雄不冷不热地顶了一句 就你曹伟这高度 光砍别人的脑袋还是没用 得腰斩才能比别人高 打那以后 曹伟就再也不乐意说这句口头禅了 徐凤年临走前 被临时起义的宋老头 骂得那叫一个狗血临头啊 你这家伙 就是个不懂持家的败家子 到今天为止 还没能拿下曹越 竟然还接受了朝廷的第二道胜质 接下了上驻国的头衔 和接受了朝廷不予夺情起负的决定 你的骨气呢 你这是舍本求末呀 你怎么能那般重视世子冷落武将 你简直 反正这个老头子想到什么骂什么 他送长岁 一副是什么都不满意的架势 年轻的北梁王 被喷了一脸的唾沫星子 笑脸不变也不还嘴 站在那儿拿袖子擦脸了好几次 如果不是阳光抖拦着呀 说得起劲的宋长岁 差点就要卷起袖口 直接指着新藩王的鼻子开骂 徐凤年等到老头子没力气再骂了 这才一脸无奈的转身离去 老宋 差不多点 徐凤年毕竟是北梁王了 咋了 当上藩王就骂不得了 好歹给他留点面子 你我都知道 这个年轻人当家不义 换成别人被你这么骂 早对你甩脸子了 他敢 你以为他真不敢 这小子呀 不会的 这才对 别人我懒得骂 也不愿意骂 如今的北梁 能骂他的老家伙 都走得差不多了 连我都不骂他的话 这小子才真的是寂寞 此时的曹维偷偷摸摸 来到两个师父身后 刀也造出来了 那家伙总不能不给我一鞭一族吧 瞧你这点出息 一鞭玩蛋去 这家伙真凌嗦的啥都不给我 他好意思 不行 倒还我 阳光斗眨了眨眼睛 伸出一只手掌 翻覆了一下 笑脸完美 这个书跑不掉的 我的个乖乖 徐凤年走回地面 拎着一把徐家新刀 沿着贝阴山路走上清凉山山顶 坐在楼底的石凳上 从刀鞘抽出 可能马上就要在边境上染血的梁刀 轻轻扣指一弹 大好河山 割不尽的大好头颅啊 灵州南境的肥寿城 是黎阳曹运的西北终点 青州的相反 则位于这条帝国补给县的中树 因此朝廷要精准拿捏住北梁的七寸 就必须要有靖安王赵巡的配合 就目前而言 担任中树省左仆叶的谈谈翁 很满意相反方面的动作 为此跟朝廷讨要了一份破例着生 同样也是不合规矩的受贤 把靖安王府幕后的陆许大大方方地请到了台前赐汉林奖学 即寻常百姓所谓的大黄门郎 并且特准其不用去京城赴任当差 先前北梁陈亮熙曾暂居肥寿城 跟朝廷曹运副使顾大成 脱模了足足一循的光景 机关算尽都没能让这位副使大人有丝毫的松口啊 拂晓时分 一辆简易马车由北门驶入肥寿城 在南城的山海码头停下 从马车上走下三名年龄悬殊的男子 两个年纪相仿的年轻人 一位相貌清渠的青山老者 三人站在空落落不见几艘粮船的冷清马头 身材矮小的年轻人腰间配了柄梁刀 用脚踹了踹一根拴船的木桩 眼睛描向那座曹梁转运副使所在的临时官邸 顾大成跟他老爹顾追 号称和尚大小顾皮秀 顾追当年任了如今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师傅做义父 父子得以先后担任曹梁转运使 据说赚到的银子都能把一个饼字号粮仓填满 不过顾大成这家伙贪归贪 如今朝廷有还老头亲自盯着他钱袋子 胆子再肥也不敢要北梁的一颗铜钱 要我看这本就是一个死局 还不如干脆宰了姓顾的 以后啊来几个转运使就杀几个 杀到黎阳那边没人敢来触眉头 到时候咱们北梁自个儿大摇大摆私营曹梁 从肥寿城到湘帆城这一段草运 大小十六区梁仓不下五十座 总有地方豪横敢跟北梁做买卖的 退一步说实在不行咱们就抢嘛 青梁山养了那么多江湖鹰犬 总不能常年光吃饭不出宫天底下没这样的好事 可惜微服私访的北梁王跟墨门巨匠阳光斗就没有符合他半个字 仅是沿着山海码头的青石板缓缓散步 走向不远处的转运使官邸 官邸建立已经有些年月了 加上少有休憩相较城内的郡守府邸就愈发显得破败不堪 这也怪不得顾驾父子不去装点门面 实在是稍有僭越就给朝廷言官说成勾结北梁中宝私囊 那还不得往死里弹劾呀 转运使府邸外围有栅栏 十几名披甲氏族都有点风声鹤唳的感觉 眼神畏缩 一些个出生当地的顽劣志同往栅栏里头不断扔石子儿 也没有任何一名甲氏胆敢生长 徐凤年站在离栅栏脊脏外的地方 朝廷在曹韵仪式上刁难被凉 也不全是试探我的底线 实在是西楚复国在即 到时候各地秦王之师虽说不敢狮子大开口 可总得保证他们能填饱肚子 功努一想那就是黄金万两 打仗说到底还是拼家底 否则一没钱二没粮 顾剑堂就算空有几十万大军干瞪眼 也熬不过有孙希冀在内运筹帷幄 曹长青在外统兵征战的新西楚 很多人都说当年西楚若是早些下决心 在西磊壁之前早早让曹长青分去叶白魁的兵权 黎阳要彻底平定春秋 起码要晚上个五年十年 西楚复国一世 杨某曾做过无数次推演 有的打 一时半会儿肯定结束不掉 没错 天下赋税六出西楚这些年离阳可是把西楚给压榨的够惨 再富饶的地方也经不起这么杀鸡取卵 不过原本西碧眼儿这拨人本来就要存心逼着西楚去返顾建堂跟顾炉也是做梦都想着能跟西楚打起来 太平盛世文官享福武将就只能吃老本 所以赵家天子赶紧给赵又凌英茂春这些庙堂众臣找点事情做 要么去考评官员 要么去主持科举 省得到时候精力太旺盛 只能用在拖后腿上 这么多年了朝廷有意在西楚周边削弱兵房 一方面让西楚觉得复国有望 另一方面就要用心险恶些了 几大藩王里头 不许说路途遥远的焦东王赵衰 就说淮南王赵英跟靖安王赵横这几位 都属于相对示弱的藩王 但是手头上还剩下少则四五千多则一万多的精兵 让他们去禁难平乱 就是不得不被朝廷牵着鼻子走的阳某 老老实实跑去西楚边境上 把精兵都打得一干二净 这样阴毒的削藩举措 肯定是原本西的主意 等到西楚试了 往灵王赵义要跟西楚正面交锋 那一身好不容易养出来的肥肉 经此一战 得割掉一大半球标 运气不好 一兵一卒都留不下 我都替他感到肉疼啊 辽东赵虽呢 本来就被顾剑堂压得喘不过气了 那么就只留下我跟烟斥王赵炳 仍然不受管束 但是北梁多善解人意啊 跟黎阳心有灵犀 马上要跟北梁死磕 你打你的西楚 我打我的北梁 大家各做各的 我都怀疑 原本西跟那个太平令是不是一伙的 说到底啊 就只有赵祝他老爹这一位大藩王还能逍遥自在 纳兰又辞必获的本领 自称天下第二 没谁能称第一 黎阳西楚这场仗 肯定要打在咱们北梁跟北莽的前头 赵氏就算明知北莽无暇顾及东线 也不会让顾剑堂参与其中 好不容易走了个徐霄 不能再养出个徐霄第二吧 文臣谈不上什么风无可风 赏无可赏 武将嘛 多半要拥兵自重 不出意外 应该是卢白杰卢生相 一位坐镇兵部 一位出京南下 不过卢白杰才新任兵部尚书 可能性较小 卢生相嘛 只要得了军功 他年返京才好跟卢白杰抗衡 不至于让兵部成为 唐熙剑仙一个人的兵部 如果是卢生相牵头的话 几个老不死的 像安国大将军杨慎幸 肯定趁着还能勉勉强抢上马跨刀 要跑去分一杯羹 但是卢生相也好 杨慎幸这帮春秋老将也罢 都跟曹长青差了一大截 卢生相还好 用兵其实不差 只是注定会受到方方面面的撤折 前期可以在烈士情况下去死战的 估计是有广陵王赵义的兵马 要我看 这场仗不是有的打 而是说不定 曹长青一路势如破竹 直接打到了泰安城 西楚战忧之后要北上 别说是曹长青 就算北莽 只要敢把决战放在泰安城外 胜算都不多 我就随口说说 要真是如此 对北梁倒是天大的好事 指不定北莽就会临时起战役 果断放弃西线 掉头去打东线 跟西楚一北一南 夹击泰安城 那就真的是精彩至极了 顾建堂不是总觉得 之所以输给大将军 仅是输在了天时吗 这一下子他就有机会证明自己了嘛 他打造的那条东线 这么多年 要人有人 要钱有钱 伸手跟朝廷要什么就有什么 再要还不计事 顾建堂这家伙啊 就好拿几根面条上吊去了 那个曹长青真有这么厉害啊 春秋以西楚世子最为鼎盛 西楚又以曹龙李最得意 曹头秀 独秀西楚 这可不是胡吹的 只不过 是人都被他撕入皇宫的壮举给蒙蔽了 大多觉得他是个武功盖世的高手 要说排兵不振的功底 大概就说他跟陈之报最强了 顾建堂的强处 在于每一战 必先苛求占尽地利 号称不打则已 打则必赢 总的来说 比起曹臣两人 还是略逊一筹 不过奉天承运的天时一事 既虚无缥缈 也可遇不可求 顾建堂的天时 便是黎阳大士 曹长青 则是西楚气数的长短 至于陈之报啊 估计还是在等 陈之报是在等曹长青跟西楚一同覆灭 在等北莽跟北梁以及顾建堂打的元气大伤 然后就轮到他小人土粉末登场了 徐桥不过是踏平了春秋 陈之报的野心显然更大 他要亲手一统天下 铸造出一个千年未有的辽阔帝国 至于他想不想自己做皇帝 天晓得呢 大将军一走 这天下就开始大乱了 反正我是不会跟陈之报面对面厮杀的 流民之地已经有了凤子营驻扎青仓 小王爷的龙象军也渗透的差不多 加上梁有两周北边的楚胖子跟袁白熊 咱们北梁总算也有了自己的东线西线了 加上境内十四位新校尉把守的重镇关爱 属于第二大防线 我呢 再往流民之地更西北一些 算是至关重要的第三条防线 其实谈不上什么防守不防守 反正只攻不守 等你们打得死去活来 老子来个一锤定硬 喂 信学道 事件说好了 给我五千青旗 一万匹上等战马 我可以帮你浑水摸鱼 一口气 产平南朝老朝 要是敢给我一万人 两万吗 我就帮你把北朝大王账也吃下来 哎 不是不可以给你 不过你真当北莽都是一帮睁眼瞎 一群脚囊饭带啊 这 你这是几个意思 反正这场注定要名垂青史的大奔席 老子翻来覆去推演了十来年 这辈子就指望着一战成名了 你以为 徐凤年正要说话 听到一声再熟悉不过的呵呵 不断有十字从栅栏外丢入栅栏内 十字的个头是越来越大 一些身材高壮的北凉少年也加入其中履历更大 在转运富士官邸任职的黎阳甲氏仍是不敢还手 只敢怒目相视 当然 他们畏惧的不会是这些幼灵志同和健硕少年 而是他们背后处置的北凉 何况富士大人顾大成三令五身 不许官邸任何人起信当地百姓 为者一律拨去甲咒摘一调官身 一名都尉模样的小头目 见着手下被砸在铁甲上 剑起一串刺眼的火花 便用铁毛暗中挑回了一颗石子 略向炸来 有意无意的 这石子从缝隙中砸回一名青棉少年 那少年躲闪不及 下意识闭上眼睛 就要被石子砸出满脸鲜血的关头 一双手握住了那颗石子 少年睁开眼 面容腼腆的感激一笑 那都尉见着了那年纪轻轻的世家子视线油夜 停在了公子哥身边一个矮子的腰间 顿时是头皮炸开呀 那可是一柄货真价实的北梁斗 如今的北梁 不论以往功勋 只要不是军旅假式 都不准私配梁斗 任你家中长辈有几个杂号将军 还是有谁担当了刺史郡守 被专职督查此事的巡城棋位 已经发现全部当场亲拿 鞭榻五十丢入大牢 三个月到半年不得 因此这个降服元年的春天 灵州境内各座大牢是格外热闹 已经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匠种子弟 一个个的皮开肉战 可要是自己惹上了一个在北梁 有资格不把规矩当回事的匠种子孙 还不得被顾大人剥皮抽筋 要是再害得转运副使官邸被自己殃及持鱼 给北梁铁骑来一场马踏连营 他一个吃黎阳俸禄的小小都尉可怎么活呀 不过这都尉有点仗儿和尚摸不着头脑 以北梁蛮子的脾性竟然没有小题大做的意思 徐凤年直接转身离去 胆大包天配有两刀的矮子也没如何不依不饶 劫后余生的都尉犹豫了一下 觉得有必要跟顾大人知会一声 以免将来被秋后算账 在都尉秉明栅栏外状况时 顾大成正在独作品名 听着心腹的细致回报 一开始顾大人没有太过伤心 突然灵犀一点通 详细问起了那配双刀世家子的模样 连马腹都没落下 都尉凭着记忆说了一遍 说那年轻人头发灰白身材修长 有着女子般的眉眼 至于那名马腹离得远 瞧不真切 只能说出约莫是八尺身高 顾大成流露出一脸牙疼的表情啊 哎呀 真是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 那可是北梁王啊 他跳下锦绣小踏 顾不得穿靴子 一溜烟地跑出关底 被转运副使大人追到了那逗留码头的一行人 只是顾大成猛然间停下了脚步 他捏手捏脚转身回到府邸 喊来两位上了年纪的心腹幕僚 要他们赶紧书写一封盖印的异信 通知肥兽道相反之间的所有曹运官员 冻起来 却不是大洞而是借口几大主干和取阻塞 极力征兆调配少量曹船 运送往年三成的曹粮 火速入粮 两位幕僚都有些不解 顾大成却没有为他们解惑的心情 回到茶室 这茶水早已凉透 顾大成叹了口气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他自知围观本事有几斤几两 赚钱还算一把好手 可这两年 朝廷那么多眼花缭乱的大动作 他跟老爹都只能是物理看花 好在老爹上次去京城 衣服上了还老爷子 顾大成这才世袭网替了转运复使的宝座 加上老爹家官进爵 父子二人 儿子在地方上赚钱 老子去朝中当大官 所以顾家这次是铁了心 给朝廷当恶人 跟北梁正面冲突 顾大成等于是抱着必死之心 坐镇死守匪守城的 都是给那坦坦翁报恩而已 还老爷子甚至亲自为顾大成传道授业 送了顾家一张保命符 那就是北梁这边 只要徐凤年本人没有恼羞成怒 一切都往死里压着曹传南梁不动他 唯有那天这个年轻藩王按耐不住了 亲自出马 顾大成就有了应对之策 还老爷子已经跟湘帆城那边打好招呼 到时候可以给北梁三成的草粮 顾大成虽说遵循还老爷子的意思 打出了这张护身符 但北梁这边到底如何计较顾大成心中没底 其实上次让陈亮兮骑虎南下顾大成就很是忐忑不安 别人不知道北梁对这名韩氏的器重 当初在环府面谈 谈谈翁数次言语提及都说此人不容小觑 能够让其晚一天出人头地那都是好事 年纪不大却老太尽险的顾大成 想到自己这大半年在肥兽城的苦难日子 摸了摸腰间米袋子 老兄弟 富贵险中求 顾家有了富 这趟差事办妥了以后就安安分分求贵了 打死的不去跟北梁蛮子打交道 如今呢 连肥兽城最没名气的清官都不乐意赚我的银子 真是有钱的都没地方花钱 怎一个惨自了得呀 渡口河边 一名少女扛了根枯木杆子呵呵一笑过后 就背过身对着浑浊的河水发呆 北梁女子亦是多雄高非凡 曹伟好不容易逮着一个比他矮的姑娘 瞧着跟姓徐的还有些渊远就想上去套进会儿 徐凤年于公于私都没想要拦着 然后武艺不俗的曹伟就被小姑娘干脆利落的一巴掌拍入河水 据此阳光斗一脸的匪夷所思 徐凤年轻声解释 卢伟荡一意 当时离养五平的天下第十一王赢 就是被他一击毙命 后来柳浩是逃离神武城 应该也是被他偷偷摸摸宰掉的 阳光斗骇然加恍然 武道修行杂而不惊的曹伟在他手上吃瘪 天惊地义啊 徐凤年走到少女身边 怎么现在就来北梁了 没记错的话 还没到先前我跟黄三甲约定的时候 少女莫不作声 哼 那你要不跟着我 不过这会儿北梁没啥高手 值得你去杀 要不这样 我也开不了这个口 终归有借刀杀人的嫌疑 我刚好要在北梁境内四处走走 在遇到你之前 就已经在灵州闲逛了一个月 这两年啊 还真是经常惦念你做的酱牛肉 少女喝了一下 徐凤年看了看那根向日葵的干枯杆子 又看了看他的气色 伸手握住少女的手臂 查探气机流转 不管是黄三甲误打误撞还是神机妙算 我都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当初替我承受赵老王八的气运横祸 我已经有六分把握帮你解决 当然必须要承认一点 对我自己也有莫大避议 我目前除了在慢慢培植韩生轩残留的红丝 体内更有柳豪师精心培育了小半辈子的几十颗紫雷 外加跟北莽国师原青山做的买卖赚到一只包子 一如道河流还差一线之隔 如果再有赵宣宿留下的龙虎山紫经器语化为己用 就算圆满了 再接下去就看机缘 能否汲取佛门精髓到时候三轿河流 只要自成了小千世界 我不当陆地神仙都说不过去吧 说不定啊 还能跟四百年前大魔头高书路的天仙境界 以及当下以利正道的武帝城王先知 都有得一拼了 不过要走到这一步的话 不知道牛年马月就是了 反正我跟你呢 什么都不藏着掖着 有一说一 你要是不说话呢 我就当你答应了 在下玉卵刀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旱刀行 第二百五十八戏 阳光斗有点择舍 北梁王 真是不把这个杀手姑娘当外人 这些密室传出去的话 时成时要在江湖上掀起轩然大波 春秋三尊大魔头 人徒徐霄老死 人猫寒貂寺 暴彼于皇宫 已经三去其二 黄龙是神龙剑手不见尾 多半是躲在幕后搅局 难道这个年轻藩王 既要当手握拳柄的北梁公主 也要在寒貂寺之后成为一姐之力 就让整座江湖浸若寒蝉的大魔头 以前北梁是靠着铁骑和鹰损 让江湖人士不敢造次 看来以后新梁王一人 就能让北梁周边的江湖 扶手贴耳了 赫赫姑娘缩回手臂 手指指了指自己的肚子 行 敢巧我也饿了 咱们进城找浇牛肉吃去 敢不好吃 咱们就不给钱 浑身湿漉漉的曹薇 狼狈万分地从河水中跃上岸 跳脚怒目 不是说好了不再肥瘦成停留吗 老子要去青楼厨管 多如牛毛的黄南郡 姓徐大 你敢见色忘义 信不信老子拿刀砍死你 徐凤年一抬腿 做事要踹得曹矮子再度坠河 很会给自己找台阶下的曹薇 一边破口大骂 一边跑向马车 马车不大 又堆满了地理图质 多了个小姑娘愈发狭窄 好在曹薇很识趣 坐在徐衍兵身旁 忙着拧袖子挤水 这一路行来 徐凤年一直跟阳光斗在车厢内推演战士走向 其中 梁州跟孤赛州对峙的西线有两处 幽州倒马官拜的葫芦口也算一处 出了车厢 徐凤年这一个月在灵州是走走停停 不是所有大官显贵都会临幸召见 按照徐卑纸对官员十九层境界的划分 梧桐院精心撰写出了一份暂时仍算粗略的北梁官屏 指重事工 轻学问轻欲博家事背景 徐凤年只在暗中面见荣灯此平的官员 此行所见七八人希望跟失望大致参半 大小不一的官场就像是每家每户都有的筛子 掌握在谁手中 这个人的口味就注定了具体的筛选方式 赵家天子是在张巨鹿跟赵又龄的打理下筛选天下 在徐凤年手上那就是筛选北梁 比起黎阳朝廷少了几分气定神闲 多了几分功力性 在徐北纸手上呢 就再退而其次 只能筛选灵州 以此类推层层筛选 最终能够冒尖 并且稳坐钓鱼台的都不会是傻子 徐凤年一旦逛完了灵州 接下去要去幽州 事实上的确是幽州对他这个北梁王的怨气最大 尤其是在徐凤年接受上驻国头衔 没有像上次拒收徐霄嗜好那样再次拒退圣旨 幽州很是有些能使劲蹦跳的军武官员 跟灵州遭受牢狱之灾的将主门庭 隐约有了遥相呼应之事 徐凤年当初在灵州当将军破天荒 没有大开杀戒 跟谁都听好说话 许多人都觉得是富人心肠 这次去阎文鸾一手把持的幽州 徐凤年觉得是时候割下一些脑袋了 想跟他玩可以得拿出性命来玩 少女杀手突然问向徐凤年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赵柱的人 当然跟他很熟啊 这家伙是烟炽王的世子喜欢拿别人的头颅注金冠 前不久还在春神湖上见过一面 还有个姓纳兰的人我都见过了 阳光斗双手压抑不住的颤抖起来 死死望向徐凤年 徐凤年摁了一声没有下文 他见过了 自然意味着便是黄三甲跟赵柱以及纳兰佑慈隐秘见面 先前徐凤年还跟阳光斗曹伟戏言 曹长青会北林泰安城 那纳兰佑慈偷偷藏身于世子殿下赵柱那几千青旗 跑去跟黄龙室秘密会晤何尝不是一种更为悄无声息 却更加惊世骇俗的北上呢 老黄喝醉酒后说了 当今赵家天子还不错 就是儿子不行 好大喜功 还有 哼哼 我给忘了 阳光斗嘴角抽搐了一下 徐凤年的心中翻江倒海 远青山为何要用一颗世间最昂贵的包子 跟他索要那颗铜钱 因为这位陆地神仙逍遥离阳之事 那名闭关弟子正是赵柱 如今赵柱不但有父亲燕翅王赵柄的数十万雄兵作为家庭 要纳兰佑慈倾力俯辟 更有跟北梁的一钱之约 再加上 黄龙是十有八九 已经在这家伙身上下了天大的赌注 哎呐 纳兰佑慈苦心经营烟赤道 已经让赵柱有了地理人和 一直在苦等天时 如今好了 总算是天命所归了 可是原本习会恕少代弊 不可能的 马车在肥瘦南城随便逛荡了一圈 牛肉铺子不难找 勉强算是可以下咽 曹伟先前还不知道这少女怎么瞅着拉里拉她的 后来撇见他吃完酱牛肉 油腻双手就随便往身上一擦 看得曹伟直翻白眼 姓徐的也没让曹伟看走眼 毫不掩饰她的重色轻油 竟然亲自跑去绸缎庄给那姑娘买了几身鲜亮衣裳 这还不止 瞧见那小姑娘直愣愣盯着一大堆色彩绚烂的胭脂盒子就又掏出不少银子 这让曹伟有些扛不住 好歹是一个严刑关系到北梁兴衰存亡的家伙 怎么这么有心情意志拍一个小姑娘吃喝玩乐啊 结果是换来北梁王的遗迹白眼 便兴兴然了 马车由肥瘦的北门出城 马不停蹄 敢往下一个斜脚地 黄南郡 雨昏黄暮色中到达这座北梁粮仓所在 新任郡守蔡俊臣 脱甲带口 刚搬入宋岩曾经居住过的府邸没多久 猛然间从流民之地转入繁花似锦的黄南郡城 还没彻底缓过神呢 一听门房说北梁王大驾光临了 脚下胜风 恨不得手脚并用的狗腿架势前来接驾 徐凤年自然不用在门外等候啊 才走入府邸没多久 就看到蔡俊臣跟鱼柔柔一同跑来了 徐凤年摆摆手 让他跟蔡俊臣都免了叩拜礼仪 一同走入了府院深处 打亮了一眼 蔡俊臣身上的崭新的四品门关 身脖子 蔡俊臣听城里百姓说你蔡大人睡觉都要不肯脱下官服 我就纳闷了 能比你以前穿的龙袍还舒服 卑职真不是跟王爷流血拍马 确实舒服多了 在青苍穿那玩意儿就是过八夜能过一天是一天就怕第二天自己的脑袋就不知道给人搁哪儿了睡不踏实 如今大大不同啊 正儿八经的云雀观不此 卑职组被网上推十几二十代 当官的有 可那也只是芝麻绿豆大小的观 卑职这回算是光宗耀祖了 回头等卑职把黄南郡事务给王爷弄孕贴了 就想着要重新修订族谱到时候斗胆恳请王爷不令笔墨帮卑职写点桌面文章几十个字就行 这是小事只要你震得住黄南郡旺的四只王室别把黄南郡祸害的乌烟瘴气族谱的事情我肯定出力至于于渝王后的告命我也一并赐下了 本来两根手指在碾官补子的蔡俊臣文言大喜狠狠搓手 又听到登门送喜的北梁王继续说了起来 好人做到底吧 我不妨跟你掏个底 不说书生入世世子结社跟创办书院这两件事 黄南郡在整个北梁道都是名列前茅的风水宝地 你到时候好好盯着 我许你全权处置 记得别让喜事变祸事 你从青苍城偷到黄南郡的那些古董字画真丸 共计四十六件 我就当一件都没看见 你正好顺水推舟 拿来跟富良世子做人情 以后等他们有了官身 不管是在哪个州站稳脚跟 你再想笼络今天一两银子的小事 那时候就得花费一两金子了 蔡俊臣如如诺诺不敢言语 倒是鱼柔柔不见以往的怯弱 笑了起来开口 王爷尽管放心 奴婢粗略算了下 这些物件件卖的话只高二十万两白银 郡首府一文钱不少 肯定全都花在这里黄南郡民生之上 可惜就是夫君在这儿 人生地不熟 卖不出公道价钱 否则 蔡大人 你看余皇后比你会做人多了 仅仅让她主内大才小用 我再唠叨一句 你只能先放下一半心 我跟水晶王氏 王熙化和林肃王氏 王真律两位家主知会一声 他们都是风雅民士 有他们开个好头 不愁卖不出高价 另一半心呢 你还得悬着 黄南四王氏这些风流大族 就算由我牵线 骨子里瞧不起你很正常 瞧得起才叫怪事 你在清仓那套人情历练 葛这儿不灵光 蔡大人要有从头再学过的觉悟 最后就是别觉得我这趟进府 是要逼着你杂瓜卖铁 做赔本买卖 捞钱这个行当 剩在细水长流 只要他是坐稳了黄南俊手的位置 二十万两白银 黄南俊一个中县的县令 都未必瞧得上眼 其实我呢 心智动明 这些千辛万苦从清仓搬来的家当 你蔡俊臣是想送给精略使大人 至于送多送少 你们自己看着办 别顾忌什么呀 我跟李家没外界想象的那样不堪 蔡俊臣没有直接入府 也听过狗肺不是 你说在哪里当官 不是下边人拼了命去揣摩上意啊 生怕提了猪头 却走错了庙 拜错菩萨 夫君这个 灵州俊手倒好 天倒了 轮到堂堂北梁王 用心良苦 来教我如何当官 还给我铺路 真是我蔡俊臣 有多大经国济世的能耐 我蔡俊臣就投一个不幸 他北梁王的心思 比如拿我千金买骨 用我一个外人去梳理干净黄南郡 这些我都懂 不过 真要说换个人去做夫君此时屁股下的乙子 也不难 北梁再缺人 还不至于如此寒酸 北梁王也没逼着咱们为他砸锅卖铁 这分明是要逼着我蔡俊臣心甘情愿 为北梁笑死啊 夫君不乐意 活了半辈子 第一次理智气壮站着做人 又不是真要夫君去沙场送死 有什么不愿意的 如果 我是说如果 万一那人瞧上了我这残花败柳 你这回送不送 以前那是为了活命 假如在北梁到头来还是有这一天 夫君却是打死不送了 做人总不能越做越回去啊 哼 你是知道他不会 才故意说好话给我听的吧 媳妇 这些年 对不住了 蔡俊臣伸出手指 帮他撩起一缕额角青丝 红着眼睛 鱼柔柔猛然转过身 走上台阶 双手拧在身后 脚步轻快灵动 马车之上 曹维缩在 离那忙着涂抹胭脂水粉的少女 最远的一个角落 对徐凤年 讥笑的 呦 信徐的 以前看不出来啊 收买的一手好人心啊 我收买你师兄弟一起揍你的时候 你就应该知道了吧 我真拿刀砍你啊 到了龙京郡 你这把刀我得送人 现在赶紧多摸几下 收乡 哼 你不给 我不会抢啊 曹维正要说话 徐凤年伸出两只手 弯曲一指 一万金旗 只剩下九千了 曹维立马死皮赖脸 握住徐凤年 只剩四根手指的手 谢谢徐大 徐凤年 徐大爷 徐子子 咱们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说一万可以给两万 独独不可以只给九千啊 做买卖怎么可以缺金少两呢 讲究的就是一个同手无戒 你我英雄系英雄 要豪气啊 要我收回那一千旗 也行 一边凉快去 别碍眼 车厢就这么大 徐凤年指了指车帘 曹维毫不拖泥带水 滚出车厢 然后掀起帘子 探出那颗脑袋 别忘了啊 是一万不是九千啊 少一兵一马 我给你接 结果 曹矮子忘了那脾气恶劣 杀手姑娘的存在 被一柄横空出世的铜镜 拍飞出去 曹维连屁也不敢放一个 坐在马夫徐掩兵身边 呲牙咧嘴 跟这位世间顶尖高手问道 徐高手 你觉得我是不是比里头 那个姓徐的更加欲输临风 徐掩兵无动于衷 你不承认这点没关系 那我比姓徐的高大威猛 你总该顶顶头吧 徐掩兵依旧是置若网门 曹维爬到徐掩兵身边 很不客气地勾肩搭背 我知道你是鼎厉害的高手 否则也不能追着洪锦炎和崇良 一路打到孤赛州边境 不过我曹维也不差呀 我跟里头同样姓徐的事不对付 不过跟你一见面 就觉得相见恨晚 有些事情啊 就得先跟你讲清楚 你是不是想说 我曹维读书少见识少 你别骗我钱 骗我钱我脾气好不打你 我相貌英俊高大威猛 你也别骗我 这种事情你敢骗我 我肯定打死你 姓徐的这都跟你说过了 他娘的 这王八蛋 看你还说了很多 毁我名声的言语了 徐掩兵 你可别信内思啊 姓徐的别的本事都不大 骗娘们儿骗爷们儿 真是不服气都不行 绝对称得上是炉火纯净 徐掩兵哭笑不得呀 但也没让曹维把狗爪子挪开 北梁王别的也没多说 就是到时候让我跟你去西域 曹维咬了咬嘴唇 漠然无语 车厢内 徐凤年正在跟阳光斗 聊到崛起于灵州的鱼龙帮 这个帮派如今财运亨通的一塌糊涂 家业滚雪球一般 已经由一个灵州三流势力 一跃成为了数一数二的顶尖帮派 至于鱼龙帮怎么赚钱 外人只知道 是做边关倒卖的杀头生意 徐凤年跟老人说了 让鱼龙帮跟几股大马贼做马匹私饭 自然不会是那等同于大半战马 导致有价无事的熟马 而是从草原上大肆捕获野马 不论优劣又壮 鱼龙帮都出高价来购买 当下边境不少马贼都展开了 浩浩荡荡的倒马营生 不过不是直接跟鱼龙帮接头 而是卖给跟鱼龙帮有香火情的马贼 价钱自然是大打折扣啊 老人听到这里笑着开口 哎 用这种笨法子增添北梁的数码 会不会于事无补啊 在地理上流明之地属于谁 北梁北莽的得失得按双分算 这些无主的野马差不多是一个道理 数目翻一翻就不容轻视了 再说徐肖很早就跟我说过 持家嘛 无非就是新三年旧三年 缝缝补补又三年 缝补二字最考验一家之主的功底 现在北梁千头万绪都要我去打理权后 我就一个纵致 只要能把银子变成北梁占领 哪怕是一颗铜板的生意 在不耽误大事正事的前提下 我都会屁颠屁颠去做 王爷有这份心是北梁姓氏啊 徐凤年突然看到那呵呵姑娘涂过了枝粉 锦上添花的往自己头上斜插了两只钗子 放下铜镜后正襟危坐 对他做出了一个大概是他自己觉得女子风情万种的笑脸 杨光斗被惊吓得不轻咽了口唾沫 不忍心再看那副尊容 连忙撇过头拎起了一本书记 真是为难这小姑娘了 这肯定比刺杀天象高手难多了吧 徐凤年的定力 早就给当年在脸上贴上半斤重胭脂的李斯姑娘给磨砺出来了 笑脸依旧 弯腰伸手 把少女故意翘起的蓝花纸给硬生生地搬回去 然后用手指轻轻刮去些过于厚重的胭脂 曹伟要死不死的在这个时候掀起帘子 看到那张始终僵硬的妩媚容颜 把曹伟给吓得魂飞魄散 做了个自戳双目的手势小声嘀咕 他娘的一个比个狠 那只喜欢吃竹子的大猫呢 死了 赫赫姑娘低下眼皮子 徐凤年帮他别好那两只原本歪东倒西的钗子 揉了揉他的脑袋 我让人从西蜀竹林再给你找一车 小姑娘轻轻摇头 老人很识趣地离开车厢 跟曹伟一索一诱坐在徐彦兵身边 曹海子幸灾乐祸 呦 杨叔 你也给赶出来了呀 得到回复是呵呵呵 连喝三声 曹伟这次学聪明了 以炸雷不及掩耳之士 直接跳下马车 果不其然 一只纤细手臂 直接穿透车臂 如果曹伟不逃啊 那就得被寡了心了 徐凤年在夜色中进入王室府邸 大开眼界了 黄南四大郡王中 水晶王被龙夷王压下一头 不过府上书香气息浓而不腻 雕兰花洞十分精巧 就连府上的丫鬟婢婢女 似乎也比别家府邸多了几分书卷情 王熙化大开一门亲自领路 这位家主既是经略史大人的毕生死敌 也是国子健左记久姚白峰的望年之教 徐凤年对他的观感一直不错 武当老长教王重楼 曾经给王熙化观象趁雨 评价极高 如今王公曹的义子焦武仪 进入了灵州将军府 跻身十四十全校尉行列 让文武兼备的水晶王室是声望大振 若非李公德有个在边关沙场上 很争气的好儿子 龙夷王室说不定还真就给赶超了 王熙化有四方七切 不过子女显然是太过阴盛阳衰 独子王云书今夜不在府上 不是以往的夜夜声歌醉生梦死了 把他当回事的沾着水雾的眼神都撂在了年纪轻轻的北梁王身上了 曹薇到最后破罐子破摔 只要徐凤年一开口 他要么是鼻音冷哼 要么是鬼脸撇嘴 总算把公曹大人的一个小女儿逗乐了 躲在两位姐姐身后是笑吟吟的捧腹 王熙化 何等老辣呀 根本就不用徐凤年如何介绍 就清楚这个貌不惊人的佩刀矮子不简单 否则谁敢堂而皇之的跟北梁王平起平坐 还敢拆台对干呢 王熙化对这个年纪不大的北梁人主有着发自肺腑的敬畏 要是真有女儿被相中了 不说给水晶王室雪中送炭 但肯定是锦上添花的大好事 至于那名矮小的佩刀男子 若是有女儿与他相互瞧对眼 王熙化也乐见其成 徐凤年借着酒意微醺弹性颇高 王熙化也不敢得意忘形 只留下天真烂漫的小女儿侦查地久 新上任的郡守蔡俊臣手里有些古玩字画 既既想要出手啊 只知他出来乍到 怕是卖不出个好价钱喽 我府上有好几幅价值连城的字画 上面还有王爷当年盖下的赝品二字 倒是能为郡守大人稍稍分忧 曾经年少 见笑了 梧桐院曾有树方珍贵丝章 其中有一枚大秦小传 殷刻艳品二字 当年王府品相极佳的珍惜字画 都没能逃过世子殿下的魔爪 徐凤年长久耳濡目然 李一山的学问事工 在字画鉴定一事上下过苦功夫 眼光奇准 那些艳品无一例外的都是真品无仪 不过阴差阳错 不论中原世子如何仇视北梁 若是家中有一幅潜盖艳品二字的书画 都是一桩既能保证旱老保收 同时又可以跟人炫耀的美式 在徐凤年出府前 王熙化送了一幅字 是经者时节亲笔邪旧 可算是一份残缺本的水晶王室家训 三知己三陌路 圣己者得龙者有趣者可作知己 知不同者无性情者众愿忘恩者 不作仇敌即作陌路 这根完整的王室家训略有出入 比如知己中少了直言不讳者 陌路中少了德博者 这大概就是王熙化本人 潜心酸言智学士工两世多年 得出的独到心得了 尤其是先前聊到历朝历代翻阵歌剧 宦官为患 旁荡联营三大顽疾 王熙化也有过一番不落苛旧的高见 徐凤年以往对于读书人 的确是有不小的偏见 几趟游历过后 逐渐有所好转 今夜跟王熙化敞开了聊天 让徐凤年自行几分 出门之后 曹伟见到少女杀手百无聊赖 围着马车慢悠悠地逛荡 他先前没有跟随进府 此时扛着那根滑稽可笑的 枯杆子散步 曹伟现在真是怕死了 这个脾气古怪至极的姑娘了 用阳光斗的话说 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谋 坐入车厢 徐凤年问道 王熙化刚才提到北梁任用官员 使功不如使过 养老意下如何 原先这话早说个三个月 就是站着说话 不要他 多如牛毛的牙翼虚立 失位素材的多 能做实事的少 被世子文人顶替 是咱们北梁大势所趋 王公曹本意不过是 担心北梁格局动荡不安 不过 既然流民之地 要新辟出个流州 这个说法就讲得通了 难道 公曹大人也摸着蛛丝马迹了 树挪死人挪活 既然好不容易走掉一个宋言 都没能做成黄南郡郡首 那还不如跑去刘州找机会 况且王公曹 不是一位迂府的书生 他去刘州 与己与北梁都是好事 在北梁道旧三州犯错的官员 一股脑丢去刘州 有政治贤熟清运极佳的 王熙化安抚人心 谁都会卖他一个面子 又有小王爷的三万龙象军坐镇 说不定王熙化还真能当上 下一任刘州刺史 徐凤年笑着点头 刘州初代刺史的人选 其实早已敲定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正是重新出山的阳光斗 徐凤年原本是属意陈亮希的 只是这位似乎只愿躲在重重 帷幕后头的韩氏执意不肯 徐凤年总不能强按牛头喝水啊 不过说实话 陈亮希此时还是有着眼高手低的嫌疑 若是没有两莽大战在即的大背景 刘州交给他文火慢顿也无妨 可既然快则一年长则两年边境就要硝烟四起 徐凤年也尾时不敢把刘州全盘托付给陈亮希 车厢内的阳光斗则是既通晓全变又人情练大 到时候徐凤年再给出一份徐霄遗兆的障眼法 老人的年龄资历都清清楚楚地摆在台面上 远比嘴上无毛的陈亮希更能浮重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呀 徐凤年越是重视陈亮希就越怕拔苗助长 这名年轻书生不但是他亲手从江南到拐来北梁的人才 更是师父李一山无比器重的北梁第二代谋士的主心骨 小姑娘坐在车厢角落自娱自乐 徐凤年看着呵呵姑娘在那里模仿从大街闹市女子身上学来的千姿百态 不予置凭眼神温暖就连老人阳光斗看着这对男女的相处 近况都有些琢磨不透了以前的世子殿下也好 如今的北梁王也好不管清凉山山外风平如何 阳光斗都知道这个年轻人只要没入他的法眼 其实啊梁博寡情的很不过似乎对眼前这个小姑娘格外宠溺 阳光斗在遇上少女杀手之后 尤其是清楚了他跟黄三甲的关系 数次暗示徐凤年从他嘴里多逃出些秘情 因为哪怕是他随口说出的几个字或是一个姓名 说不定都可以影响到北梁未来的格局走势 但是徐凤年就是不肯 阳光斗也无可奈何 当下徐凤年身上已经有了一份隐而不发的身重鸡威 阳光斗不断告诫自己万万不可再将徐凤年 视作当初那个任性妄为的少年了 钟鸿武一事便是明正 老梁王不愿意收拾的残局 新梁王收拾起来便毫无顾忌 甚至大将军当年不愿跟黎阳赵氏撕破脸皮 在新梁王手上已经给人造成了一种 北梁大可以割据自雄的隐约态势 这恐怕也是朝廷扭扭捏捏 最终对曹梁松手几分的根源所在 新梁王和新北梁已经开始让朝廷明白一件事 徐霄交给我徐凤年的担子 我扛下了 我们北梁也愿意为朝廷镇守门户 这就是底线 你如果再来三番五次恶心试探 先掂量掂量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北梁陈兵东县拒退次世圣旨 朝廷看似恼羞成怒 马上还以颜色不予夺情 但同时又不得不做出了封赠上驻国头衔 以及开进曹运的粮手补偿 就在这时小姑娘冷不丁开口 这些年老黄带我在一百多个地方停过 他说都是他种过庄稼的农田 有些荒废了 有些还是亲皇不接 有些收成不好 但终归是有收成的 我师父跟楚庐山都把黄龙氏看成春秋最厉害最大的碟子 谁能接手他整个谍报系统 谁就能占尽仙计 不过我们都不知道他是如何经营的 如何挑选秧苗 如何饮水灌溉 如何关注掌势 如何收割秋道 没有人知道黄龙氏是怎么做到的 蹭饭 喝酒 聊天 骂人 骗人 走人 换个地方 再这样做一遍 天大的难是春秋最大的秘密 就给小姑娘的十二字真言 给如此马虎带过了 你不问我那一百多个地方是哪儿 那些人到底是谁 在下玉鸾当 欢迎继续收听 雪中汗刀行 第二百五十九集 哼 北梁自顾不暇 没精力也没本事 去跟各路枭雄逐鹿天下 哼 你问我 我也记不住几个 唉 跟这两位相处 真是遭罪 好像有些理解曹维的惨淡心情了 徐凤年伸出双手 玩笑着把少女那张威元的脸颊拉长 你说什么如是道三角河流 我也听不懂 不过老黄说过 你身上有副药影子 这个嘛 我知道了 黄龙睡应该是在说那个龙树僧人 给我喝下的那碗血吧 不过我这两年一直感受不到 就没当回事 四百年前有个高速路 就是你前段时间说过的那个 我刚才想起来了 老黄提过他 说这个家伙半死不活着 在泰安城某个地方 是赵家的一张保命符 原本是用来压制王先知的 虎龙山好像 哼 这件事情忘了 徐凤年收回手 又屈指在他额头上点了一下 是龙虎山 哦 别人想不通黄龙是这么翻江倒海图什么 我倒是稍微理解一点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一直是儒家旨意所在 不过黄龙室 显然要更高一成 因为他眼中没有皇帝 他截然一身 本就用不着修身齐家 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也不用去帮着皇帝治国平天下 所以啊 他才可以跟谁都不一样 他大概是只想要一个 我们所有人都看不到 甚至想都想不到的太平市道 对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还有老黄就说过 膝盖不是用来贵人的 哼 这个整块把春秋田地都掀翻得老农 老黄说他也要死了 流民之地 果然不是省油的灯 确实没有让北梁省心 那股在三城之外 自立为王的浩大马贼 干脆揭竿而起 哪怕知道三万龙象军已经形成一个虎视眈眈的包围圈 仍是不惜做困兽斗 绕过林瑶谷军阵 直接就往青仓扑杀而去 不过龙象骑军毕竟把战线拉得太开了 这股两万多人的马贼短时间内也称呼上遗卵基石 事实上就兵力而言 才被划入北梁辖境的清仓 满打满算 不过八千人 陈亮熙固守己见 坐镇清仓 那股汉勇马贼的狗急跳墙 是在梧桐院的计算之中的 只是陈亮熙给徐凤年出了不小的难题 原本清仓城可有可无 徐凤年要的就是马贼从暗处闯入名处 给他们一座跟固若金汤 没半颗铜钱关系的破城 又如何呢 何况 北梁假释 其战不战都是行家离手 陈亮熙他不按常理的莽撞行事 徐凤年恼火之余 只能让本该走完幽州的阳光斗 曹伟两人 匆忙复任名义上的北梁道第四州 刘州 除此之外 还有接管六千铁浮屠重骑的 徐潇义子齐当国 美其名曰 护驾刺使阳光斗 自然是大开杀戒去了 既然决心要打 那就不会跟流民之地客气了 再者 马贼敢造反 肯定有北莽南朝照应着 指不定大仗恶仗还在后头 这两万马贼 多半不过是到凉菜而已 徐凤年也担心 南朝冷不丁 冒出个脑袋被门板夹过的十拳武将 要去流民之地开开婚 真要给北莽在刘州一县打出个窟窿 被弄出一条完善的南下 通道跟补给线 摇摆不定的林瑶凤翔 也许就一口气倒向南朝那边了 如此一来 梁莽大战就得被迫提前燃起狼眼 东西向江域并不算太辽阔的北梁 尾时不适合 幽梁流三州分别出现一座战场 徐凤年不怕北莽铁梯南下 但并不希望这么早就听到那群冲锋起来就喜欢哇哇大叫的蛮子嗓音 走了杨曹两人后 徐凤年身边又只剩下一个车夫徐衍兵了 已经深入幽州腹地 徐凤年弯腰走出车厢透口气 坐在徐衍兵的身边 看来南朝那边一心归乡祭祖的老头子们也坐不住了 估计是给西楚复国刺激的 趁着还有气力提刀上马 一心想要跟西楚里应外合 我现在担心青仓城内不安分 马贼不足距 怕就怕青仓城一丢 刘明尝到甜头以后 趁势风起作乱 我那趟青仓之行 以及送佛去西的心血就全白费了 这可一根筋的陈亮西啊 要是下次见面还能不是他的尸体 算他侥幸不死 老子也得抽得他半死 有八百凤子营担当守城的主心骨 青仓应当能抵挡上一阵功夫 不过活下来的肯定不多 现在就看马贼之中是否藏有北猛的高人了 现在我还会心疼凤子营的战死 以后真打起来 大概连心疼都来不及 到最后呢 更会完完全全麻木 死了多少人 也就只是军情谍报上的一个笼统数目 打仗不都这样 当初跟随大将军一起到北梁扎根的老族 谁没见过身边的人一个个地接着死 也别觉得对不住他们 养了足足二十年 受血难听的 就是养条狗 该咬人的时候 也得使劲咬人不是 毕竟不是狗 既然是人 那就更有当死则死和死得其所这两个说法 徐家 如今就你们兄弟二人两个男人 一个都已经亲身陷阵 一个也没躲起来 还要怎样 难道要二郡主也去杀场 厮杀不成 没这样的道理 谁敢跟我讲这样的道理 我徐衍兵不管是谁 都要跟他们讲一讲我徐衍兵的道理 哼 我的道理 就是我用一根铁枪 你们用什么都行 搬出投石车这样的大阵仗都没关系 徐凤年怎么都笑不出口 流民之地一旦出现变故 北梁既定的谋划就要全盘打乱 虽然现在看来主动权还握在自己手里 但是直觉告诉徐凤年 北莽那边某个胃口很大的胖子 很有可能要从中作梗横插一脚 关键是这一脚力道不用太大 北梁都会挺难受的 可偏偏清凉山是祸不单行 类似广陵春雪楼的梧桐院 在失去绿椅跟黄瓜后 有两个二等丫鬟也主动请辞 披红女汉林的身份 不管是心灰意冷还是吐死湖碑吧 都决然离开了梧桐院 做了别院的普通婢女 所幸赋粮之行历经磨难的陆成燕 依然进入梧桐院补上缺口 才勉强没有中断梧桐院的运转 至于他身后的陆家长辈和周 周围的陆氏子弟 并未能够借着外戚身份 迅速地融入北梁官场 有个陆成燕的堂弟 不过是被一个梁州将种子弟 说了几句风凉话 就拉上家族长辈 一起要死要活的 差点没跑去清凉山诉苦喊冤 在青州 内叶从上驻国陆沸池手中 接过竹灭灯笼的陆氏新家主陆东江 也没能当机立断做出决定 只是倒起江湖当何事佬 在冷眼旁观的徐凤年看来 这无疑是最糟糕的决定 哪怕是毫不犹豫地支持陆家 徐凤年他都能高看一眼 不过当时还穿着稿素的陆成燕 连夜下山出王府 找出老祖宗陆沸池 当年游学玄佩的名剑 当着父亲的面 逼迫那个弟弟跪在祠堂外头 剑虽说没有出窍 但仍是把那个 据说原本才在青州考中 借员的年轻人嘴巴 打得血肉模糊 掉了好几颗牙齿 这个女子还历声斥问他 敢不敢再搬弄唇舌了 那帮陆氏老小 兴许是误以为 这是他徐凤年的意思 一个个浸若寒蝉 只能把怨气藏在肚子里 连累着陆成燕 也成了族人眼中 出嫁女子泼出去的水 这些小事家内磕棚 关上门就不影响大局 徐凤年可以当笑话看待 可幽州这边 就让他不敢丝毫地掉以轻心 破格提拔黄府平 担任幽州将军 力大于弊 毋庸置疑 可是弊端浮出水面后 无异于雪上加霜 那就是在有心人的 推波助澜下 自成体系的边军还好 幽州境内各级军武 有了些古噪因患 按照目前的谍报来看 不甘心在龙京郡 养老到死的钟红武 肯定是动了手脚 徐凤年就想知道 幽州王的燕文鸾 到底有没有扮演不光彩的角色 有无燕文鸾掺和 直接决定了徐凤年 是否要将北梁布军变天 问题是 即便顺利把北梁布军 由燕家军变回徐家军 少了个能争善战的老将 燕文鸾 一样是北梁几乎承受不起的 巨大损失 就算顾大族可以顶替燕文鸾 但是无法否认 大战在即 北梁当下 无比需要燕文鸾 来稳定边境军心 更需要这个老人的忠心耿耿 与誓死守忧 可燕文鸾 本就是当初杨才赵长龄一系的 主要成员 无比希望徐霄自立为帝 以便他们顺水推舟 成为有扶龙之功的 开国功勋 徐凤年比谁都清楚 扶龙这座山头 燕文鸾在内的一大批 北梁精锐 都被徐霄打入了冷宫 向燕文鸾 就从熟悉的齐军 名声暗将 调入了陌生的步军 还有那个徐凤年 当年要去北莽 寻找的亲舅舅 也一样给强硬地打压下去 那次动荡是一道分水岭 自此之后 赵长龄就跟原本关系不错的 殷才李一山 开始形同陌路 北梁军内部的齐步梁军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惊畏分明 只是赵长龄 死在西蜀皇城三十里外 称帝一系的老人们 缺了这位杨才主持大局 北梁才没有演变到 不齐双方 视同水火的最坏地步 徐凤年靠着车壁 闭目凝身 体内契机 汹涌翻滚 如同锅底添了 无数柴火的一锅废水 以至于 溅出了大锅之外 车帘在被犹如实质的 丝丝缕缕 气机撕扯破败不堪 拉扯的那匹马身上也站出了朵朵 血化 司明躁动不已 徐衍兵 干脆停下马车 足足一个半时辰过后 徐凤年脸上紫黄双灰缓缓退去 满身大汗淋漓 脸色颓然 徐叔叔 这是第几次了 第六回 回神用事越来越久 还剩下三次 只会更加凶险 未必能硬扛过去 这种北京带来的潜在正洁 原本可以忽略不计 就算进了纸旋也无妨 只是得了柳薅施的子雷和原青山的包子后 就大为俘获相依了 哎呀 希望能拖到第九次回神 那时候陈亮西无意中 在阁楼找到的最后一只锦囊 才能有意义 是啊 这可能是李毅商跟赵长林 两人最后一次连手不去 徐凤年艰难呼出了一口浊气 他的走火入魔 也许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 根源于接连三次的伪敬 两次借助徐英陆续跻身指悬天象 之后跟王先知一战 发生了那场挥退天地万物的消游游 浊情有物才后知后觉 自己曾经一只脚踏入了陆地神仙 出窍神游的门槛 大黄亭造就的那一方池塘 如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沸水滚滚 用徐凤年自己的话说就是去魂 他要做的就是相对应的回神 把千丝万缕的宣废契机一一摆平 既然大黄亭有九重楼高 徐凤年猜测会有九次去魂和回神 到时候才算是功德圆满 但是这样的圆满 对敌天象 由一战之力 对上王先知 仍是毫无胜算 徐凤年当下眼光所盯着的 江湖上也只有王先知一人而已 否则没有任何意义 赵长陵曾有棋子在皇宫 黎山在徐凤年年幼祈祷之时 就接过了赵长陵 那一手原本已经断了生气的棋子 继续布局 目标只有一个 四百年前以一人之力 杀进天下顶尖高手的忘忧之人 高树鹿 众贤迎庭的黎阳庙堂 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来得如此迅猛 以至于所有殿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侍郎 都瞠目皆舍 本朝首府张居禄 在圣意已决的情况下 仍是执意调动总领北地军政的顾建堂 要把这把帝国最锋利的鸣刀 扳去西楚的脖子上 可惜在降服元年的春围 就算沿路近在张居禄之手 就算庙堂上极为深重到了十几年无敌手 首府大人终于迎来了第一场败杯 因为这次他的对手是坦坦崩 还有还老爷子身后的一杆全臣 奇怪的是这些人事先确实并无任何约定 在桓文无比鲜明的把矛头指向首府大人后 陆续出班走势 都认为北顾难用 一侧太过冒失 一个回光返照的西楚 远远不足以跟北盲百万空闲之事相提并论 那一天的朝会暗流汹涌啊 除了户部尚书王雄贵 毫无悬念地站在了恩师这边 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胆怯的沉默 不敢掺和到这场永辉元年以来 最为云波诡诀的神仙打架里头 唯独最近十分春风得意的进兰亭 出人意料的紧跟王雄贵为张首府发声 退朝之后 谭谭翁目不斜时 直接跟首府大人擦肩而过 失魂落魄的王雄贵 跟在神情淡漠的永辉作师身后 反倒是从不主动凑进首府的尽幼祭九 脚步坚定地走在了张聚露身侧 张聚露慢慢走下白玉台阶 没有去看身边眉头紧簇的年轻幼祭九 金三郎 这次你恐怕要压错赌注了 晚生并非冒险压住 故意与满朝文武为敌 借此讨好首府大人 不过是大丈夫当有所为 仅此而已 当初我本有意拉你进入张炉 既而替我掌控那花架子的沿路 只是后来既然陛下对你刮目相看 我做臣子的也就不愿夺君主之美 不愿非不能 隔墙尚且有耳 何况这还没有离开宫城 两人身边不远处 不乏有脚步迟缓的文武官员 纵观历朝历代 君子小人之争 有君子美裕的朝臣 生前大多输得很惨 至多死后被下人帝王追赠美事 于国于民并无弊异 这种空落落留在青史上的名声 不要也罢 党争已是无甚不可告人的玄机 越是心系苍生 越是需要君子彭党 更需要同僚之中 有一条聪明的恶犬 能犬废还能咬人 而不是一伙人都在那两袖清风 只会书生意气用事 到头来无非就是在流放贬折途中 坐几手 让后世读书人 泪满衣襟的孤焚诗座 挺无缺的 晚生亦是难逃苛救 今日我不当职 你去帐楼那坐着 有同僚问起你只以不知二字回应 是 说完 王雄贵快步离去了 执掌一朝全秉的慈染碧眼儿跟晋兰亭满悠悠一路前行 一同跨过了工程门槛 当初第一次见你 让我想起了自己当年的情形 也像是你那般苍皇失措 百般委屈 不过说实话 你比我当年仍是差了许多 也就做宣旨比我厉害些 能有一事让首府大人心甘情愿认输 并且附诸于口 俗意 只是 你在奇怪那个老家伙 为何同事操歌 正是 纵使我是天子宠臣 是太子殿下身边的红人 贤城注定锦绣 有些事也不敢妄自揣测 我与桓温心中都有一杆秤 都不曾对西楚复国有任何轻视小区 只是一杆秤的两端轻重 这些年一直有些差异 我仲西楚 仲于北莽 他则仲于北莽 仲于西楚 他有他的谋划和眼光 他坚持要用北梁耗去北莽国力 生怕顾剑堂一旦难下 此时已经定策 先吞北梁再打黎阳的北莽改弦一辙 误以为有机可乘 到时候从北关一直蔓延到 我们脚下这座泰安城 皆是遍地狼烟 看到南边那个方向了吗 老家伙不但看见了北边 除了顽及北梁 坦坦翁 还看到了看似举其不定的烟斥道 还有那些轻易不起春风吹拂的春秋王国 他的顾虑自然可以理解 我是怕西楚成为一座泥潭 牵引春秋王国死灰复燃 他则是怕北莽由东陷南下 导致整个天下都是泥潭 我与他才是一场真正的豪赌 这些事情你们就算站在了王朝中书 也一样看不到的 源于朝堂之上人人各有所谋 五人想着生前封侯败将 文人想着死后陪记张圣庙 之所以与你说这些牢骚 是你金兰廷难得糊涂 难得有趣 毕竟在还老头那儿挨骂不稀奇 挨打就很罕见了 金兰廷下意识摸了摸被坦坦翁 扇过耳光的脸颊 烫手一般迅速锁毁 你我就走到这里 金兰廷拾去的停下脚步 只听见首府大人撂下一句言语 以后都与新尚书交往 新尚书 是李不元国 还是兵部卢白杰 还是说两者皆有 这两位在满目双白的庙堂上 都算轻壮年纪的栋梁重臣 虽出身不足 却据是黎阳一等一的风流人物 卢白杰是江南道上的唐膝剑仙 元国是能跟谁都能打成一片 称兄道弟的著名人物 在朝野上下 两人口碑极佳 没有树敌 也无明显的山头派系 又曾是坦坦翁的座上宾 也都挨过坦坦翁的责骂 面过圣 进过双炉 挨过桓温的骂 黎阳朝廷 想要成为全臣必经的三大部 这两位尚书显然都经历过了 看来他们也不远了 此番动作朝野上下 这次都使劲盯着藩王静难 几大藩王中 焦东王赵衰为朝廷明令 按兵不动 老老实实地盯着边关 广陵王赵义本就是局中人 西楚复国就发生在他侠境内 没有太多浮想连篇的余地 然而一直最为软弱 并且传言疯癫的淮南王赵英 却是出兵六千 清朝而出让人刮目相看 阴斥道出兵最早 只是这位紧紧屈居老梁王之下的藩王赵炳 竟然只是让世子殿下赵柱 领了一千旗前往广陵道 何况一路北上穿镜过舟 闹了个鸡飞狗跳 年轻的静安王赵巡出兵最晚 兵力多寡 暂时不知 至于封王旧藩西楚的上任兵部尚书陈之报 没有半点动静 北梁 黎阳这边没谁会觉得那个比赵巡还年轻的新梁王会这么好心 都猜测北梁正幸灾乐祸 不落井下石就算是黎阳的万幸 马蹄一动 弓弦一响 黄金万两万 青州边境上大队兵马缓缓向东北推进 有闲眼一骑 停马河边 牵马而立 这名年轻骑将 身穿一身明皇蟒袍 就盲水而言 甚至比广陵王赵义还要高出半个品质 陆先生好不容易帮我攒下那点家庭 这么一闹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心疼啊 作为弱势的客人 登王拜访 礼数要足 吃相要好 吃相好了 反而才能吃得更多 否则势大的主人 下次就干脆不让你上桌洞筷子 很浅显的道理 可就算明白 难免还是有些郁闷 瞎子陆许 笑而不言 青城那边动静那么大 小六你说 得好好琢磨琢磨才能想头 是好消息 你就赶紧跟我说 是坏消息 就当我没问 咋样 对青州和金安王府来说 兴许是好坏参半 何解 首府大人 故意露出破绽 使坐垫垂吊 不出意外 接下来他手头上 常年积攒下来的杀手锏 都要循序渐进 既用盐关的笔刀去杀人 刚好又有英茂春主持的大瓶 肯定会死很多人 青党洛飞驰身死 青党崩塌 夹起尾巴做人 反而能够侥幸 躲过这场风波 风波过后 事情还得有人做 青党有望东山再起 这次陆续 恳请王府这边 务必精锐尽触 就是让皇帝陛下和庙堂大佬 知晓我们的吃相 以求在接下来的腾挪中 抢得先机 天下是赵家的天下 身为一家之主 膝下儿孙满堂 他自然会拣选那些做事牢靠 又本分不争的子孙 当家的高兴了 才乐意多给他们一些钱财 希望他们更争气 若是觉得没出息 一家之主 也就要搂紧钱袋子和传家宝了 只是陆续实在无法想象 没有张首府的庙堂 会是怎样的光景 有他跟坦坦翁仔 对青州局势看得脉络清晰 绝不至于太过刁难静安王府 如果一个家 换了管前管事的大管家 甚至 甚至又换了个家主 青党若是没人能挺身而出 在关键时刻 替我们在新主人耳边说上话 总归是隐患 因此 好处在眼前 坏处在远处 总的来说 仍然是个坏消息 当然 世间万事顺息变化 看得再远 一来未必做准 二来 也逃不掉走一步算一步的路数 我们只要步步不差不错 到时候 若仍是谋事不成 大不了就骂几句老天爷不开眼 张首辅才五十几岁 身子骨一直不错 怎么会退下来 又怎么会有谁能让他退下来 自然是 头上那位 所以你才早早 就要我暗中交好晋三郎 跟青城王 是 六儿啊 你说咱们做客的 小心翼翼折腾出好吃相 当家的 吃相倒是差得一套糊涂 确实啊 坐那么个位置 家法就是国法 家里就是天理 殿下别忘了 你也姓赵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赵寻笑着搂过陆许的肩膀 我跟你 有什么都不敢讲的 天下 丽儿 真不跟我一起去 没你帮忙出谋划策 我心里没铁啊 我只会出出主意 行军布阵是外行 况且殿下此行 本就不是捞取战功去的 当然想捞也捞不着 把这六千人一口气打光了 届时在衣衫褛 与那太子秘密见上一面 就算大功告成 就不能留下两三千兵马 偷偷摸摸 留下一千也好啊 您说呢 好好好 听你的还不行吗 见这位陆先生没有动静 赵寻恋恋不舍 我可真走了 赵寻翻身上马 陆许犹豫了一下 仰头盯住 切记 此行就两件事 尽量赢得赵传更多的信赖 再就是拿六千条人命赢得天下铭心 嗯 说吧 策马远去 与此同时 一支声势浩大的车队缓缓南下 阵仗之大 远胜新封为定顶大将军的兵部侍郎卢生相 两百余人中配有绣金刀的大内执金无其位有八十人 其中一百左右骑士据是身穿黑衫兵器各异 但无一例外腰间皆是悬有一枚扎眼的铜皇秀鱼带 铜皇带子上所秀鲤鱼尾数也有多寡 此行中悬挂象征一品高手的七里鱼带有三人二品小宗室六里多达十四人龙虎山吴家剑种和冬月剑池在内的所有顶尖门派都有派遣心腹随行 这意味着他们是为黎阳朝廷授以功勋的江湖五人 已经不算是什么在野草莽 而是拥有了正儿八经的官府身份 凭借此代进入关爱城池无需互叠 两百级呀 只是护送了一辆彰显皇家气派的豪舍马车 以四匹汉血宝马拉车 马车四周是二十几名宦官 铜黄鱼带秀有六七尾的一流高手都夹杂其中 各司其职有条不紊 一路南下过城而不停 仅是在野外扎营 但是沿途所经军阵 必定要出动一千到三千不等的青旗 遥遥护送数百里 两者间距始终严格保持在一里路 半寻的光景 车帘子几乎从未彻底拉起过一次 马车上就两个人 一个垂垂老矣的老宦官 靠着车臂打着瞌睡 一身鲜红莽浮 显示他的身份的确不俗 他的本名早已淹没于岁月 是个冬月移民 当年进入冬月皇宫以后 跟多数宦官一样 拜了一个前辈宦官为养父 被打赏了个次名 这才算真正入了门 这个如今配得上刁似一说的老年 宦官叫赵思苦 到泰安城的时候 已经四十多岁 曾经陆续掌印过 上宝剑跟印寿剑 服侍过黎阳两任皇帝 这么多年 竟是一桩小错都没有犯过 就连韩生轩 都对这名同僚不吝笑言 赵思苦 却是宦官里头寥寥无几 无须见人猫蜕壁的雕死 赵思苦与如今的 私立间掌印 宋唐禄的师父 是至交好友 两位老宦官的对时对象 又恰巧死于 同年同月同日 宋唐禄成为首患之后 对所有人都不念旧情 连师父都不例外 唯独对赵思苦 始终值晚辈礼 老宦官盘膝而坐 男眼疲乏地打着盹 动作大了 把自己给惊醒 眼角余光 瞥了眼车厢角落 又打了下眼皮子 角落处 坐着个睡泰安详的中年男子 相貌俊雅 眉心一抹树立星红 人猫暴毙之后 原本已经准备安详晚年的老宦官 既没有生任私礼监 反而被两位独立于国子剑之外的炼器士宗师领区 建了一样物件 赵思苦从匪夷所思到趋于平静 再到最终麻木 不过半年时间 在那一天起 赵思苦才接触到常人 几辈子都无法知晓的秘信 例如龙虎山历代天师 在自认道法大成之际 都要来泰安城 为某个物件 赚客服录一仗 这一写服务往往就是数月甚至是半年 耗尽精气神 迄今为止 黎阳建国以来已有十一代 总计十八位大天师 代代化福 人人坐路 只为了镇压车厢内这个人 网忧之人 唯一一个以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姿态 行走过江湖的高树路 当代江湖所谓的一品四镜 从根支而言 近脱胎于四百年前此人的武学心得 也正是此人将金刚镜纳入高手范畴 有意无意将原本被如道打压的 完全抬不起头来的外来佛教摆上了桌面 四百年前的那场浩劫 高树路在十年间走遍大江南北 兴之所起便杀人 杀得满江湖腥风血雨 无一人胆敢自称高手 赵司库本以为 这辈子就带着满肚子隐秘闭眼 没料套林了 小主子效忠的北梁 竟然悄无声息地传递了一个消息 消息分言语两节 前一段是小主子当年离别之际说过的话 天知地知 赵长陵知道 赵司库知道 这之后 大概就是杨才赵长陵 托付给殷才李一山之流了 赵司库出身绿亭赵氏 那可是曾经的春秋十大豪华之一啊 只是不知身为嫡长孙的赵长陵 放着好好的家业不去继承 反而投靠了徐家 可以说没有赵长陵的家世支持 人徒徐霄绝对不能那么快从黎阳大批将领中脱颖而出 赵司库对绿亭赵氏不存在什么以死效忠 只是清晰记得小主子的风采 以及对他的回护和知欲之恩 赵司库能做的就是把南下详细路线 以及五倍底细交付北梁 他习惯性伸出两根干枯手指拧着眉毛 也不知道这北梁拿什么来争夺这位天人 要是有两柄分为开封两室 开启之法在我手上 如何重新封锁高树路 则在暗处的炼气室那边 北梁即便得手 那也不过是得了一颗天大的烫手更烫心的山芋 谁都不清楚 赵树路在四百年后 醒神过来 要做什么呀 赵司库望向席地而坐神情甜淡的中年人 我这老燕人被师父取了个司库的名字 这么些年 除了勾心斗角有些累 倒也谈不上苦不苦的 你高树路给说成是妄忧天人 所谓妄忧 咱家听说用佛门的讲法 不过是自封六十之外 再封了两种 才得自在 这样的自在 咱家是淤泥缸子里打滚的大俗人 无法想象 只是咱家想啊 给人那么多位道教真人 封山了四百年 如何也谈不上忘忧二字吧 罢了 虽说你见不得听不得 咱家也不想落井下石啊 老雕寺碎碎念 尖锐的鸣笛骤响 赵司库非但没有京剧 反而有些解脱 也不知北梁拿什么来教真 虽说这边已经是京畿南境边远 可要说北梁在这里有一只数千兵马的伏兵 哪怕是临时策反 那也都太可怕了 这已经无异于间接造反呀 视野所及的一路尽头 唯有三棋 左手一棋是个瘦小年轻人 有着北莽男子的粗糙轮廓 盯着对面浩浩荡荡的两百棋 眼神灼热 嘿嘿一笑 哼 中原有句话说得好 狼行千里吃肉吗 右手一棋提了根断矛 居中一棋是位容貌阴柔的白衣人神异非凡 护送高树路南下 针对曹长青的马队不停继续策马前行 老宦官则掀起车帘子一脚 哦 原来是逐鹿山的魔头 照够有档案记载 挡下过吴勇和尚的白衣人 正是那既是北莽 也是天下第一魔头的洛阳 只是不知怎的就是入主了逐鹿山 至于身边两棋 赵购那边也没有半点风吻 大秦师鹿八百年了啊 背对高树路的老宦官自然没有发现身后那位风山之人 似乎微微睁了睁眼睛 在下玉兰刀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 第二百六十集 三骑对阵两百骑 何况两百骑身后一里地还跟着独风口军阵的两千精骑 以及躲在暗中如影随形的一波北地练气势 所以在中古城看来 这叫慷慨赴死啊 说得难听一些 那就是遗卵击石 中古城一向是无名散仙式的江湖高人 就算身负一品纸玄境界 在武林中却并无太大声望 不过他邀记七尾金里同黄余带 在京城刑部是一等一的座上边 与那泰安城第一剑客齐家杰更是默逆之交 在他手上解决了许多庄的大案一案 在赵家天子那边也都算是混了个脸熟的 这趟差事 中古城是明面上的负责人 一切大小事宜都得看他是点头还是摇头 中古城的旺气功夫不弱 遥望一路尽头的三骑没有任何的轻视 在他看来 整个黎阳江湖 只要前头不是五帝城王老怪 桃花剑神 邓太阿跟大官子曹长青 都挡不住自己这边的马蹄南下 但是中古城万万没有想到 此时此刻所要对峙的三骑是临近上阴学宫的逐鹿山 在去年来了三个北莽客人 又恰好其中两人都在五平十人之列 白衣洛阳断毛邓帽 看着台面上的两百七如此拖大的直直撞来 一缕东床瞪大了眼睛 缓缓转头对并肩缓缓前行的白衣女子问道 哟 咋回事 这帮人就这么不把咱们三个奉在眼里 难道是逐鹿山的名头在黎阳不响亮不吃香 哎 陆阳 你坑我呀 你当时怎么跟我说的 说逐鹿山的魔教是众矢之地 只要我上山就有杀不尽的高手 结果一个屁都没有 这也就忍了 毕竟逐鹿山不好找 可咋到了江湖上还是这般不济世 吓唬不了人啊 洛阳 你不地道 这趟杀万人 我不陪你在黎阳玩了啊 这不孤赛州龙幺州那边马上就要打仗 我得去南朝捞军宫 要不然那个董胖子肯定把我甩到十万八千里以外 洛阳没有理睬 回头平淡出声 董胖 后头两千旗交给你去拖延 杀多杀少 看你心情 至于隐蔽处的练气势 一缕东闯你去杀 一路上这些 不用你们出手 是 嘿姓洛的 你欺负老子不是五平十人对不对 瞧不起我是不是 老子还年轻 十年后看谁更厉害一些 洛阳平静转头 看着这个北芒草原上的天之骄子 相逢 再说此人未必真会掺和 我猜王先知不来 就算是我也未必能让他真正回过神 邓茂多看了一眼那辆马车 之后也就毫不拖泥带水地绕出一路去拦截那两千骑兵 不让其捣乱 洛阳等两人离去心中暗暗思索 若是我未遇于五道巅峰之时 便是加上车厢里的高速路又如何 当时还给那人八百年辛苦积攒下的修为 他虽然跟王先知一战后又还回给我 可一来一去 无形中便折损了两成 现如今 不说原先就有一段差距的王先知跟拓跋菩萨 恐怕连修为转为修心的邓太阿 都未必再有太大胜算了 到底还是女人呢 八百年后的天下 即便连女子都能做皇帝了 可江湖始终容不得女子当那天下第一人 八百年前八百年后 仍是一个德行 中古城见到两棋离开一路后 非但没有掉以轻心 反而第一次有了如临大敌的窒息 两百棋的阵型向前稳固推移 双方相聚不过百步 眼里最差的三四位同皇余代高手 也认清了那一夫当官的白衣骑士 竟是个轮廿阴柔却英气勃发的女子 离阳江湖不就只有个灰山紫衣很风头一时无两吗 这位又是何方神圣 位于最前方的六旗快马加鞭 准备为朝廷拿下头彩 六人中有成名已久的剑士刀客 有九副盛名的权势 六旗突出同时相互掩护 以刀客最先发难 是家传绝学的抛刀术 算是飞剑术演变而来的一种冷门武器 一刀裂空而去 直取白衣女子的头颅 洛阳没有去看那记旋转成员 当空而坠的画胡滚刀 一眼扫去把中古城在内一干六七位金鲤鱼带高手都尽收眼底 一人一马继续缓缓前行 只是伸出一指 凌空轻轻点了六下 为首六旗连同那位自认抛刀术 已经在刀法大道上登堂入室的朝廷英犬 一个个跨下马匹继续前奔 而他们的脑袋好似被一堵墙壁阻挡 不知脑袋骤然停住 身躯还往后一荡 然后重重跌落一路之上 当场死绝 终于等到了那柄姗姗来迟的飞刀 点了六指的洛阳 并拢双指轻轻一抹刀锋 这把抛刀在他的身前转悠了一圈 快到好像这把刀在众人眼中就直接消失了 然后几名执金无味骑就在马背上被分尸 已经没了主人的六匹战马 还直愣愣地向前奔跑 临近那白衣女子二十步时 一路地面剧烈一阵六骑马蹄升空 碎裂成为六团星红的雾气 白衣女子就这么闲适甜淡地越过了六滩血水 那柄滚刀终于被一名六余同皇带子高手结下 洛阳面无表情 双指在肩头向前一抹 如同向前推出了一柄出鞘三尺剑 然后就真被他凝聚出了三尺青紫色的剑气 一闪而闪 那名小宗师境界的高手根本来不及躲避 没心随之炸出了一个窟窿 坠马之时 犹是死不瞑目啊 这年轻女子怎会如此傲慢无礼 竟是丝毫不介意我们做出应得之策 中古城跟另外两名七里高手打了个眼色 他们显然都看出这女子至少是静音 纸旋境界多年的顶尖高手 紧接着两百旗爆发出了与他们实力 相伏的战力 至今无中的十六名神剑手开始晚宫传胜 一些暗器高手也是顾不得什么压巴压箱底的本领了 一股脑的轻囊相受 几名玉器高手更是不惜浩劫 精气人顾不上成效 驾驭兵器远攻那名女子 这番一大帮高手是群起而公之的辉弘景象 在江湖上可不常见 洛阳呢 仍是并拢双指 在身前随意的左右一晃那些弓箭暗器 更是在掠空途中就开始东倒西外 在他马匹两侧周围是纷纷坠地 好一个我敢与天地并肩而立的天象镜 可这又如何 你终归你终归只有一人在驿战天地之大毕竟不是你的走狗人力有尽头一人一世的正心诚意即便昭告于天地玄黄换来一时的天地共鸣哪能望子拖大到真的长久跟天地并驾齐驱 中古城抬手狠狠一挥是一两百骑继续尽一切可能抛射耗费那女子的内力修为既然他乐意当剑靶子那就让他显摆去 马车内年迈宦官赵思苦掀起了帘子揉了揉眼睛竭力看清楚异路上的厮杀 没来由心头一紧赶忙转头死死盯住了那尊半死之人 没察觉到任何异样撇了撇嘴老宦官继续转头盯住异路 车外那女子似乎也有些不耐烦了准备要大打出手 嘿嘿 越乱越好乱了 北凉那边才有机会 就在此时 所有人都心口一振 洛阳似笑非笑 迷眼望向那架马车 两百余骑迟转头 望向那个弯腰掀起帘子伸了个懒腰的中年男子 从他身上一张张的金光溢溢的浮路是缓缓坠落 烟消云散 大概得有十六七道的禁止 男子望向洛阳沙哑开口 四百年后又见面了 洛阳有些正正出身 那一年高树路跟一位年轻道人酣畅淋漓的大战一场之后并非传言那般高树路就给封山东眠而是两人在东海之盼进行了一场天人对话 而洛阳恰好再观沧海两人也没有刻意回避他的旁听 附见神游天地间却从未出过一见的年轻道人跟高树路打了一个赌赌高树路解不开那一副 那时候的高树路何其自负啊 眼高于顶可与天等高 一服过后 那道人才回过神 对洛阳 欠然一笑迅速消散于天地之间 才来世间十八年与他见过一面就不复相见 也唯有洛阳才知道那道人不是什么旅足转世而是那人罢了 高树路盘膝而坐抬头望向遥远西北 再不来我可真要打开杀戒了 众人只觉一阵春风俗 一个摇摇欲坠的紫金身影眨眼便智 竟似那传言中的仙人出窍神游 然后两百旗都惊吓得纷纷后退 那个模糊身影跟那张面孔 不是北梁徐凤年又是谁呢 这一位徐凤年做事为那白衣女子牵马 孝望向高树路 第九次出神 原本坐在昆仑之巅关东海 徐凤年跟高树路 一位出神 一位回神 说着除了洛阳之外无人知晓的天机 而中古城这些高手无奈到根本没有愿意死战到底的勇气 一个白衣女子就已经近乎无敌了 加上一个出窍神游的天人 身上只余下两道福路尽致的高树路环视四周 深深呼吸了一口气 你先缓魂昆仑且再关一回东海 我随后就到那北凌 哼 好 他没有立即神游数千里反身 而是为洛阳拨转马头 缓慢走在异路上渐行渐远 留下高树路跟一大帮的铜黄鱼带高手 知道你钟情于谁 我也不强人所难 换成是我若是所爱女子失忆 他便已经不是他了 虽说我有些不太一样 不是少了记忆 而是多了些记忆 大概在你看来 我这个徐凤年还是多过于内人 这比你算了八百年还没算清楚的胡同账 归根结底嘛 要怨就是怨你自己 当初我大秦方是出海寻觅仙丹 于东海所得两枚长生药 你以为我是要与他背着你分而食之 你因此故意与我说只得了一枚 还当面毁掉 却偷偷将另一枚藏于梨珠 独得长生 并且震杀了他 其实你错了 错了又如何 便是可以重返八百年前 我一样会震杀那女子 一样不让你得长生 一样亲手毁掉你大秦绵延万事的念想 等一下 将那老宦官一同带回北梁 是 说完他继续千马前行 转身望向远方 唉 你果然还是你啊 可惜他已不是他了 云青山说 武当礼玉府以后要让人间世人间了 天上人天上逍遥 我觉得不错 等我跟王仙之一战之后 你我之间也该有个了断了 你要拦腰斩断天地 然后做个平常人 八百年前的你 不是最憎恶那碌碌无为的凡夫俗子吗 徐凤年抬头看了眼白衣女子 一笑置之 身后传来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哀号 徐凤年跟洛阳都置若罔闻 走出一段路程后 徐凤年松开了马江城 别忘了三年之约 你先赢了高树鹿再说 徐凤年恍惚而散 夜下夹着两颗鲜血头颅的椰绿冬床 一路小跑过来 诶 洛阳 那家伙看上去很霸气的样子呀 谁呀 瞧着年纪轻轻的就能出窍神游 该不会是童颜永住的道教大真人吧 跟咱们麒麟国是一个背负的老头子 比你年轻 放屁 天底下就没有比老子更有武学天赋的家伙了 洛阳你骗谁呢 他叫徐凤年 你说他几岁 哦 这样呀 那我就不回北马了 让董胖子先出眉头 哎 洛阳 我再跟你私会两年 黎阳的大好河山还没看够呢 哎 你别误会 我可不是怕了这新凉王 邓茂显然也察觉到了这边的不同寻常 很快跟洛阳耶律东床会合 一起返回竹鲁山 等到独风口军阵剩下的1600期赶到战场 许多假事都是下马呕吐不止 视野所及的异路之上都是血肉模糊的恶心光景 少有权势 领兵校尉赶紧让人确定马车那边的安危 只是车厢内空无一人 空无遗物 这让校尉更加如遭雷击 然后几十妖记黄玉带的白衣练气势 也陆续飘然而至 一个个面面相去 亦是如丧考比 校尉一看这些人间神仙都是这般的惶恐气态 确定自己这回是难逃一死了 犹豫了一下 回头看了眼北方泰安城的方向 又转头看了看旧西楚所在的广陵道 脸色阴晴不定 号令麾下惊奇返回独风口军阵 在归途中却跟几名心腹一番权衡 宰杀了两个对赵氏忠心耿耿的都尉 其余将领都去独风口脱家带口 以及一些嫡系甲氏 火速离开军阵流窜入了广陵道 在高树路 捎带老宦官赵思苦 悠悠然两旗前往北梁之时 发生惨剧的一路以南 吉里路外一座山头 青山中年文士皱了皱眉头 身边一个曾经亲手搅乱 一池春秋水的老人 痴笑出声 在老夫操持下 天下气韵由王朝入江湖 但也撑不住两位数的陆地神仙 所以八九个矛坑位置已经是极致 谁想来拉屎就得走一个 李晨刚一走 是交由邓太阿 积深境界圆满的剑仙 两蝉似龙鼠僧人一走 是让陈之暴钻了空子 王喜相 则是托付给了武当当代掌教礼玉府 以后再传回那孩子 这也是武当最让人佩服的地方 真正做到了 代代香火传承 不服气不行啊 至于当年龙虎山跟赵皇朝一喜换一喜的赵宣宿飞生不得 魂飞魄散 可他让你护着的那个小闺女 有了殿下明见共主的气象 现在高树路悍然出世 原本就给你曹长青这个如胜滚蛋 是吗 我自有法子跟高树路一较高下 有资格在曹长青耳边口出狂言的老家伙 自然就是那黄三甲 老人想了想 你的打算老夫大致猜得出 不过老夫一直弄不明白你们这些聪明人呢 怎就看不透情字 情这个字 笔画也不多 也不难写嘛 王贤之为何能够居高临下 服侍你曹长青 还不是因为你们这些天资不属于他多少的笨蛋 你 还有那个老夫在当时寥寥无几真心羡慕的李纯刚 再加上个灰山轩辕尽城 一辈子都在为个娘们儿化地为牢 嗯 值得吗 哼哼 要论值不值得 那便不是情了 情字一血难放下 你黄龙是没遇上 你笑话我们吃傻 我们何尝不笑话你也白白聪明了一辈子 不值得无牵无挂是很好 可有牵挂也不坏 嗯 聪明人一旦病入膏黄 那真是神仙都无药可以救治 你黄龙是自诩三家天下 你除了将这个天下拔苗助长对局势推波助拦 又能做什么 哎 你猜到了 可惜你我时日都不多 否则就能跟你好好聊上一聊 嘿嘿 那个高树鹿可真下得了手啊 一杀就是两百来人 而且如此一来赵氏虽谈不上元气大伤 但也有了破绽可寻 对你们西楚大有弊异 不见得江湖武夫深陷沙场也就那么回事 从来左右不了战局 从春秋战事开始 军武早已悬熟了如何阻杀单枪匹马创阵的高手 两百位高手真正愿意给赵氏卖命 去西楚境内厮杀的大概就是半数 一百人丢入接下来动辄数万人的战场 被水车薪罢了 何况逐鹿山也会参与其中 就那一小撮高手而言 鹿死谁手 一开始就不好说 啊 你黄三甲真正想说的 是独风口军阵校尉的叛逃 这倒是好事 肩一发而动全身 将近二十年时间不闻硝烟气味 荆棘以南 亲里疆土 知粉气之重 远远胜过赵家天子跟满朝文武的想象啊 认清这一点 文臣之首的张巨鹿 我倒是开口说话了 可惜没人相信 五尘中最有分量的臣之暴与顾建堂都不愿意废话 卢生相明知道说了也没用 这才是机遇所在 黄龙氏也跟着摇了摇头 似乎半点都不看好西楚的最终结局 你这是打算把江山交给烟池王世子赵柱 那么江湖交给谁 难道是那紫衣女子 轩辕清风 你说我黄龙氏只能加快庄稼帝的尝试 收成只能是既定的那个收成 你错了 老人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曹长青抬头看了眼依稀可见 遇见玄庭云海之中的身影 大雷了下雨了 也要开始搏计其数的死人喽 数十年乱世 缓白是太平 不可能的 携泰山已超北海 古人不敢 后人不能 我来做 疯子 很高兴认识你们 我一直很好奇 你心目中的太平盛世应当如何 太平有道之事 不是军民相亲 而是国与民两者仿佛两相望 但各有真性情 嘿嘿嘿 别多想了 小心陷进去出不来 到时候认你是儒家圣人曹青一 也不过是庸人自扰 我这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不合世道 我独自喝酒解闷也就够了 真能接连过了高树路跟王先知这两关 其实只要过了高树路这一关也就差不多了 说到底就是一关而已 王先知与高树路略胜一筹 但这是力气差距 而不是境界之分 说是一关不宜于提前跟王先知一战 不照样还是九死一生 那小子自找的 关老夫讹师 当真没有留下后手 没有 曹长青的问话是替某人问的 而黄三甲的回答显然是对天上之人说的 年轻女子冷哼一声破开云霄欲见而逝 北梁幽州一处僻静山林 一条浓郁气息如巨蟒缠绕马车 徐远兵看着蟒气逐渐淡去如是重负 徐凤年走出车厢叹息一声 高树路很快就到北梁 第七次出神认清了天下气韵的聚散缘由 上次出神记起了东海边的华府赌约 这次做昆仑出神 原本是在看邓太阿的访先归来 不小心被高树路撞见 实在是不得不现身呢 需要我出手 没用 还得我自己结清这桩因果 我倒是有个提议 滥陀山那女子菩萨既然结了青丝 不妨一结解一结 这个法子不聪明 但好歹也算是个法子 别 要是给洛阳知道了 他还不得直接从竹路山跑来北梁跟我闹 这娘们真的会杀人的 一声呵呵一声痴笑 从两名女子嘴中同时响起明显都带着瞧不起的意味 呵呵姑娘不用多说 这段时日一直在远处扛着枯杆子闲挂 至于另外那位则属于说菩萨菩萨就道 徐凤年无可奈何的瞥了眼估计挖陷阱让自己跳的枪树宗师 回神之际体内气机处于最为动荡不安的危险时期 对于周边的感知也就谈不上敏锐了 而徐衍兵作为北梁第一把好手 当然可以轻松获知西域女菩萨的到来 徐凤年却不行 此刻听到他那充满讥讽意味的冷笑声 也没觉得丢人现眼 靠坐着车外壁也没刻意起身相迎 对这位来自烂陀山的六珠上师双手合十行礼 然后朝他招了招手 示意他上车一续 徐衍兵很失趣地走开 赫赫姑娘蹲在远处 拿着向日葵枯杆子在地上划纱 女菩萨没有进入车厢 仅是站在马车旁边与徐凤年对视 当年初至稳坐春秋钓鱼台的香凡 这女子千饮万鬼夜游出城 差点误以为她便是白衣观音 那时候 对于这个能让羊皮球老头出手的娘们 打心眼里敬畏得很 再后来 皇子赵凯吃银平赴西域 我跟她已经是阵营对立的生死大敌 之后情势急转直下 又成了一双眉来眼去的狗男女 北梁暗中用铁骑帮她排出义气 登顶烂陀山 她则用密教僧侣帮助北梁渗透流民之地 上师怎么亲自来幽州了 龙相军从一万仓促扩充到三万 能否保证西域不受北盲铁骑侵扰 号称有两万人的马贼围攻青仓成一群 无法破城 只留下两千具尸体 结果六千龙相惊奇用了三天时间 就载掉了一万两千马贼 光是砍脑袋就砍到人人都换了北梁刀 到头来就给跑掉了几百人 总算知道什么狗屁两万人 不过就是一万四千的马贼 上师也许会说 这些马贼跟正规军相比不值一提 毫无章法 只能打一些至多七八百人参与其中的接触战 靠骁勇取胜 人数稍多就要露出不安战争的致命缺陷 但北梁谍报上显示 这一万四千人的马贼 其中作为主心骨的两千匪寇 一律以北马南朝精锐骑军配备有两马弓弩 战刀甲咒 领兵之人本就是南朝一名老资历的校尉 马贼的不堪一击根源就在于 这股马贼被黄蛮儿亲自击溃 上师有没有兴趣猜一猜 黄蛮儿身边当时有多少龙象军 五百旗而已 当然我也不能否认 龙象军本就是北梁精锐骑兵 这五百旗呢 又是瑞士中的瑞士 上师问我能不能保证西域得到北梁的庇护 答案显而易见 可以 但是呢 流明之地才是两网战线的重点 西域远离正面战场 他的最后归属以及战争意义 撑死了就是隐蔽有一只骑兵 什么时候能用上谁都不敢确定 甚至从头到尾都有可能决定不了战局 反倒成了拖累大决的鸡肋 再说了 当初你我交易就是一锤子买卖 我扶持你掌控西域 你帮我钳制凤翔古军阵 双方出嫁都很公道 所以咱们你请我愿 合作还算愉快 我凭什么要额外出力护着西域的安危啊 你如何得大自在 双修 哦 天经地义 千万别当真 我刚才不是开玩笑 我谁都敢惹 就是不敢惹那个娘们儿 我能等 哼 随你 六珠菩萨走上马车 坐在另外一边 兵法讲究齐政相和 梁莽战是义起 优良梁州是政 流民之地是齐 而西域是齐后之齐 远非北梁王嘴上说得那么轻巧 换作别的黎阳藩王 把西域说成鸡肋 我也就信了 北梁 北梁何时有了未战先绿败的习惯了 徐凤年被当面揭穿老底 再厚脸皮也难免有些尴尬 尴尬之后则有些沉重了 他看得穿 北莽南朝高人辈出 会不会早早就有应对之举 虽说人无远虑必有尽忧 可人有远虑更是他妈的必有尽忧啊 现在天下大事 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处处皆是暗流涌动 而我徐凤年跟北梁无疑是将来真正风起云涌之时 顶在最前头的那一个 和和姑娘跳到马车上坐在徐凤年跟六珠菩萨中间 他手上不知何时多了一只不幸被他逮着的黄色四角蛇 北梁这边都称为石黄龙 少女攥住那只小可怜的尾巴不停打旋 乐此不疲 少女突然停下动作 提着那只已经没有力气活蹦乱跳的石黄龙悬挂在六珠菩萨面前 呵呵一笑 呵呵老婶婶玩不玩 煞计四福啊 驾马的徐衍兵轻轻咳嗽了一声 徐凤年眼观鼻鼻观心求个不闻不问观自在 一行人缓缓进入幽州腹地 因为徐凤年的九次出神 四次都毫无征兆 只能心无旁骛 导致他没办法过多关注幽州军政事务 耽搁了许多正经事 马车进入幽州将军官邸所在的百泉城 城内以全眼过百筑成于北梁 都说是吕祖当年剑气直达九泉之下所致 徐凤年当然也有一份蝴蝶 不过没谁会把蝴蝶上的姓名跟北梁王联系在一起 进城之后随便在闹市挑了座不再吃饭光景都生意兴隆的酒楼 徐凤年不得已多付了几两银子 才好不容易要到一个凑合的位置 除了听书遗情 更多还是为了让呵呵姑娘饱腹 连那说书先生登台还有些时候 少女一向是狼吞虎咽 几下功夫就扫荡一空 徐凤年一直在想着 该如何跟幽州将军黄府平处置境内盘根交错的豪横势力 对于四周的窃窃私语 以及投向六珠菩萨的垂涎视线都没怎么上心 既然呵呵姑娘已经吃饱喝足 那就付账离去 很快就有几伙人面红耳赤争抢着他腾出的那张桌子 差点就大打出手了 徐凤年穿过拥挤人群已经临近门口 突然听闻一声略显熟悉的琵琶声 转头望去又仔细看了两眼愣在当场 有一年元宵在梁州城里有一对爷孙女 木芒老人着酒说书说着世子殿下的第一次游历江湖 面黄肌瘦的青色少女抱有一只劣质的白木背板琵琶 之后在北莽见到少女分发鲜薄招子 那时他弹琵琶附和爷爷的说书 第一根弦已是将断未断 当时带有面皮的徐凤年身边还有个拖油瓶淘满母呢 最后请了这对老人孙女一顿酒 还传授了少女几乎已成当事绝响的曹家舞琵琶技法 一场远在他乡的萍水相逢尽欢而散 徐凤年还听木芒老人说了许多的北凉往事 见过了老祖手背上的西年刀商 还有被老人换作二玉的少女 他那份是廉价琵琶如命的诚心呢 少女怀捧琵琶登场 只是这一次却没有了那位木芒老人 而当他坐下端起身前小板凳上的一壶酒一饮而尽 一个北莽丸子穿过的破鞋还有脸回北凉 我要是他早就自己死在关外还会幽州做什么 这小贱人怕不是掉前眼里了 女子无动于衷 轻拂干枯琵琶的僵断之嫌 几桌刻意霸占住进水楼台的披甲冰野翘着二郎腿 少女每次说书弹琵琶就各自丢出一串铜钱狠狠砸在他身上 显然早已是熟门熟路把这件事当作找乐子 然后众人就看到一名年轻公子哥走到了台上蹲在少女身前 尔玉眼神冷漠的少女并未理睬继续弹奏琵琶 徐凤年挤出一个笑脸一个字一个字咬牙重复了当年所说的言语 就白木琵琶而言应至算好的了 若是银钱允许可以稍稍补教老先生说出内容尤其苛求琵琶的脆暴二相 还有第一弦已是离断闲不远不过在我看来既然是弹琵琶给看官们欣赏 谈断琵琶琶琶也是一桩所有人都会喜闻乐见的美食 大可以不必忙着换着第一弦 我再与你说一些南派大国手曹家琵琶的技法 你能记多少是多少 少女仍是没有抬头琵琶声不断 似乎不敢去看这名在北莽境内偶然相逢并且曾经好心教他琵琶的男子 对不起 上次忘了跟你爷爷说 我不但是北梁人 而且我就是你爷爷一直所说的那个人 我叫徐凤年 如今是北梁王 坐在小竹椅上才与眼前男子等高的少女猛然抬头 徐凤年伸手轻轻挽过了他的脑袋 搁在自己的肩头 又一次哽咽重复 对不起 第一次是徐凤年他对不起 第二次是北梁对不起 少女压抑着哭腔 没关系 徐凤年背对众人缓缓起身 徐衍兵跟六珠菩萨同时跨出一步 眼神异常凝重 像是那个背影变成了王先知或者是新出江湖的高树路 九楼之上有高楼方可自称妄佑天人 徐凤年 万万不可强行第十次出神 远去北莽 六珠菩萨双手合十 这栋九楼外的天空六尊法相叠出 做出镇压此楼之威势 接大欢喜 柔然山脉作为北莽南朝至关重要的一道天然屏障 绵延不绝的柔然山脉去时山脚小麦青黄不接 来时离夏季收卖还有些时候 故而仍是这般光景 大风骤起一名身材修长的伟岸男子毫无征兆出现在麦田边缘 他那双让人望而生畏的银色双眸死死的盯住远处一个远游之人 头发依旧灰白只是与先前青苍城内所见灰黑剑掌白霜剑上被视为有望成为拓跋菩萨之后 北莽五道刚顶人的男子站在北方拦截视线中那个莫名其妙由南赴北的那个家伙 这在更露子的意料之外 在生而有眼无珠的红敬炎看来 北梁铁骑不论如何战立冠决天下 毕竟受限于北梁先天不足的地利人和 只有北莽南下的份 万万没有他北梁北上的机会 所以红敬炎从没有想过 有一天那人可以带兵马踏柔然 能否守住中原西北大门都得看北莽的耐心 那位出窍神游的年轻天人穿梭在青绿麦田中 心意所致便是身形所致 站在百丈外的麦田里 伸手抚过尚未结碎的麦子 火上浇油的吻道 接连跟洛阳和许远兵两战落败后 你红敬炎你是落不到这般凄惨田地了吗 都不敢出手啊 你这样的心境别说我于人间无敌手的王先知 恐怕过不了一年连我也不是对手了 口舌之争有何意义 出窍神游的年轻人点了点头 是啊 你天赋太高 总觉得天下第一人已是天经地义的囊中物 于是很早就置在庙堂 可以说一开始就误入歧途 以后的江湖恐怕就没有你什么事情 哼哼 徐凤年 就算你已能神有 仕途融毁三角 姐姐摸着了陆地神仙的门槛 可你当真有资格对我妄加评论 好啊 我等你带着柔软铁骑一同送死 现在 让开路 洪敬炎嘴角翘起 你也只被我盯上了 我不挪步 你便无法北上徐凤年你何时如此有自知之明了 一脚踏在天下 一脚踩入陆地神仙的年轻神游之人 摊开双手 两柄刀一柄过河足 春雷 从数千里之外的徐凤年腰间出窍一瞬在手握住 看来洪敬炎不让路无非就是一战而已 就看此生已经尝过两次败仗的洪敬炎 信不信事不过三了 洪敬炎皱了皱眉头 然后眉头舒展 侧过身 视义视线中的年轻人继续北上 北梁都不在他眼中 慕容保顶许诺的北院大王都不在他眼中 一个徐凤年 算什么呢? 徐凤年一闪而逝留下笑声 嘲讽之意 重重垂打在耕露子的心口 心如磐石的洪敬炎 没有因为徐凤年的笑声而影响心境 只是正正站立原地 扪心自问 天下第一跟天下共处无法兼顾 北莽太平令为女帝打谱的那所皇宫广场之上 凭空出现了一道飘忽不定的身影 皇城震动 身影一步步凌空登天 走到大殿之顶覆手而立 似乎在遥望泰安城 片刻之后烟消云散 闻讯赶来的女帝抬头望向先前那人所站的地方 并未动怒 只是略带悲悯神色轻声地笑了笑 傻孩子 大势所去 就算北莽吃不下整座中原 小小北凉还是不在话下的 你一人侥幸举世无敌又能如何 大不了就是第二个曹长青罢了